信仰的深情 作者月纳丹·艾德华兹 导演 我亲爱的朋友吉姆·豪斯顿 邀请我为信仰与前进经典 从书推荐一本书 我毫不犹豫选择了 乔纳森星号《艾德华兹》的作品 我之所以这样做 首先因为我深深地钦佩艾德华兹 人们通常认为 艾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神学家 而且有人将其描绘成 北美最有智慧的人 他也是一位古典的传道人和作家 对十八世纪的伟大觉醒 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还是那个时代教会的先知 对十八世纪的那场运动 提出批评 你将读到的下文 信仰的深情 就是他的一评论 这是他的一部最杰出的著作 选择艾德华兹的第二个理由是 他的言论 不仅仅是对当时基督徒的训事 而是对永恒真理的经典陈述 编辟入理 且富有远见 西方教会大多随波逐流 入乡随俗 为廉价的恩典所陶醉 在绝望中 需要倾听艾德华兹的挑战 艾德华兹其人 但是 在此之前 我提议 我们要认识这个人 看看这个著名学者 神学家 神府 大学校长 传教士 以及伟大思想家的生平 因为 艾德华兹的生平 证明了他宗教信仰 最基本的信条之一 真正的学说 必须是活的 不仅通过理智得到赞同 而且通过活动得到证明 一些错误的概念 把绝大多数人 对艾德华兹的看法 弄得朦胧不清 因为他的许多荣誉 仅仅以一次步道 和一个肖像为基础 步道是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 而肖像是一个不幸的罪人 被一根细弱散乱的麻绳 摇摇晃晃地挂在地狱的熊熊烈火之上 值得注意的启示是 艾德华兹被想象为一个惊人的 由火与硫磺石铸成的传教士 用他的胸膛敲打着步道坛 用忏悔和上帝的王国恐吓他的教众 像艾德华兹的一切步道一样 罪人们在圣经上的基本的 是不可抗拒的逻辑 也点缀着为听众描述的圣经 现实的一些肖像 这是艾德华兹通常表现出来的风格 当他用单调的节奏诵读 圣经时 他靠在读经台上 很少向上看 然而 他生动比喻的效果和论据的说服力 在他的听众那里 引起戏剧性的表示 痛心疾首 步道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 仅仅是为了恐吓他的教众 因为艾德华兹在描述上帝狂怒景致的同时 同样生动地宣称 上帝有约束的一面 也有人爱宽厚的一面 另外一个普遍错误的概念是 把艾德华兹与美国的清教徒联系起来 然而 他于1703年出生时 美国的殖民者们 早已经不是寻求宗教自由的第一移民了 他们是冒险者 利用殖民主义统治寻找物质财富 一位作者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宗教是个人的事 教会的工作是鼓励个人的虔诚 而不是像一个社会受利润驱动的道德提出挑战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绝对的原则 爱德华兹向当时的唯物主义提出挑战 他坚持认为 一个人的信仰并不是便于教会联盟的问题 或者社会承认的宗教狂问题 而是一个受意志驱动的心灵的问题 爱德华兹表明 真正的基督教要诉诸于行动 不仅仅是听上帝的话 而且要按照上帝的话去做 学者们在关注爱德华兹辉煌的 通常也是深奥难懂的著作时 常常忽略他个人生活的细节 爱德华兹五岁时便开始学习拉丁语 希伯来语和希腊语 他是一个早熟的青年人 兴趣广泛 好奇心强 他的处女作 对飞蜘蛛进行详细研究的作品 展示了他深邃的智慧 和自然科学方面精深的知识 这篇文章是他11岁时撰写的 爱德华兹13岁进入耶鲁大学 17岁毕业 他继续留在那里修习神学 并且在那里执教 1726年 他被任命为马萨诸瑟州 北安普敦的北安普敦教堂 助理牧师 由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德指导 所罗门斯托达德逝世以后 爱德华兹成为牧师 1727年 他与萨拉皮里彭特结婚 他们的结合是终生的结合 是少有的罗曼史 他们对基督共同的信仰 和与主共同关系点燃了爱情之火 他们生有12个孩子 虽然这个脆弱的人 受不健康状况的折磨 但是 爱德华兹每天在他的办公室 要度过13个小时 研究圣经 祈祷 给他的教众以忠告 特别是 1734年 复兴当敌了他的教堂以后 教居居民聚集在爱德华兹周围 以便听到他的忠告 当时的报道特别提到 当地的小旅馆失去了不少常客 人们不再信任他们当地的酒吧招待员 而是转向爱德华兹 以寻求精神的洞见 和实际的帮助 如果像某些人所写的 爱德华兹要是一个严苛的牧师 乐于像施虐狂般地 用地狱的景象恐吓他的教众 那么他肯定不能得到教民 如此深切的信任 他内心的温情与怜悯 也是一个佐证 爱德华兹赞同把基督作为一个典范 他说 真正的恩欲感情 与耶稣基督的精神和崇高品德相伴而来 他们自然引起并且促进这样一种精神 如爱 温顺 宁静 宽恕和仁慈 像基督身上表现出来的那样 爱德华兹唯一的消遣 是每日骑在马背上 他爱宁静的森林 他为思想提供丰厚的基础 他无论走到哪里 总是戴着笔和纸 准备记下所思想的东西 当他骑马时 他草草记下一些思想 把他们别在他的翻领上 当他回来时 把他们编成日志 由此隐去的评论说 爱德华兹牧师在盛夏中午骑马出行 而返回来时 身上盖着白纸屑 像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雪 预言家的声音 爱德华兹处于1740年 大觉醒的中心位置 在复兴开始席卷其他侨民以前 他自己的教堂 已经受到复兴浪潮的冲击 然而 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扮演了双重角色 捍卫者和批判者 由于大觉醒 在情感上无节制 如热情洋溢的皈依者 表现的神魂颠倒 尖声喊叫 骚动不安 等等 引起观察者的批评 爱德华兹 常常戏剧性的宣判罪过 同时又为圣灵的工作辩护 但是 他也承认 上帝伟大的工作 无论何时到来 都有相应的肉欲方面的诱惑 1742年 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步道 告诫撒旦在事物中确实有突出的作用 他的沉思默想使他认识到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最为急迫的事情是 辨别一个人忏悔的真正标志 并且在基督中开始新生活 这就是他辉煌的著作 信仰的深情的发端 这本书证明 爱德华兹信奉 圣经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是真正的信仰 忏悔的罪人 对仁慈的上帝感恩戴德 证明了这一点 在那一世纪中期 爱德华兹与他的教堂的联系 开始变得不愉快 原因是他对教堂的实践提出质疑 而这个教堂实践的妥协契约 正是他的祖父制定的 这个名字意味着 这个法令是一种妥协 屈从于政治的权宜之计 由于他在社会上 有利于当地教会相结合 因而契约 给予人们教会成员的资格 和给他们的孩子施洗的资格 即使他们并没有宣布信仰基督 或者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一个人的勇气 给予他深信不疑 而不是他屈从社会和政治压力 因此 爱德华兹反对妥协契约 在一系列充满情绪的事件中 他的教众转而反对他 要求投票驱逐他 爱德华兹并没有为自己辩护 而是要求 只有那些听过他的步道 或者读过他 有关这一主题的作品的人 才能够对他做出平叹 他的要求被否决 于是他退出战斗 他说 为自己辩护不是他的职责 而是上帝的职责 会众以200票 对20票反对爱德华兹 然而 几年以后 那一运动的头目站出来 显然是受负罪感的折磨 在波士顿一家报纸上 刊登了一份偿信 对他参与驱逐爱德华兹 表示道歉 失业六个月以后 爱德华兹奉召任 马萨诸塞州 斯托克布里奇地方教会的牧师 为印第安人布道 虽然那里困苦的生活 损害了他的健康 但是他对印度安人的爱史 他成为有权威的牧师 他的一些主要著作 包括论意志自由和论原罪 就是在那时撰写的 这些作品 使爱德华兹得到神学界 和知识界的尊重 飞升北美和海外 1757年 爱德华兹的女婿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阿伦伯尔先生骤然死亡 该大学招聘爱德华兹为校长 他要求不做公共发言人 同时勉强上任 当时 天花是移民们的杀手 这也成为许多牧师布道的素材 一些人 在布道中激烈地反对 施育业牛豆 另外一些人 在布道中表示赞成 爱德华兹并没有武断地发表意见 凭说天花研究的益处 他只是推查 自己作为牛豆试验的候选人 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参加接种试验的请求 受到严厉地拒绝 后来他生病了 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五周以后病逝 享年55岁 现代的空虚感 爱德华兹的著作当今仍然活在基督教经典中 在这些著作问世两个世纪以后 要想正确地评价它们与西方文化深刻的关联 我们必须仔细洞察今天的世界 他给我这么一种印象 今天我们文化盛行的特点是 猖獗的自我陶醉 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 按照乔治盖洛普的看法 我们的文化是假冒的基督教文化 因此 五千万美国人民要求 再生 但是 占统治地位的几乎完全是相对主义 做你们自己的事的思想形式 已经使我们摆脱了信念和信仰的绝对结构 使我们漂泊在虚无的海洋中 我们已经成为自己盲目遵从 专顾自我 冷漠 内心空虚 空洞洞的人 的牺牲品 其程度已经相当严重 艾利特在二十世纪初 曾经对此有过描述 虚无主义在无精神的时代盛行 悲剧性的事实就是大卫肯尼迪 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第三子之死 一个悲痛的朋友说 在肯尼迪那里 没有任何东西与生命相连 即使不受麻醉药的影响 他的人格中也有一种深深的 不可抗拒的虚无主义感 任何人 任何工作 任何业余嗜好 都不能使他充实起来 这种空虚感就是多罗西 瑟耶斯 刘伊斯精明的同代人 所说的没有信仰 默然处事 不求上进 与世无争 无碍无增 无任何目标 不为任何东西活着之过 他还活着 只因为没有任何愿意死亡的理由 空虚是论感情的基本前提 爱德华斯强调指出 感情是人的活动源泉 由于人本质上是懒散的 因此除非他受某种感情驱动 否则一切活动都会停止 爱德华斯写道 要是没有爱与增 一切希望和恐惧 愤怒 热忱 情感期待 乃至于整个世界 大部分都是静止的 无生命的 在人类之中 也许就没有诸如活动一类的东西 或者任何最热切的追求 虽然他一直用抽象的方式 谈论感情真空中生命的性质 但是他的话与赛耶斯十分相似 而且悲剧性地洞悉了我们的时代 因为在当今麻木 自私 唯物主义的社会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 大征服者暴君并不是极权主义 而是虚无主义 我们作为一种文化 也屈从于阴险的自我满足的奴役 总之 恶棍就在我们中间 这种观点太极端了吗 让我们看看这些证据 一个妇女以权力为名 支配她自己的身体 去年在美国 有150万未出世的孩子被杀死 在美国 自从70年代流产合法化以来 被流产掉的人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屠杀期间要多 我也许会问 是谁实行更广泛的暴政 希特勒 这个疯狂的独裁者 还是我们 那漠不关心的 冷漠的社会 少数人的宗教幻想 也许是喧嚣和狂骂 但是 绝大多数人 并不为这些死亡者所动 对于社会而言 我们一直相信苏格拉底的断言 罪恶是无知的产物 也相信黑格尔所说 随着知识的日益增长 人将进化到更高级的道德水平 我们已经废除了任何意义上的 个人责任心 多么有欺骗性啊 在这个世界文明的 最有教养的 技术最发达的社会 截止到去年 我们的离婚率 二十年了一直持续增长 犯罪率居高不下 虐待儿童非常普遍 破碎的家庭不计其数 毫无价值的文化 滋生出最令人发指的暴政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一直祈求空前未有的物质财富 但是 它所产生的只是无聊 无聊十分普遍 致使稀释麻醉品成为时尚 最近 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人告诉我 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未经开发的 潜在的行业 酗酒和毒瘾的康复 在美国 这是发展最快的工业 有可靠的利润 他说 近期引君子的增长 极其引人注目 以至于我们的康复设备 在规模和数量方面 都显得不够充分 少数人感到奇怪 为什么美国批评家费尔德会这样断言 西方人已经决定 废除自己 他从自身的富裕中 创造出自己的无聊 把他自己教育成低能儿 污染自己 麻木自己 使自己进入麻醉状态 这条精疲力尽的 连续作战的老雷龙 轻覆了 而且渐渐地绝肿了 当今文化中 令人困扰的自我中心性 自我陶醉 为自身创造了特殊的保障 当代心理学上的一篇文章 列举了一位妇女 许多彻夜不眠的宴会 使她的神经受到损伤 她的生活是恶性循环 周而复始的酗酒 痛饮和性行为 当一个治疗学家问她 为什么你不停止 她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 我真的不要做 我想做的事情了 在享乐主义社会中 谁是暴君 不是任何独裁的妖怪 而是某种更坏的东西 他就是我们 我族的教会 但是 我们时代最令人恐惧的事实是 耶稣基督的教会 与我们的文化 几乎遇到同样的麻烦 在不经意之中 我们几乎完全进入了虚伪的 世俗价值体系中 最近 我偶然得到一份报纸 在编者页上 我读到下列陈述 它出自一位杰出的基督教领导者 使上帝为你的工作服务 在神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 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潜能 这恰恰不是一种糟糕的神学 而是危险的旁门左道 但是 令人悲哀的是 这是当今典型的基督教启示 我们正在对这个世界说 我们不仅承认他们的价值体系 而且能够改进它 因为上帝在我们一边 正是这种歪斜的福音和廉价的恩典 使今天的教会 在我们文化中 不能与上帝真正相遇 基督徒不可能有效地反对世俗主义 因为我们自己是地道的世俗主义 我们巧妙都说的基督教 在多数情况下 只不过是追求私利的 世俗文化价值的一种宗教改编本 我问一位著名的媒体牧师助理 有什么成功的秘诀 他告诉我 我给人们想要的东西 这也是旁门左道 旁门左道的要害是 那里的东西是给我的 这种心理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依然盛行 这种心理是由唯物主义的种子产生的 在爱德华兹时代 这粒种子就已经剥下了 对于教会来说 问题并不在于上帝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他爱我们 而是我们能够映照为他做些什么 我们如何爱我们的上帝 爱上帝所要求的 远不只是滔滔不绝的哀俗中常 或者迭迭不修地表白虔诚的空话 爱上帝要求 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服从他 并且号召其他人服从他 不论这一启示是否普及 爱德华兹为今天留下的启示 服从是爱德华兹启示的核心 他虔诚地宣讲他 即使他尚不为人们所接受时 也是这样 但是他发现 服从圣经 尤其是服从基督的命令 处于绝对守卫 因此他也许赞同怀特海的格言 数学说明我们做什么 而宗教说明我们是谁 个人正直的品质 在当今美国多数人的宗教生活中 是一种失去的真理 我们把宗教组织起来 加以包装 销售 使之政治化 制度化 以至于有许多不同的成果和纲领 一个人要是拥有真正的宗教 就会关心在上帝面前 我究竟是谁 也会关心个人秉性的改变 因为这是上帝在内心的恩欲造成的 爱德华兹依赖圣经 是出于这样一个主张 听到的圣经并不充分 对教义的理解也不充分 整个人必须受圣灵驱动 对上帝抱之以爱 对上帝感恩戴德 这会导致圣洁的生活 一方面 爱德华兹用这些洞见 反对教条主义的刻板的宗教理论家 另一方面 反对不稳定的 情绪化的宗教狂 他尤其反对歇斯底里 稀奇古怪的情绪和短命的宗教狂 后者与当时信仰复兴主义的聚会相关联 信仰的深情也许完全是为我们的文化而撰写的 我们只是用文化基督教更微妙的表现形式 取代了爱德华兹时代过分极端的情绪主义 许多现代会众使用基督教的行话 参与一切正常的祈祷早餐 参加小团体和基督教联合会 但是 他们向那些人 基督某天将对他们说 离去吧 我绝不认识你 一样 心是刚硬的 不悔改的 爱德华兹强调 要是没有深层的原罪感 就不会休息出真正的宗教感情 正是自己的原罪 极端渴望从原罪中解脱出来 这恰恰是基督徒皈依的核心之所在 我们一旦看到我们的原罪 就能够对上帝惊人的恩典感恩戴德 并具此而生活 对此我有切身认识 在水门事件的阵痛中 我打算与我的朋友汤姆菲利普谈谈 他对已经被承认的基督的解释 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丑闻和指控使我疲惫不堪 空虚乃至于陷于病态 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自己已经犯罪 政治是肮脏的勾当 而我在政治中是好的 我的所作所为 我的理性化的东西 与通常的政治手段风马牛不相及 更有甚者 正确与错误只是相对的 我的动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或者我相信 我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但是那天晚上 当我离开汤姆的房子 独自坐在我的汽车里时 我自己的原罪 不是肮脏的政治 而是在我心中的憎恶 骄傲甚至邪恶 已经如此之深 末的出现在我眼前 它是那么强有力 那么病人痛苦 有生以来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不解 最糟糕的是 我不能避开 在这清楚明白的时刻 我发现自己 不可抗拒地 被趋向活的上帝的怀抱 从那一夜开始 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 我自己原罪的性质 我毫不怀疑 我内心的善 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正义 才可能实现 爱德华兹在他皈依后二十年 说出了同样的认识 对于我自身的原罪和邪恶 我有一些动人的观念 它们频频出现 以至于 使我处于哭天枪地的状态中 因此 我不得不经常把自己关起来 我深切地感受到 自己内心的邪恶和不道德 比我皈依之前要大得多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时 我自己内心的邪恶 骄傲 伪善和欺诈就深不可测 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思考这一点是令人感动的 爱德华兹说 提高原罪意识的结果是 内心将变得温柔 有温柔滋生 对上帝人爱的感恩戴德 这种感谢 只有通过为上帝服务 才能表达出来 爱德华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 证实这一点 恩欲和圣洁的感情 只有在基督教实践的信仰中 才能实现 相信圣经必然意味着 按照他的意图行动 实践有信仰的 激进的 圣洁的生活 对人施行不爱的实践 只是承认 我们内心对上帝的爱 纯粹概念性的基督教 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他扼杀了充满生计的宗教 爱德华兹认为 基督徒的实践 只是虔诚的可靠标志 行动是内在的属灵恩欲最重要的外部表现和可见标志 正像他所说的 当对圣经做出反响时 人的行动与言语相比 能够更充分 更令人信服地解释他们的心灵 但是 我们要问 如何运用实践做真正的基督徒测试 爱德华兹并未给予回答 因为仅仅遵守规则 并不能够证明信仰基督 只有拥有一个新的心灵才可以证明 我们要考虑行动背后的态度 所以 若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事情 就像参加十字军的人 政治家 或者文明城市的公民大洋 却没有进行真正的自助 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实际意义 只有圣灵才能真正鞭策我们 赋予我们活力 这活力迅速成长为有效的秉性 产生出对上帝的感恩戴德 因此 爱德华兹长时间 密切注视真正皈依的证据 这一结果 来自像基督那样生活 信仰复兴精神不够 政治活动也不够 慈善事也还不够 为美国宗教外在化推波助澜的人 需要重新接受爱德华兹 信仰的深情的再教育 因为 爱德华兹断定 有一种外在的宗教实践 他没有任何内在体验 根本不顾及任何上帝的洞见 他毫无价值 当然也有所谓的体验 然而却没有任何实践 因此也不会有任何基督徒行为想罢而来 这比虚无还要糟糕 因为一个人无论何时在自身中发现一颗心灵 与作为上帝的上帝相联系 那么当上帝降恩于他时 他总是能够发现 自己的气质在对他的实际体验中受到影响 如果宗教主要由圣洁的感情组成 那么正是在情感的实际运行中 才有真正的宗教气质可言 如果活基督的现实性意指 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中的一切 那么我们必然通过这种方式 在我们之中看到它 福音必然通过我们秉性的变化展示出来 通过自助在提高自我的文化中表现出来 它必然通过同情的实际表现传达出去 同情表现为分享苦难 承受贫穷 饥饿 疾病和被监禁 只有通过真正的宗教感情 和与复活的基督的真实联系的实际表现 基督教的世界观受到自内而外猛烈攻击之后 才可能在二十世纪的真空中盛行 在爱德华兹逝世后的半个世纪 威廉·威尔伯夫斯撰写了真正的基督教遗书 这是马尔特努玛出版社重新出版的 一系列古典文献的第一本 威尔伯夫斯的作品为我们指出了道路 首先 威尔伯夫斯在他自己个人的宗教感情中 发现了基督教的现实性 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 他写道 随着欧洲人道主义浪潮的跌宕起伏 不信仰基督教已经毫无愧色地昂起他的头 但是 他断定 我必须同样大胆地坦白 我自己对于我们国家福利的坚定信念 主要不是取决于他的海军和陆军 不是取决于他的统治者福聪明才智 也不是取决于他的人民的精神 而是取决于宗教信仰 他仍然容纳了许多热爱并且服从基督福音的人 我相信他们祈祷一定能够成功 当代最伟大的复兴之一定然会随之而来 我也相信在我们的世界中 那些热爱并且服从上帝的人 只要牢记爱德华兹的训事 他们祈祷就一定会奏效 正像爱德华兹所展望的那样 真正的基督教将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宣告展示出来 他不是使观众变得刚硬 促使怀疑主义和无神论发展 而是让人们逐渐相信在宗教里存在着真实 他人看到的是自己出色的工作 而信仰者则赞美天堂里的胜负 查理斯W.科尔森 第一部感情的性质和重要性 第一章 感情是真正的宗教的证明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悦 彼得的这些话 是写给那些处于困扰之中的基督徒 他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当他谈到他们信仰的考验 和由于种种诱惑 他们情绪低落时 前两段话中所考虑的问题 就是他们心中的困扰 信仰的考验对于真正的宗教 有三重好处 第一 他们表明 什么是真正的宗教 因为信仰的考验 有助于区别什么是真 什么是伪 信仰的考验提出 考验信仰的可靠性 如同在火中锤炼金子 我们发现 经受锤炼 并且被证明为真的基督教信仰 是赞赏 光荣与荣耀 前面的段落就是说这个 第二 这些考验对于真正的宗教 有更深一层的益处 因为它们不仅证明它的真理性 而且提高了它真正的美与吸引力 真正的美德在受到压抑时 才是最可爱的 真实的基督教受到最大的信仰考验时 圣洁的至善至美 便最充分地展示出来 因此 我们发现它是赞赏 光荣与荣耀 第三 这些考验对于真正的宗教的 第三个益处是 它们使它升华并且发展 它们不仅表明它是真的 而且使它摆脱了错误的混合 除了真实的东西以外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留下 考验提高了真正的宗教的吸引力 这些就是困扰对真正的宗教的益处 本章前面引用的段落 就是彼得对真正的宗教的思考 在彼得前书中 彼得看到真正的宗教 如何在他所劝谏的基督图中运作 困扰的益处如何出现在它们之中 他感到它们的痛苦 展现了真正宗教的两种作用 一 对基督之爱 你虽然没有见过它 却是爱它 世界会惊讶 是什么奇怪的原则 影响这些基督徒 使它们自己暴露这些巨大的痛苦 并且放弃一切感觉 刻底的可爱和疑人之处 它们似乎疯狂地对待周围的世界 它们的举止仿佛是憎恶自己 因为这个世界不能使它们看到 是任何东西 又使它们遭受这类痛苦 或者承受这种信仰考验的重负 它们对不可见之物 有一种超自然的爱 它们爱耶稣基督 它们在灵性中看到了它 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看到它 二 在基督中的欢乐 尽管外部的苦难使人极度痛苦 但是这些基督徒拥有内在的精神欢乐 远远比他们的苦难更大 这些欢乐支撑着它们 使它们能够苦中取乐 彼得在文本中注意到关于欢乐的两件事 第一 他提到欢乐产生的方式 凭借信仰可以看到 基督是一切欢乐的基础 这是不可见事物的证明 虽然你现在看不到它 但是你却相信它 它使你欢乐 第二 他指出了这种欢乐的性质 这是不可言说的充满了荣耀 它是不言说的 因为它与世俗的欢乐和肉体的享乐完全不同 它的性质更纯净 更精妙 更超凡 因为它确实是超自然的 圣洁的 说不出来的至善至美 没有任何词汇能够描述出 在基督中欢乐的精妙和异常的甜蜜 不可言说 也因为上帝慷慨赐予基督徒这种圣洁的欢乐 而且主要因为它们处于困扰的胁迫之下 它们的欢乐充满荣耀 可以这样说 任何词汇都不能比它们更恰如其分地描述它的至善至美 一旦享有这种喜悦 它们的心灵就充满了荣耀的光芒 它们的本质就逐渐提高 完善 这是最有价值的 最高贵的欢乐 因为它不像物质的欢乐那样 腐蚀 亵渎心灵 它只赋予心灵美与尊严 对于天国欢乐的向往 使它们的心灵进入天国的极乐之中 它们沐浴在上帝的荣耀中 它们也因荣耀的表达而熠熠闪光 根据对心灵的这一沉思 我提出下列陈述真正的宗教主要由圣洁的感情组成 彼得在观察 评论信仰考验 对真正的宗教产生的种种影响时 选出爱与欢乐作为两种得到实施的宗教感情 这些感情证明 由于它们的宗教有自身独特的荣耀 因而是真实的 纯净的 我首先想表明感情意志什么 其次指出 在哪些方面 真正宗教的主要内容在于感情 感情指什么 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感情是灵魂的倾向和意志更有力 更实际的运作 上帝为灵魂配备了两种能力 一种能力是 能够知觉和沉思 因此 灵魂能够辨认 理解和判断事物 这就是所谓的悟性 另外一种能力是 灵魂不仅仅发现和仔细考察事物 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赞同它所观察或者思索的事物 它或者赞同它们 或者厌恶它们 或者反对它们 由于这种能力 灵魂不想以冷漠的 无感情的旁观者的态度对待事物 它或者喜欢 或者不喜欢 或者愉快 或者不愉快 或者赞成 或者反对 这种能力被称之为爱好 当爱好决定 并且支配活动时 常常被称之为心境 爱好以两种方式运作 灵魂或者以赞成 愉快 认同的态度观察事物 或者以反对 不赞成 不愉快 拒绝的态度观察事物 灵魂的爱好和意志的运作 拥有不同的强度 一些几乎是完全中立的 但是 在另外一些程度上 认可或者厌恶 赞成或者否定 都是比较强烈的 灵魂生机勃勃 猛撞有力地发挥作用时 这一运作就更加强烈 实际上 因为上帝把灵魂与肉体结合在一起 所以 即使是肉体生活 也会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在一切文化与时代中 这种能力都被称之为内心 这一能力生机勃勃地 敏感地运作 为之感情 所以 灵魂的意志和感情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感情在本质上与意志并没有什么不同 它们的差异 只在于运作的强烈程度和敏感程度 而不在于它们的表现形式 语言 每每是不充分的 因为在日常运用方面 词的意义常常是不严格的 模糊的 不确定的 在一种意义上 灵魂的感情与意志和爱好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 在其他方面 意志和爱好的活动也许不能被称作感情 因为当我们自愿采取行动时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有意志和爱好运作 我们的爱好支配着我们的活动 但是 我们通常并不把所有的爱好和意志的活动称作感情 是否被称作感情并不仅仅在于 它们运作的强度和方式的差异 在每个意志行为中 意志对于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或者喜欢 或者不喜欢 或者赞同 或者反对 这和爱与增的感情并无本质的差异 实际上 灵魂喜欢或者喜爱某物 如果它是强烈的 生机勃勃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爱的感情 同样程度的不喜欢或者反对 就是我们所说的增物 意志赞成或者反对某物的程度 使意志成为感情 在肉体与灵魂的内在统一中 我们本质是 意志生机勃勃的 强烈的爱好或倾向 也对我们的肉体产生影响 灵魂 肉体及其构成法则 可以促进感情的运作 恰恰是心灵 而不是肉体 是感情的适当出作 人的肉体并不能够直接进行思考和领悟 只有灵魂才有观念 因而只有灵魂才能依它拥有的观念 或好或恶 由于只有灵魂能够思想 因而只有灵魂的所思 才有爱与增 欣喜和悲痛 这些情绪的肉体效应 与感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对于感情来说 它们也绝不是本质的东西 因此 一种脱离肉体的精神 能够有爱与增 喜与忧 希望与恐惧 或者其他感情 尽管感情与激情 常常被说成是一回事 但是它们是不同的 感情一词通常比激情一词意义更宽泛 它习惯上涉及意志或者爱好的强烈活动 激情习惯上止咒燃尖的活动 它对肉体的影响更剧烈 心灵常常为激情所左右 很少能够控制激情 像爱好和意志的运作一样 感情将激发灵魂寻找 并且依附所思考的东西 或者使灵魂转而反对所思考的东西 爱 期待 希望 欢乐 感恩和满意 对灵魂起促进作用 而憎恶 恐惧 生气和悲痛 则起相反的作用 一些感情是两种反响的混合物 比如 怜悯的感情可以促使灵魂 把人推向痛苦 也可以使人摆脱痛苦 热忱既包含着 对某种个人东西的高度欣赏 也包含着 对被做出相反评价的事物 强烈的敌意 我们也可以指出 另一些混合的感情 不过 我们还是 赶快进入下一个主题吧 一 真正的宗教 主要由感情组成 我们可以用十个观察表明 一 真正的宗教主要在于 强烈的爱好和意志 心境的热烈运作 爱好与意志丰富的活动 完全可以确定真正的宗教 上帝要求意志承认的宗教 并不是由软弱 麻木 无生机的期望构成 因为它们几乎不能使我们摆脱冷漠 在圣经中 上帝坚持认为 我们要心里火热 而且积极地把我们的心境 投入宗教之中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以色列 现在耶和华 你的神像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性侍奉他 如果我们不是执着地追求 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的意志和爱好 没有热切地运作 我们就一无所有 对于我们来说 宗教生活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因而我们不能半心半意 真正的宗教永远的动态的东西 它的力量在心里运作 因此真正的宗教被称作前进的力量 正是前进的力量 把它与宗教那些纯外在的表现区别开来 有前进的外貌 却背叛了前进的实意 在那些有健全可靠信仰的人之中 上帝的精神就是强有力的 神圣感情的精神 上帝被说成是赐给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同样 当一个人在上帝的拯救和圣洁的影响中 发现上帝的精神时 就可以说他被施以圣灵和圣火的洗礼 上帝的精神激起了内心的力量和激动 就像《路加福音》24章32节所描述的 他们的心是火热的 信仰可以与那些精气十足的运动相媲美 如为争夺奖赏和锦标而进行的赛跑 绝力 拔河等 也可以把它描述为与强敌作战 这些强敌企图取我们的性命 使一个城市或者亡国处于战争状态 或者被围困状态 真正的恩欲有许多层次 一些人在基督那里只是婴儿 他们对圣洁事物的爱好和意志 仍然相对比较弱 而另外一些人 则朝气蓬勃地运用前进的力量 这使他们能够战胜一切肉体 或属血气的感情 有效地征服他们 每个真正的基督的信徒 爱他更甚于爱父母亲 妻子儿女 兄弟姐妹 房屋地产 是的 甚至远甚于爱他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宗教热烈地运用意志 二 感情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 人性的创造者不仅把感情赋予人类 而且使他们成为人类活动的基础 除非人受爱 憎 期待 希望 或者恐惧一类的感情影响 否则人的本性是非常懒惰的 这些情绪像原动力一样 促使我们生活在一切生命事物和生命的追求之中 在生意场上可以看到这一景象 那时人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解决问题 朝气蓬勃地做事情 市场被看作生意场所和活动场所 如果没有了爱与增 希望与恐惧 生气 热忱和深情的期待 世界也许就是了无生机的 死寂的 实际上 感情是贪婪之人的动力 人在世俗的追求方面是贪婪的 感情把野心勃勃的人 推向世俗的追名逐利 它促使贪欲之人 追逐愉快和肉体的享乐 在追求这些东西时 世界一直处于动乱和活动之中 但是如果感情被拿去 这一活动的源泉也就不在了 运动本身也就停止了 如果这在世俗社会的事情中是真的 那么在信仰问题上 它也是真的 它们活动的动力 完全在于宗教感情 如果它只有教条的知识和理论 没有感情 它绝不会把握信仰的精髓 三 宗教事物仅仅在这种程度上支配我们 它们能影响我们 大众常常听到圣经 也拥有关于它的知识 但是 如果它们听到的东西没有感动它们 那么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效用 也不会改变它们的行为和秉性 许多人听到上帝恩御的感情 它全能的力量和无边的智慧 它无限的威严和智善 它们是上帝无限的仁慈 怜悯 伟大智慧 权力和崇高的听众 它们尤其听到了在耶稣中不可言说的爱 耶稣的宏伟业绩 以及为它们而受难 它们也听到上帝清晰的命令 宽厚的告诫 以及福音书甜蜜的邀请 它们听到所有这一切 然而内心世界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行为依旧 这只是因为它们所听到的东西 并没有使它们受到感动 我斗胆断言 如果感情没有发生变化 宗教本质不发生变化的情形 将永远持续下去 如果不是这样 任何属血气的人 都不会热切地寻求他的拯救 如果不是这样 在为蒙恩做祈祷时 就不会全身心对待上帝 如果没有看到自己无价值 任何人对上帝都不会俯首天儿 如果心没有受到感动 任何人都不会投入上帝的庇护所 同样 如果心没有受到感动 任何圣徒都不会走出 心灵的冷漠和死寂 或者走出没落 总之 要是心没有深受感动 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都不能改变任何人的生活 四 圣经强调感情 圣经处处强调感情 恐惧 希望 爱 期待 欢乐 悲痛 感激 同情 热忱 圣经常常谈到需要圣洁的恐惧 对上帝的话成惶成恐 敬畏上帝 常常被描述为虔诚之人秉性 上帝的荣耀和最后审判 使他们敬畏上帝 在圣经中 圣徒被描述为上帝的听众 或者他们敬畏上帝 由于敬畏上帝 在很大程度上是真正的前进的本质 因而 他通常被描述为对主的敬畏 每个知道圣经的人 都知道这一点 同样 圣经也经常谈及对上帝的希望 和上帝的承诺 说这是真正的信仰 最重要的部分 这里所说的希望 是组成宗教的三个重要内容之一 对主的希望也被说成是圣徒的反响 有雅各的神相助 仰仗我主耶和华 这人便为有福 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 那人便有福了 反仰望耶和华的人 你们都要壮胆 他兼顾你们的心 我们还可以引证许多其他段落 恐惧和希望结合在一起 构成真正的圣徒的秉性 耶和华的眼光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耶和华喜爱 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希望被看得如此重要 耶尔使徒说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希望仍然牢固 像灵魂的毛 他也被描述为 由于耶稣复活 真正的圣徒 获得的大收获和利益 圣经经常强调 对上帝 对主耶稣基督 对上帝的子民 以及对一切人类之爱的感情 不过 我们稍后再谈及这些 与爱相对立的感情 憎恶 以原罪为他的对象 这也是圣经所说 真正的宗教的重要部分 敬畏耶和华 在乎恨邪恶 圣徒们响应号召 以憎恶邪恶 证明自己的真诚 你爱耶和华都当憎恶罪恶 诗篇的作者经常以此作为 他真诚的证明 我要存完全的心形 在我家中 邪屁的是 我都不摆在我眼前 被逆人所做的事 我甚恨恶 不容站在我身上 我恨一切假道 诗篇139章21节中又说 耶和华呀 憎恨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圣经中经常提到 神圣的期待 在长时间如鸡四可的追寻上帝 是真正宗教的重要部分 我的灵魂羡慕你的名字 就是你那可记挂的名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宫殿里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也有许多诗篇表达了 类似的思想 按照耶稣登山 殉众时宣讲的福音 灵魂这种圣洁的 如鸡四可 是一个人真正得福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分享这种圣洁的热望 被看作不朽生活 最大的恩赐之一 圣经也把圣洁的欢乐 说成真正宗教的重要部分 它常常规劝我们 享受这种欢乐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 心里所求地赐给你 应当欢喜快乐 你们要靠主邪乐 圣灵所接的果子 也有快乐 诗篇作者 把他的神圣的快乐 说成是真诚的见证 在谈论真正的宗教时 也经常提及 内心的宗教悲哀 哀痛 沮丧 这些通常被描述成 识别真正圣徒的标志 也是圣徒秉性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因此 内心圣洁的悲哀和沮丧 常常被作为圣徒 与众不同的伟大品质之一 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感恩是所提到的 另一种感情 感恩尤其与对上帝的感谢 和赞美相关 诗篇和圣经许多其他篇章 都频频谈吉他 所以我不需要专门提及那些文本 圣经经常说 同情或者怜悯 是真正宗教的重要特征 确实 一个悲天敏人的人和 一个善良的人 在圣经中是同一词 义人却恩待人 并且施舍 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那些真正被赐福的人 拥有这种伟大的品质 我们耶稣基督说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法利赛人未显示这一点 先知 弥加强调 他的重要性 世人打 耶和华已指示 你和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在 和西阿淑六章六节说 我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想必打动了 我们的旧主 因为他两处引用过他 一次在马太福音 九章十三节 一次在十二章七节 热心也经常被说成 是真正的圣徒宗教的本质部分 基督为我们舍弃了自己 这是伟大之举 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 被指责为缺乏热心 强调我们的宗教 更多地取决于感情的说法 好如烟海 我只引用了其中的一些 否定这一点的人 也可以放弃他们的圣经 并且根据他们 对宗教性质的判断 获得其他规则 五 爱是感情之首 爱是一切其他感情的 源泉和之首 我们赐福的旧主 在回答律法师的问题时 证明了这一点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伟大的呢 使徒保罗也反复指出这一点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诗篇时也说 爱是完全律法 加拿太书 五点十四分也说 因为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此外 我们在提摩太前书 一章五节读到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的从清洁的心 和无亏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生出来的 保罗还说 爱是宗教中最伟大的东西 是宗教的核心 没有爱 最伟大的知识和它的馈赠 最冠冕堂皇的表白 事实上 宗教生活中的一切 都是空的 无价值的 正像哥林多前书 十三所证明的 它是源泉 一切善都从它开始 这种爱包括灵魂 对上帝与人的 全部虔诚的期待 当灵魂这一爱好 有意识地 努力接近上帝时 它便成为感情 或者深情的爱 这是动态的 炙烈的爱 当耶稣谈到 用我们全身心去爱上帝 像爱我们自己 一样爱临人时 他把这种爱 描述为一切宗教之和 这种爱是 先知们的律法所思想 所描述的一切之和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作为一切宗教之和 圣经的种种内容 正在排斥心灵的习惯 或者运作 不过 从圣经的这些内容看 一切真正宗教的 本质在于爱 这一点是 真切分明的 这种圣洁的感情 和趋向这种感情的 习惯性倾向 恰恰是真正信仰的 基础的全部成就 因此 真正宗教的主要内容 在于感情 这是显而易见的 爱并不只是感情之一 它是第一位的 和首要的感情 是其他感情的力量 由爱引起对那事物的增 这些事物 与我们想要爱的东西 相对立 或者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相对立 爱与增取 绝于那些感情的前后关系 如 在场或者不在场 确定的或者不确定的 可能的或者不可能 正是爱与增 引起一切其他感情 如期待 希望 恐惧 欢乐 悲痛 感激 气氛等等 一切其他宗教情绪 都来自对上帝 这种动态的 充满深情的 炙烈的爱 由它产生 对原罪强烈的憎恨 恐惧 以及对上帝愤怒的畏惧 从它也产生了 对上帝仁慈和尊贵的感恩 对上帝仁慈的 临在的欣喜 对上帝 为现身的悲哀 当我们期待它时 我们对上帝 满怀欣喜的希望 对上帝的荣耀 炙烈的赞美 同样 从对人炙烈的爱 将产生对人类 一切其他善的感情 六 神圣的感情是 圣经圣徒的特征 让我们列举 三个著名的圣徒 他们已经表达了 自己内心中 这种感情的现实性 第一个是大卫 一个完全符合 上帝心意的人 诗篇为我们描绘了 他们信仰的 一幅逼真的肖像 大卫圣洁的诵歌中 向我们表白 他前程圣洁的感情 是如何表达 和培养出来的 这些感情 传达了他对上帝 公顺而赤裂的爱 对上帝恩御的 至善至美 和奇迹的赞美 他全身心 如饥似渴地追寻上帝 在上帝那里 享受无穷的快乐 对上帝伟大的善行 抱以甜美温柔的感激 由于对上帝感恩戴德 和全身心的信仰 因而灵魂 获得了神圣的成就感 和胜利的喜悦 诗篇也表达了 大卫对地球上的 杰出人物圣徒的爱 在他们那里 感受到的喜悦 还表达了他对圣经 和圣灾仪式 忠心的喜爱 他为自己和他人的原罪 感到悲哀 他表达了 对上帝赤裂的热忱 也表达了他对上帝 及其子民的敌人的憎恶 大卫的诗篇 充分表达了圣洁的感情 诗篇中的大卫 并不仅仅以个体的身份说话 作为以色列诗篇的作者 他也表达了教会爱慕 和敬仰的领导者 上帝和基督的预见 因此 诗篇的许多内容 都是以人格化的 上帝的名义讲话 在诗篇的其他部分 大卫也以教会的名义讲话 第二个范例是使徒保罗 首先 他是被选定担负基督重托的 非犹太人 他是主要工具 在这个世界上倡导 并且确立基督教 清楚地展现 一切时代教会的教会 福音辉煌的权益 因此 某些人认为 他是不朽的基督 最杰出的仆人 这是不恰当的 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 显然 他在使徒书中 表达的信仰 恰恰是这种圣洁的感情 他所有的自我表白 都是激动的 目的明确的 完全沉浸在 对恩欲的主的爱之中 他珍重一切事物 生怕遗漏了 关于基督至善至美的知识 实际上 他珍重他们 是为了赢得上帝 除非他们的垃圾 他说 自己被神圣的感情所淹没 这促使他前进 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 保罗的使徒书 充分表达了 对基督子民 发自心底的爱 充沛的爱 以及深沉温柔的爱 他也谈及 发自心底里的爱 对他人诚挚的关怀 他表达了 对他人怜悯和仁慈的同情 他表达了 对他人内心痛苦的关键 他说到 他的灵魂 与他们的剧烈冲突 他谈到 由于内心深处对犹太人的同情 因而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悲哀 他也说到 他的嘴对哥林多的基督徒是张开的 他的胸襟对他们是宽宏的 他经常谈到充满柔情和持久的期待 保罗也表达了欢乐的感情 他谈到他享有极大的欢乐 他的欢乐和他的欢喜 他极度的欢喜 以及他充满了舒适而强烈的欢乐 他也说到 自己永远是欢乐的 他自己灵魂的胜利 他在磨难中的荣耀 菲利比书1点20分 也表达了希望的感情 他说到 他最热切的期待和希望 他同样表达了圣洁的极度感情 保罗归一后的全部历史 都展现了对主的事业 主的教会的 繁荣的强烈热情 结果他坚定地参加了持久 浩大的劳动 以教会 规劝 警戒 评说他人 与他们一道感受出生的阵痛 他和无数强有力的敌人发生冲突 这些敌人不断反对他 他描述与公国和列强进行斗争 他谈到参加面前的赛跑 尽管艰难困苦重重 仍然奋力向前 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非常疯狂 他那如全的眼泪 进一步证明他的感情内容 在哥林多后书 二章四节和使徒行传 二十章十九节中 他谈到他的许多眼泪 在诗句三十一 他说 他的眼泪日以继夜地流淌 如果任何人考察 圣经中记载的 这位伟大使徒的履历 却没有看到他的宗教更多地存在于感情中 这便是有意视而不见 好像一个人 为了看不见射在他脸上的光 而闭着眼睛 我也说说使徒约翰 他也是一个范例 作为一个被人们爱戴的信徒 他是十二个信徒中 与主最亲近 最受爱戴的人 他被获准享有最大的特权 在耶稣变容时 他是与耶稣同时 临在渔山上的三个人之一 他承担贾拉斯之女美玉之职 当他在花园里感到极度痛苦时 耶稣带着他一道走了 他也是使徒保罗 基督教三大支柱之一 谈道的人物之一 然而 他之所以注明 首先是因为 他在最后的晚餐时 靠在耶稣的胸前 他是基督选定的一名信徒 在末日审判时 耶稣将向他展示 对基督教会的豁免 启示录中有这样的说明 他是被选定议定 新约全书 正经和整部圣经的人 学者们从他的作品中 显然已经看到 约翰是一个人 有十分丰富的感情 他的谈徒 表达得最体贴 最有同情心 他们不是别的 只是最热烈的爱 仿佛他完全是有 温柔圣洁的感情构成 我们不能帮助人们 看到充满他作品的感情 七 主耶稣基督有 最温柔体贴 最深情的胸襟 耶稣基督有一颗 最温柔 最深情的心 他是牧羊人 羊群追随着他 他的美德表现为 圣洁感情的运作 他是最奇妙的 爱的典范 对主和人的爱 永远体现为热情 活力和力量 当他更认真地祈祷 奉献大声的哭泣和泪水 在血与泪中搏击时 这些感情 使他在激烈的斗争 和极度痛苦的冲突中 取得胜利 他行使圣洁的爱 产生的力量 比死亡更加强大 在他进行伟大的斗争时 他极度惊恶 他的灵魂极度痛苦 甚至到死时也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征服了恐惧和悲伤 等属血气的感情 在他的生命旅程中 他也表现得深情依依 诗篇69 表明他有极大的热情 我为你的电信力交集 如同火烧 他为人的原罪感到悲哀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当他想到原罪和不信神之人的苦难 他为之哭泣 当他展望耶路撒冷城和城中的居民时 他哭道 哦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杀死了先知们 向他们投掷石块 而他们本是赏赐给你的 我是何等频频地把你的孩子聚集在一起 像母鸡把他的孩子收拢在翅膀下一样 而你却没有 我们也读到基督最诚挚的期望 我很愿意在受害之前 和你们吃这鱼月节的筵席 我们在基督那里也经常看到同情或者怜悯的感情 他常常被怜悯所动 这当玛利亚和马大来到他面前向他哭诉 为他们兄弟之死哀痛时 他是何等温和呀 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 他与他的十一个门徒进行最后的临终谈话 他告诉他们 他要去了 并且预言 他去了以后 他们在世界上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遭受极大的苦难 他像对待自己小孩子那样 安慰他们 向他们提出忠告 他把他的圣灵遗赠给他们 同时 他把他的宁静 舒适和欢乐赠给他们 以此作为他最后的意愿和遗嘱 在第十七章结尾 他为他们和他的整个基督教会 做情深意切的代理祈祷 所说的一切都被写出来或者表达出来 这似乎是最深情 最感人的 八 天国的宗教主要由感情构成 毫无疑问 天国有真正的宗教 真正的宗教是最纯净 最完美的 按照圣经的看法 那种超凡状态的表现 主要在于圣洁 强大的爱和欢乐 这些表现是在最炽烈 最崇高的赞美中被给予的 因此 天国中圣徒的宗教 与凡间圣徒的宗教 是同一个东西 即不可言说的 充满荣耀的爱与欢乐 我们在经验上的确不知道 在肉体之外 或者在荣耀的肉体中的世界 爱与欢乐究竟意味着什么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这种体验 但是 凡间的圣徒的确知道 灵魂中圣洁的爱与欢乐 可能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 欢乐与在天国中 体验到的相同 因为凡间圣徒的爱与欢乐 只是天国的光明 生活和赐福的开端和曙光 现在 只是程度和环境不同而已 圣经的许多内容 都能证明这一点 如真言四章十八节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六章四十节 四十七节 五十节 五十一节 五十四节 五十八节 约翰一书 三章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八至十二节 因此 尽管天国圣徒 与凡间圣徒的 爱与欢乐程度 与环境都不同 但是 若假定天国圣徒的 爱与欢乐如此不同 因而 不是感情 则是不合理的 我们不相信这种假设 因此 天国的宗教 也主要在于 圣洁的爱和欢乐 而且更多的是 在感情方面 这条认识事物本质的道路 直通到那个地方 在那里 可以发现 事物的纯净与完美 如果我们想要看到 金字的本质 不是在天然矿石状态中 而是在 它被冶炼之后 才会看到 如果我们想看到 并且理解最完善的 真正的宗教 不能在它有缺陷时 或者在混合状态下 看到它 理解它 每个真正虔诚的人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因为他们 在这里是生人 他们属于天国 他们生自天上 天国是他们的家园 因此 在他们之中 真正的宗教原则 是传递天国宗教 他们的恩典 就是上帝的荣耀 上帝使他们 与那个世界一致 从而使他们 适合那个世界 九 上帝的圣灾仪式和职责 是真正宗教的手段和表现 首先 我们列举祈祷的职责 显然没有人要求 我们履行这一职责 以表明上帝的完美 威仪 圣洁 仁慈和一切完满 我们的自私 空虚 衣服和无价值都表明 我们是多么微不足道 尽管我们想要做 并且渴望做一切 然而上帝号召我们祈祷 以便用我们表达的东西 感动我们的心 这样便为我们 得到我们所祈求的恩赐 做好准备 由于我们对上帝的崇拜 千功和敬畏 因而我们的姿态和行为 又影响我们的内心 也影响他人内心的倾向 为上帝畅赞美诗的职责 在整体上 似乎就是用来激发 表达宗教感情的 除了这些东西 有打动我们感情的倾向以外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理由表明 为什么我们应该用诗文 而不是用散文和音乐 向上帝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 我们看到 上帝指定的圣礼仪式 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我们的精神状态 上帝不仅命令 应该告诉我们一些伟大的事件 如耶稣的福音 和他为人类赎罪 而且他也用圣经教会我们 因此他在圣礼仪式上 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迹象 以便使他们能够更深地感动我们 圣洁的事物为人的心灵和感情 留下的印象 显然是上帝规定的 伟大的 主要的方法之一 上帝就是运用这种方法 把圣经传达给人类 上帝馈赠圣经的目的 不是我们只对他进行正确的评论 注解 并且拥有其他一些优秀的神学著作即可 尽管他们有助于我们 更充分地理解圣经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伟大的倾向 能够影响我们的内心和感情 在步道时 上帝指出 如何详细有效地把他的话 用于人类 他相信有一种适宜的方法 这就是用信仰的重要性 和需要拯救的重要性感动 有原罪者 因此 步道强调指出上帝规定的条款 是何等荣耀 何等充分 他也用这来激励圣徒纯净的心灵 常常把真正宗教的伟大之处 带回他们的记忆 以此激活他们的感情 上帝用这种方式 把这种完美教会的来龙去脉 放到他们面前 基督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基督的身体在爱中长成身量 这时 基督强调爱与欢乐 这两种感情 保罗在教会提摩泰 并向他提出忠告时 涉及这位牧师的工作 保罗通知他 圣经的伟大目的是爱 他将宣讲这一目的 上帝也用步道 来增进圣徒们的欢乐 因此牧师被称作 他们欢乐的帮助者 十 心刚硬是原罪 内心的圣洁 或者真正宗教的圣洁 主要在于心中的感情 因而 圣经始终认为 心的刚硬是心的原罪 基督为犹太人感到悲哀和沮丧 因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人为自己招致天前 因为他们的心刚硬 人竟硬着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 由于他们的心变得刚硬 因此 以色列家不服从上帝 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 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原来以色列 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 在荒野中的这一代人的 邪恶与反叛 被归咎于 他们的心刚硬 心刚硬阻止西底家归医主 他却背叛 强向硬心 不归服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当人们反对耶稣 对抗基督教时 也提到同一原则 有些人 心里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 毁谤这道 上帝 常常把人 放在原罪的力量 和他内心的腐化面前 上帝使心 变刚硬的说法 表达了这一点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谁就刚硬 主教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 保罗似乎说过 一颗邪恶的心 背离了活的上帝 与一颗刚硬的心 是同一东西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里 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上帝在皈依 或者把一个人 从原罪的力量中 解救出来 所做的伟大工作 也是以这种方式 表达出来的 正是上帝 从他们肉体中 除掉石心 赐给他们肉心 一颗刚硬的心 显然只没有感情的心 或者善良的 感情不能使之所动的心 它像石头一样 给人的印象 是没有感觉 麻木 冷漠 坚硬 因此 一颗刚硬的心 被称作铁石心肠 与有情感 感觉 可被触动 可被打动的肉心 截然相反 我们在圣经中 能够读到 刚硬的心 和温柔的心 无疑我们 把它们看作机会 一颗温柔的心 很容易 给人留下 这样的印象 它总应该 做什么东西 所感动 不是吗 上帝称赞约西亚 因为他的心 是温柔的 我指着这地 和地面上的居民说 我要把这地 变为荒场 你要受到诅咒 你便心里敬服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 我应允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们应该像小孩子一样 在属灵的 圣洁的事物中 有一颗温柔的 容易动感情的 受感动的心 从其他经文 可以清楚地看到 新的刚硬意味着 它没有感情 我们被告知 鸵鸟对幼崽 没有天然的感情 它忍心带除 似乎不是自己的 虽然徒受劳苦 也不畏除惧怕 同样 一个人的心 不为危险所动 也被描述为 它的心变刚硬 长存敬畏的 变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由于圣经里面 刚硬的心意指 某人没有前进的感情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 它与原罪 和内心的腐败之间 惯常的联系 相比之下 内心的恩欲和圣洁 在很大程度上 将导致虔诚的感情 而且容易受 这种感情的影响 学者们一般都同意 原罪根本上是消极的 剥夺了人们圣洁的基础 如果原罪主要在于 心刚硬核 缺乏虔诚的感情 那么纯洁 显然就是拥有 这些虔诚的感情 但是我并没有说 一切感情都展示出 一颗温柔的心 因为憎恶 愤怒 骄傲和其他自私的 自我炫耀的感情 极大的展现了 新的刚硬 显然 新的刚硬和新的温柔 都是一些表现 与情绪相关 它意味着 心容易受到反对的影响 或者面对反对 而关闭自己 稍后我将进一步 讨论这一点 最后的结论 总而言之 我认为 真正的宗教 主要在于感情 这是显而易见的 也是得到充分证明的 并不是这些证据证明 内心中真正神圣的宗教 完全与感情的 总合成比例 因为 在地道的圣徒中 更多的是情绪 它不是属灵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的宗教感情 常常是混合的 这一切都不是来自恩欲 而是来自天性 既然感情并不起约于肉体 那么肉体状态 也许更多地 对当前的情绪产生影响 因此 宗教生活的水平 也许由习惯的稳定性 和强度来判定 而后者 是在感情中运作的 这种习惯的强度 并不总是 与外部的效用 和迹象成比例 但是 宗教显然主要 有感情组成 如果没有圣洁的感情 就没有真正的 信仰的心 如果善的悟性 没有任何光源 就不会产生圣洁的 内心感受到的感情 因此 我们将根据这一命题 做进一步的推论 首先 要认识到 抛弃一切宗教感情 把它作为 没有任何可靠的 或者实体性的东西 是何等严重的错误 这在当今 似乎非常普遍 它仿佛是 对许多人的反动 在伟大的复兴运动期间 这些人过分夸大 他们情绪的 强烈程度 和热忱的热度 当另外一些人看到 他们强烈的情绪 毫无结果时 他们就反叛了 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 三 四年前 这种感情 颇为流行 但是 他们使一切宗教 陷入混乱 实际上 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 没有任何宗教感情的那些人 处于精神上的死寂状态 总得来说 神圣灵对他们的心灵 没有强有力的 迅速的 拯救性的影响 如果一个地方 除了情绪主义以外 无任何其他东西 这个地方 就不可能 有真正的宗教 同样 没有宗教感情的地方 也没有真正的宗教 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心必须有悟性之光 也必须有热情 因为心有热而无光 那么在心中 便没有任何圣洁 或者超凡的东西 另一方面 有光而无热 诸如脑海中 充满概念和思辨 但是 又拥有冷漠 而无感情的心 那么在那光中 也就没有任何圣洁的东西 这类知识 根本不是对圣洁事物 真正属灵的认识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 宗教的伟大 宗教将影响心灵 如果人们不受极其伟大 重要 辉煌事物的影响 那无疑 意味他们是瞎子 贬低一切宗教感情 是使人心变刚硬的途径 也是激发他们的愚蠢 和麻木的道路 只要他们继续活着 这会使他们处于 精神上的死亡状态 最终 把他们带入永恒的死亡 因此 当今反对宗教感情的流行的偏见 有非常可怕的影响 他使有原罪者的心 变刚硬 足以许多圣徒的恩欲 使一切都处于麻木 和无感情状态 鄙视和大声反对 一切宗教感情 是使心和一切宗教隔绝 并且毁灭灵魂的 必由之路 那些谴责他人心中 慢心感情的人 自身肯定没有这种感情 总之 那些几乎没有宗教感情的人 也没有宗教可言 其次 如果真正的宗教主要在于感情 那么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激发这种感情 有助于我们在祈祷和赞美时 崇拜上帝的种种书籍 各类对圣经的宣讲 一切礼拜仪式都要受到鼓励 因为他们有助于深深地打动 从事这些圣事的人的内心 但是要是祈祷和步道御用无感情方式 并不能激起这种感情 确切地说 它令人作呕 只能产生不愉快和轻视 第三 如果真正的宗教主要在于感情 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 我们无言面对上帝 这种伟大信仰并没有对我们产生太多的影响 我们上述所说的情况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我们拥有的真正的宗教太少了 因为上帝已经赋予人类感情 同理 他也赋予人类灵魂一切技能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为人的主要目的服务 这是上帝为他创造的伟大的职责 即宗教的职责 我们发现 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动感情 只有在宗教上除外 当宗教进入他们的世俗利益 他们外在的快乐 他们的荣辱毁育 他们的自然关系时 他们才有温馨的感情和炽烈的热情 在这些东西中 他们的心是温柔敏感的 容易受感动的 有深深的印象 有更多的关切 更全神贯注 他们为世俗世界的损失忧心忡忡 为世俗世界的所得欢喜若狂 然而 绝大多数人 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伟大事物 却如此的麻木 无动于衷 他们的感情何等麻木 他们的爱是冷漠的 他们的期待没有活力 他们的热情低落 他们的感恩 屈指可数 他们怎能坐下来 聆听在耶稣基督之中的上帝之爱的精深博大 他的至亲之子奉献的礼物 为人类的原罪而牺牲自己 他们如何能够如此冷漠 世事漠不关心 我们怎么能够假定 使睿智的创造者 以这种方式灌输这种感情的官能 一切相信 这些东西为真的基督徒 怎么会认识不到这一点 如果上帝明智地用这种方式创造人性 那么为什么滥用我们的感情 除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外 我们基督徒还能找出任何值得我们 用全部感情做出反响的东西吗 什么东西能够比他更使我们感动 面对肉身的 无限仁爱的 仁慈的 富有同情心的 垂死的耶稣基督 赐福的主的荣耀和美 济润自己的光泽 耶稣的种种美德 如谦卑 忍耐 温顺 谦功 服从 爱与怜悯 都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显现 从而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感情 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原罪有何等可怕的结果 我们的救世主 就是为我们赎罪而受难 在耶稣受难时 我们通过最感人的方式 看到了上帝对原罪的憎恶 他的愤怒和审判 由于我们看到他的正义和愤怒 因而我们认识到 我们的原罪必须经受死的惩戒 什么原因使我们谦卑至死 因为我们不受感动的时候 比受感动的时候多 第二部分 宗教感情如何被错误的评价 一 宗教感情的强度 根本无法证明 读了前一部分叙述的内容以后 一些人同样有可能原谅自己 并且说 我不与那些没有宗教感情的人为伍 因为 当我思索宗教的伟大现实时 经常深受感动 不过 他不应该假定 他的确拥有宗教感情 我们不应该抵制一切感情 好像真正的信仰 不是由他们组成 同理 我们也不应该无条件地赞同他们 从而对每个人说 只有在宗教上受到感动 才会拥有真正的恩典 浸润圣灵拯救的恩责 因此 让他由此而断定 我们完全有必要 对种种宗教感情加以区分 在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时 我想在本书其余部分做两件事 一 我想列举那些东西 当我们判断宗教感情的可靠性时 我们不能把它们作为证据 我们要历界根据错误的证据判定感情 二 我想看看 宗教感情以什么方式才是属灵的 恩典的 这些方式 如何与那些非属灵 非恩典的方式区别开来 我也将讨论如何识别 认识真正的宗教感情 在这一章 我们首先说明 真正的宗教感情 如何通过某些方式被错误评价 宗教感情的强度 根本无法证明 一些人准备谴责一切强烈的感情 当他们看到 人们把自己的宗教感情提到很高的水平 他们立即便怀有成见 为家思索 便宣布这些感情是幻觉 但是如果真正的宗教深深地扎根于宗教感情中 那么在真正信仰的丰富属性中 便有伟大的感情存在 比如爱是一种感情 哪个基督徒敢说 人们不应该热烈地爱上帝 爱耶稣基督 有谁敢说 对原罪不应该深恶痛绝 不应该为他多受磨难 我们从上帝那里蒙受恩惠 我们莫非不应该对上帝感恩戴德吗 我们莫非不应该追寻上帝 追求圣洁的生活吗 谁能满足于他的生活现状 声称 我不需要谦卑 我的一切无懈可击 一旦认识到 为我们受难的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爱 谁还能继续无动于衷 谁都不会真的相信 对上帝的这种感情 会导致真正宗教的毁灭 当文本谈论享有不可言状的快乐 以及充分的荣耀时 我们的文本坦率地说出了 伟大高尚的感情 其实这是最完美的表达方式 显然 圣经经常要求我们运用最强烈的感情 在律法守戒中 积聚了这些表达方式 尽管那些话不足以表达 我们爱上帝究竟有多深 你要尽心尽兴尽 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圣徒们受命履行高度的快乐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应当欢喜快乐 在诗篇中 圣徒们受命用他们的心 用主的道上升华的心赞美上帝 用他们的灵魂赞美主 唱他的赞美诗 谈论他辉煌的业绩 宣布他的创举 我们在圣经中发现 最杰出的圣徒 常常公开承认自己强烈的感情 诗篇的作者谈论他的爱 仿佛爱是不可言说的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同样 他对原罪表示了强烈的憎恶 耶和华呀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弦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他也表达了对原罪强烈的懊悔 他说 他的原罪像沉重的担子一样 是他的投足道力 这担子对他来说 确实太沉重了 他谈到 他整日呼喊 他的水分改变了夏日的干旱 他说 他的骨头仿佛被悲哀压碎了 他经常最充分地采用 可以想象到的 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表达强烈的属灵的渴望 例如 他谈论他的渴望 他灵魂的饥渴 仿佛干裂的大地一般 那里没有水 在那里 他的悸动 他的肉体 他的内心都在哭喊 因为他的灵魂 已经被长长的渴望打碎了 对于其他人的原罪 他表达了极其强烈的悲痛 我的眼泪流成河 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在诗篇 五十三 他说 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 就怒气发作 犹如火烧 他也表达了极度的快乐 耶和华呀 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 因你的救恩 他的快乐何其大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和你所熟救的我的灵魂 都必欢呼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赞你 我还活的时候 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耶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因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的翅膀樱下欢呼 使徒保罗表达了强烈的感情特性 出于他内心的极度痛苦 他对他人的善表达了同情与关注 他在热切渴望的期待中 有伟大 热烈 丰富的爱 他欢乐 以及 他谈论自己灵魂的欢快和喜悦 他热切的期待和希望 他丰富的泪水 频频谈及他的灵魂 在怜悯 悲哀 热切的期待 圣洁的极度和赤烈的热忱中 做出的种种艰苦努力 这些我们已经谈了不少了 这里不再赘述 同样 施行者约翰表达了极大的快乐 据说 那些用油涂抹耶稣身体有福的妇女 在耶稣复活时 表现出强烈的感情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常有这样的预言 人间未来的幸福情景是 上帝的教堂将有无穷无尽的欢乐 耶和华啊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丽行走 他们因你的明终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实际上 由于诸多欢乐是耶稣福音的硕果 所以 天使们把这种福音称作所有人的 伟大的 欢乐的佳音 天上尽善尽美的圣徒和天使 注视并且陈思主的业绩的至善至美 这时 他们深受感动 他们的爱是地道的天堂之火 仿佛是他们的欢乐和感恩的伟大和力量 他们的赞美被描述唯涛声和惊雷 因为他们完全是对伟大的上帝之爱 做出的反响 这些例子表明 宗教感情是强烈的 因为人们有热情而谴责他们 假定他们的感情只是情绪的极大的错误 另一方面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真正的宗教感情的强度是多少 显而易见 从圣经 我们确实可靠地知道规则来看 强烈的感情也许不是属灵的 拯救的 使徒保罗担心 加拉太叔崇高的感情 一直徒劳运作 因而一无所获 他问道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那时 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 给我也都情愿 在第十一句中 他告诉他们 他为他们担心 唯恐在他们身上枉费功夫 同样 以色列的子民看到上帝在红海为他们创造的奇迹 身为上帝对他们的恩惠所感动 他们为上帝唱颂歌 不过 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的业绩 当他们在西奈山看到上帝本人在那里创造的奇迹时 他们再一次被深深感动 他们自信地回答说 我们谨尊主的一切旨意 我们心悦成福 但是 他们的热情和感情的表现消失得何等快啊 他们竟然那么快就被信弃义 追逐其他的神 为他们的金毒欢呼雀跃 按照约翰福音的作者的观点 使乞丐死而复生的奇迹感动了一大批人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 人群喧闹起来 他们割断棕榈树枝 把他们撒在路上 他们吹捧耶稣 仿佛他脚下这片土地 还不配坐他的胯下之驴 事实上 他们脱掉他们的长袍 把他们扑在路上 大声哭喊 何散娜归于大魏王的子孙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的何散娜 他响彻整个城市 人声鼎沸 这里是惊天动地的哭喊声何散娜 致使法利赛人惊呼看啊 世人都随他去了 然而 在当时 基督只有为数不多的真信徒 这种庆典消失的何等快啊 还是这个耶稣 当他被捆绑着站着 身着紫袍 头戴金冠 受尽嘲弄 被人唾骂 鞭挞 谴责 除死时 这一切都消失了 死去了 事实上 在人群中也有人向他大声喊叫 就像以前发生的那样 不过内容却完全不同 不再是和散娜 和散娜 而是钉死他 钉死他 所有的政教思想家一致同意 宗教感情也许被拔到了过分的高度 但是 这不是真正的宗教的证明 二 肉体的感情不是真正感情的证明 一切宗教感情 确实会以种种方式影响身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身心统一的本质就是 对心灵产生的活生生的 强有力影响的东西 也会对肉体产生同样的影响 但是 肉体强烈的反响 并不能证明感情是属灵的 另一方面 我不知道有什么标准能够证明 奔点的圣洁的感情 不会对肉体产生影响 我看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 对上帝荣耀的体验 为什么不会使肉体变得软弱 在属灵的感情中 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我们在基督徒的著作中 看到了这种力量 也看到神圣灵的力量 是其中的力量之魂 以及它的力量 在其中有效的动作 相比之下 人的本质是软弱的 圣经中所描述的 血肉之躯极其软弱 它尤其被描述为 不适合伟大的 属灵的 超凡的动作和实施 我们正在讨论的文本 涉及不可言说的 充满荣耀的欢乐 当一个人 思索人的本质 和感情的本质时 他情不自禁地看到 这种不可言状的 荣耀的欢乐 对于我们人类 软弱的肉体来说 太强大了 简直势不可挡 其实没有任何人 能够看到上帝 也没有任何人 能够获得永生 在谈到强烈的宗教情绪时 诗篇的作者 谈到他们 对他的肉体或者身体 以及灵魂产生的影响 我羡慕可想 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像永生的神欢呼 这是对心灵与肉体 做出的明确区分 同样 在诗篇63比1中说 我要切切地追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先知 哈巴谷谈到 他的身体 与上帝的威严感所折服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颤 鼓中腐烂 我在所力之处战惊 诗篇的作者 也专门谈到 他肉体的战惊 我因懼盼你 肉就发抖 我也盼你的叛语 世俗世界常常赋予上帝荣耀的观念 他们有一种倾向 就是使身体折服 这在圣经中是十分明显的 例如 在先知 但以理和 使徒约翰那里 也有这方面的描述 但以理说 我见了这大异象 便深深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力气 使徒约翰 就他所得到的启示如是说 我一看见他 便涂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结果 对上帝的临在 与荣耀的体验 使他们大为感动 他们的灵魂被吞没 他们的肉体被折服 我认为 他们是草率的 因为他们表明 也不愿意 把对他本质中 荣耀和威严的相似体验 赐予他的任何一个圣徒 在我离开这一主题之前 让我们再看看 圣经经常明确地 使用肉体的影响 以表达圣洁属灵的感情的力量 发抖 可想 成病 切目 悸动 神亡 也可以说 为了描述感情的程度 这些章节使用形象化的表达 但是 我希望 所有的人都同意 他们是适宜得当的形象 神圣灵 就是用他们描述 属灵的感情的强烈体验 我不相信 这种畸形的体验被误认为是错误的感情 是魔鬼的欺骗 三 许多流畅 赤裂的谈吐 也不是证据 有许多人 对他人流畅 赤裂的谈吐 怀有极大的偏见 他们选择那些 口若悬河的人 违法利赛人 夸夸其谈的伪君子 另一方面 有多人一看到这些说话者 便立即无知 愚蠢地相信 他们是上帝真正的子民 属于圣灵拯救阴急的范围 他们说 剑谈是新创造物的重要证据 他们表明 这种人的嘴现在是张开的 他们习惯于 慢条思理的讲话 但是 现在他们热烈自由地谈吐 他自由地敞开心扉 显露他对上帝的赞美 如行云流水般自如 然而 他们过分相信这种证据 他们的结论 没有表明任何判断 只是对事件的暂时的体验 稍后我们将充分地表明这一点 对于这些人来说 相信他们的智慧和辨别力 而不相信圣经是一个错误 因为尽管圣经有大量的规则 既有我们如何判断自身状态的规则 也有在他人面前如何举止的规则 但是 却没有任何判断情绪所依据的规则 人们常常喜欢试探宗教 这也许出于有益的原因 也许出于有害的原因 人们的心充满非常丰富的圣洁的感情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此外 他也许是因为人们内心充满宗教感情 而这感情并不圣洁 他完全取决于感情的性质 这种感情是聚集在施洗约翰和耶稣周围的人群的热情 他仅仅意味着他们的情绪被搅动起来 仅仅是瞬间的事 如此说来 一个人可以口落悬河地谈论他自己的体验 然而 这往往是一个更糟糕的迹象 而不是好兆头 他像一棵树 枝叶繁茂 却难得见到果实 或者他像一片云 虽然给人土降甘霖的指望 却只是一阵风 掠过干燥饥渴的地球 圣灵经常用这样的信条 描述宗教在纯语言上的展示 他们在生活中不具有真理性 空夸赠送礼物的 好像无语的风云 强烈 虚伪的感情比真正的感情 更喜欢自我表白 虚假的宗教本质 恰恰是爱炫耀的 外露的 就像在法利赛人那里表现出来的一样 四 被强加的情绪不是证据 那时候 有许多人谴责 一切有刺激作用的感情 说他们是不可能被证明的 这些感情 似乎并不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力的自然结果 某种外在的超自然力量 似乎对圣灵之间的力量 和动作的敏锐感受 近年来受到多少人的谴责和奚落呀 他们表明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神圣灵以一种寂静的 秘密的 看不见的方式运作 所以 在神圣灵的影响 和我们心理观能的自然动作之间 无法做出任何区分 由于人们忽略了恩典指定的手段 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改进 一而期待 获得神圣灵拯救的恩责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不合理的假设 期待神圣灵拯救恩及他们的心灵 却不运用这些手段 也是情绪性的 圣灵运用不同的手段和环境 有时以更神秘的 渐进的方式运作 有时从比其他时候 更小的起点运作 这无疑也是事实 但是 如果确实有一种力量 完全与我们的力量不同 并且超越了我们的力量 那么假定这完全是外在地产生的 是不合理的吗 如果恩典确实是某种强有力的 有效的 外在的动力 或者如果神圣的力量 在我们之外 那么假定 它可能并且将在这些主题下动作 为什么不合理呢 它像它显现出来的那样奇怪吗 内心的恩典 若不是由我们的力量产生 不是我们属血气的能力的结果 也不是出自任何手段或者工具 只是全能的圣灵的产物 而恩典又应该发生 这不是很奇怪 而且无法说明吗 圣经尊尊教会我们 灵魂的恩典完全受上帝力量的影响 因而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新生 复兴 创造 或者被带出虚无 我们习惯上用这些隐喻证明 上帝无边的力量 这些力量是极其丰盛的荣耀 显示无限浩大的能力 但是在这些例子中 什么地方表明 全知全能的上帝 秘密地完成了这些伟大的业绩 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圣经来判断 上帝采取行动 仿佛经常是难以被人觉察的 因此 人对他的依赖也许更为明显 没有任何肉体因他的临在而荣耀 独有耶和华被遵从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而不是出于我们 这就是基督的力量 如何在我们的软弱之上显现出来 他宣称 只有他的手能够拯救我 基甸人和哥利亚之前的大卫 证明了同一原则 大卫总是使这个世界的哲学家思想混乱 在《以福所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 使徒保罗谈到上帝开启基督徒的心智 因而使他们相信基督 目的是使他们知道 他的能力对于相信他的人来说 是何等浩大 引文如下 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使你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于是保罗谈到 在他们的启蒙和有效的感召中 他们服从上帝的能力 这时他表明 全部目的仅仅是他们凭借亲身体验 认识上帝的能力 如果圣徒凭借体验 认识到这种能力 那么他们就会感觉到他 自觉地把他与心灵的自然动作区分开来 他们自己的心灵 与上帝如此秘密的 难以觉察的运作不一致 因而不能证明 他们完全服从外在的力量 由于感情不是来自个人本身 若是由此断定 感情不是来自神圣灵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不过 严格说来 若感情不是由那些受感情左右的人产生时 或者感情以某种不可言说的方式 在他们的心灵中产生时 我们根本无法证明 感情是对上帝的感情 也有一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嗜好阐明这一论点 当谈论他们所体验到的东西时 他们说 我肯定 我自己无法虚构它 它并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发明和努力的结果 当它到来时 我并没有思索它 如果它给予我整个世界 尽管我喜欢它 却不能再重复它 因此 他们相信 他们所体验到的 必然来自圣灵 因而必然拥有拯救的价值 他们这样做是下意识的 没有适当的理由 因为它也许是其他精神 并不能由此断定它是神圣灵 因此 有人规劝我们要测试这种精神 人们的心灵中 也许有一些印象 不是自己的心灵产生的 也不是邪恶的精神产生的 悟您说 是由圣灵产生的 然而 这些印象没有拯救价值 只是圣灵的普遍影响而已 这也许是那些人的体验 我们读西伯来书时 曾经看到过这些人 那些已经蒙受光照 尝过天恩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是全能的人 他们依然完全不知道 伴随拯救而来的更好的东西 5.圣经的经文 圣经带给心灵的体验 并不是恩典感情的证明 圣经的真理无疑 包含着真正感情的基础 并且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正感情的基础 不过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是骤然间的 非同寻常的记忆 情绪 无论是恐惧 希望 欢乐 忧愁 还是别的什么情绪 对圣经的反作用 本身并不是真正体验的证明 有些人认为 他们的情绪有拯救价值 尤其是这些情绪 促使他们怀有希望 欢乐 或者使他们享有愉快 或者欣喜的什么东西时 更是如此 他们据此证明一切都是好的 而且他们的体验 必然来自圣经 因而他们将表明 有种种甜蜜的承诺 来自我的心灵 他们诸然间出现 仿佛是说 给我一个人听的 我自己 不能把这经文 带到我的心灵中去 如下这类论点 最能够欺骗那些 没头脑的人 圣经是上帝之言 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因此 那些来自圣经的体验 必然永远是正确的 但是 我们应该记住 偶尔从圣经中产生的情绪 并不是来自圣经 不是圣经的真正成果 只不过是情绪上的东西而已 因而 由于我读 圣经时有某种情感 从而假定这些情感 必然完全正确 是错误的 至于诸如此类的体验 从圣经的纯净和完美能够证明 这种符合圣经的体验 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是所能证明的一切 为了骗了 邪恶也能够抓住圣经的文本 错误地使用它们 我们没有什么证据 能够证明这一点吗 这肯定是撒旦力所能及的 把声音和文字带进人们心灵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如果撒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那么他也有能力把圣经中的话 带进人们的心灵 从圣经文本中产生的情绪 与从无聊的故事和颂歌产生的情绪相比 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圣经的经文是这类圣物 以致魔鬼不敢滥用 或者染指他们吗 他敢斗胆在荒野之中 在各处 在高山之巅 在圣堂的顶上 向耶稣本人挑战吗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并不怕染指圣经 并且滥用它 实际上 他把一个接一个的圣经 带给基督 一是欺骗它 引诱它 那么在今天 他不可能继续用圣经的经文 以求欺骗人们吗 他可以把圣经的承诺堆积起来 不正当地运用它们 用它们在贫乏虚幻的罪人中 引起怀疑 或者巩固错误的欢乐和信仰 同样 腐败虚假的教导者 通过自己或者他人的破坏 可能曲解圣经 而且确实曲解了圣经 我们看到 他们如何随意运用圣经 以至于任何珍贵或神圣的经文 都能随意滥用 致使一大批经文永远毁灭 人心是欺诈的 像撒旦一样 人也会用相同的手段进行欺诈 显然 在阅读圣经经文时 任何人都能够从中体验到诸如希望 和欢乐一类的强烈的感情 其实 来自圣经的珍贵承诺 可能骤然间 以奇特的顺序明显地进入心灵 好像他们真的说过一样 不过 这并不足以证明 这些感情受到神的鼓舞 实际上 他们也许是撒旦欺骗的产物 我可以进一步观察 圣经可以激起人们欢乐的感情 甚至可以指出圣灵的某些影响 不过 在这样的体验中 仍然没有什么真正的拯救宗教的性质 因此 在传播者的道德说教中 有一些听众 被比作立场坚定者 他们怀着极大的喜悦聆听圣经 种子确实在生长 他们的感情展露头角 就像肥沃的土壤里 长出真正的植物那样 只有在后面的测试中 二者之间的差异 才会变得十分显著 那时将证明 在这些感情中 没有什么拯救的宗教 又 展示出来的爱 并不是真正的宗教感情的证明 许多人假定 有爱便足以证明 这种感情 是神圣灵神圣拯救的影响 他们表明 撒旦不可能爱 因为爱与邪恶相反 其性质是仇恨和敌意 所以一切爱 必然是真正的基督徒式的爱 这种爱终究比知识 预言 奇迹 甚至用人和天使的 腔调讲话更卓越 不是吗 当然 这是神圣灵荣耀之首 也是生命 本质 以及一切真正宗教之和 正是根据这一点 我们最适应天国 也最适应地狱和魔鬼 但是 这是一个贫乏的论点 因为它假定 不存在任何爱的伪造品 我要不厌其烦地指出 某些东西越是杰出 就越有可能被模仿 因此 假冒金银者 比假冒铁铜者多 还有许许多多 假冒的钻石和红宝石 但是 谁会造假的卵石 不过 越是杰出的东西 模仿它们本质的特征 和基本的属性 就越困难 模仿越是多变 把它们造成精致的仿制品 就需要做得更娴熟 更精妙 至少表面上如此 这也是和基督教的美德和荣耀 魔鬼和人欺诈的内心 倾向于模仿这些 有高度价值的东西 所以 没有任何荣耀比爱和谦卑 更容易被假冒的 因为这些是美德 真正的基督徒的美 最清楚地体现在这些地方 个人可以有宗教之爱 没有任何拯救的恩典 这一点在圣经中看得最清楚 耶稣说过 许多假冒的基督徒都有这种爱 但是他们的爱不会持续下去 因此他没有拯救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 没有把爱坚持到底的人 将不会得救 人们对上帝基督似乎有爱 甚至是强烈而热切的感情 却依然没有任何荣耀 许多无荣耀的犹太人就是这样 他们日夜追随耶稣 甚至废寝忘食 这些人说 主啊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们都追随你 并且哭喊 和善那 大魏王之子啊 使徒保罗似乎暗示 在他的时候 有许多人对耶稣的爱是假冒的 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希腊文的最后一个词意指不符 他表明 使徒保罗意识到 有许多人对耶稣的爱不纯净 或者不是属灵的 因此 基督徒对于上帝子民之爱 也可能是伪造的 圣经可以证明 有人有这种强烈的感情 却没有拯救的恩典 跟从使徒保罗的加拉太人 就是这样 他们说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 献给他也情愿 保罗表明 他担心他们的感情毫无结果 他的心血会复制东流 七 许多伴随而来的宗教感情 并不是充足的证据 尽管伪宗教与真正的宗教相比 近似于荒谬可笑 但是 它所包含许多感情 尽管是错误的 却与真正的宗教感情相似 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 显然 一切恩典感情 无论是对上帝之爱 还是对兄弟之爱 都有仿制品 因此 我们发现 法老 扫罗 亚哈和旷野中的 以色列其他子民 对原罪都有圣洁的恐惧 也有撒玛利亚人 对上帝的恐惧 他们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自己的神 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敌人 因你的大能 仇敌要投降你 或者像西伯来人那样 依赖他 换句话说 他们赋予一种伪造的 崇敬和服从 当以色列子民 在红海为上帝唱赞歌时 当在他奇迹般地 治愈了麻风病后 叙利亚的乃曼沙歌颂他时 我们也看到了 恩典感激的表达方式 我们能够举例说明 在信里有根的听者中 属灵欢乐的体验 在实习者约翰的许多听众中 尤其有这种体验 我们也听到耶护在这方面的热情 保罗在皈依之前的热情 同样 我们也听到 不相信耶稣的人也有热情 所以 没有上帝恩典的人们 也可以拥有强烈的宗教渴望 如巴兰那样的宗教渴望 他们像法利赛人一样 也有获得永恒生活的强烈愿望 如果有血气的人 可能拥有一切宗教感情的相似性 那么什么东西都不能够阻止 他把它们汇集在一起 实际上 这是经常发生的 当这种虚假的感情热烈的运作时 其中的许多感情都联合在一起了 8.在鼠灵的觉醒和良心发现 以后出现的最后安慰和欢乐不是证明 当觉醒 忧虑 剧烈的恐惧 由谦卑的开端产生时 随后出现轻松舒适感时 许多人对戏剧性的方式产生的体验和感情怀有偏见 一些学者对所有勾勒出来 为人们效仿的步骤和技巧有疑问 如果一种强烈的欢乐体验 随着极大的悲痛和恐惧感而来 他们尤其会感到怀疑 但是 这种意义和偏见没有任何理由 或者实际上与圣经背道而驰 因为肯定没有任何理由期望 上帝把某些人从原罪状态和他的毁灭性影响中解救出来时 他能够赐予他们任何强烈的邪恶的体验 因为正是上帝把他们从邪恶中解救出来 在这方面 他们也许真的理解了他们已经被拯救 并且已经看到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当他们拥有这种深深的需要体验时 他们就能够更准确地体验耶稣和主人此的业绩的完满 因此 上帝与他们轻松地交谈之前 他对待人类的方式 就是把人类引向荒野 圣经反复证明的原则是 上帝在为解救他们之前 先把人们带入悲哀之中 以便使他们认识到 他们自己完全是无助的 绝对依靠他的力量和恩典 上帝把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解救出来之前 首先使他们看到 他们正处在困难的境地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息哀求他们的挨打余神 同样 上帝在红海解救他们之前 把他们带入极大的悲哀之中 旷野对他们封闭 他们左右无路 面前是红海 后面是埃及人浩浩荡荡的军队 上帝让他们明白 他们做什么也帮不了自己 如果上帝不帮助他们 他们将会完全毁灭 这时上帝出现了 把他们的哭喊变成诵歌 在他们被带到休息处 享用迦南的牛奶和蜂蜜之前 耶和华在旷野引导他们 是要苦练他们 试验他们 要知道他们内心如何 是否肯恪守他的诫命 这是为了要你终究享福 患十二年 血漏症的妇女 最初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 她身无分文 绝望地离去 她来到耶稣背后 摸她的衣裳碎子 她的病立刻就好了 她也没有受到指责 耶稣在回答迦南 这位妇女的问题之前 似乎首先在整体上否定她 使她谦卑 让她明白 她是微不足道的 甚至不配被称作一条狗 然后她向他展示自己的宽厚 收他做一个爱子 我们也看到 有一次耶稣和他的信徒们 在暴风雨中的一条船上 信徒们害怕丧命 便向耶稣哭喊主啊 救救我们 我们要丧命了 于是上帝起来 斥责风河海 风河海就大大的平静下来 在非凡的解救之前 使徒保罗经受超出标准 超出力量的压力 因此 她甚至对生存感到绝望 她对自己说过死的话 她也许不信任自己了 但是 她信任其死回生的上帝 如果我们考虑 上帝向老圣徒们展示的 神奇的启示 我们就会发现 她通常 先以一种恐怖的方式 展示自己 然后才展示 那些使人放心的 舒适的东西 在亚伯兰那里是这样 首先 惊人的大黑暗落在她身上 然后 上帝向她展示甜蜜的承诺 在西乃山对摩西也是这样 上帝先向她展示可怕的威严 我极度恐惧 战力 然后 把她的全部善行 展示在她面前 她公开赞扬她的名字 主啊 宽厚仁慈的上帝 在以利亚那里 首先是狂风大作 东山碎石 地震 烈火 火候 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但以利看到上帝如光的面容 她看到这大意象 便浑身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力气 后来 上帝对她说 大蒙倔爱的但以利亚 这便赋予她力量 使她振作起来 对于世袭者约翰 也是如数伴利 圣经中许多地方都表明 上帝首先要让人们 正视自己的堕落 然后再展示她的恩典 欠主人一万磅的仆人 先受债主恩惠 然后债主说要征用她 他命令她把自己 连同她的妻子儿女 一起卖掉 以做出充分的报偿 他使她谦卑 让她承认 她的全部债务 都是合法的 然后 他再完全豁免她 一个浪子 很快就挥霍掉 她所拥有的一切 在她得到宽恕 得到父亲的款待之前 要使她自己变得公顺 看到自己的贫困 明白自己毫无价值 老伤口被治愈之前 必须猛针身边 圣经把原罪 比作灵魂的伤口 说不针边 她就想治好它 这种尝试 是徒劳的 骗人的 上帝向人们展示 他们在他面前的状态 是何等可怕 正是上帝的这种方式 引起了解救和治愈的舒适 福音在成为好消息之前 必须向人们 启示坏消息 因此 鉴于上帝的无限威严 和他那永恒的 天前的威力 假定人们 在没有看到他们的原罪 有多么纷繁深重时 他们应该遭受 深深的痛苦 和更多的心理恐惧 这种假定 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圣经中有一些例子 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些问题 一些人在获得拯救性的安慰之前 福岁把他们带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因此 耶路撒冷的大众 心被刺痛了 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 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们 我们将做些什么呢 使徒保罗在受到安慰之前 也担忧过 震惊过 监狱看守需要光明 上升 他们站立匍匐 在保罗和希腊面前 说 先生们 要获得拯救 我们必须做什么 从这一证据可以看出 历史信基督教的人 经历了上述提到的这些 可怕的恐惧和痛苦以后 对舒适欢乐感情的真理性 和属灵性支持反对态度 似乎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 我们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仅仅因为舒适与欢乐 实在对地狱巨大的恐惧和惊骇之后出现 就能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一些教师非常强调 为了给确实可靠的舒适开辟道路 需要使人们感到恐怖 这是内心中运作的伟大的律法工作的证据 但是 他们忘记了 恐怖和良心服罪不是一回事 虽然良心服罪确实会引起恐怖 但是 他们并不存在于恐怖之中 恐怖恰恰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通过圣灵的感召 良心服罪存在于内心和实践单纯的服罪之中 上帝憎恶原罪 在惩戒原罪时 行使神圣的正义 要相信在极其威严神圣的上帝面前 我们犯下的原罪是可怕的 但是 有一些人对地狱极度恐惧 他们几乎并不真的理解何谓良心 如果允许 魔鬼也能像圣灵一样 使人感到恐怖 对于他来说 使人恐怖是轻而易举的事 他可以用多种方式 使人感到恐怖 一些人的忧虑和恐惧 是他们性格造成的 影响他们的每一件事 都会给他们的想象力 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 因此 由他们的想象力形成的印象 对他们的感情产生影响 并且使感情和想象力相互作用 直到他们的情绪强烈至极 致使他们被情绪胡伦吞掉 或者被情绪所控制 因此 一些人谈到他们的邪恶时 确实不太相信 或者干脆就不相信原罪 对于可怕的 刚硬的心 他们也能说得头头是倒 但是他们并未意识到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谈论可怕的良心重负 仿佛是他们之中 一堆漆黑的 令人作呕的污 若是你仔细审视这东西 便会看到 他们根本不知道 本质的腐败 真正意指什么 或者原罪 怎样使他们自己的心 成为欺诈的 不幸的是 许多人认为 他们深信自己的原罪 他们描述了他们的原罪 如何被放在他们面前 这些原罪 如何用可怕的外表照着他们 他们确实不知道 原罪的现实是什么 就因为极大的恐惧神圣灵 似乎唤醒了人们的恐惧 并且使人们认识到 恐惧折磨人们 因而并不一定可以由此断定 这些恐惧 将会把人们引向真正的舒适 神圣灵努力引导人们 摆脱专横自负的希望和欢乐以后 无法抑制的内心腐败 也许会使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并不是每一个劳动妇女 都能生出健康的孩子 孩子经常变成畸形 或者有心理诈碍 因此我们看到 在极度恐惧和清醒以后 畢形和欢乐并不一定自动出现 但是这些并不是随之而来的 真正的拯救恩典的可靠标志 原因有四个 首先 撒旦能够伪造神圣灵的 一切拯救性运作和恩典 他也能够伪造那些 为恩典做准备的工作 实际上 没有任何工作 是如此庄严神圣 是一切生物不可及的 致使魔鬼不能模仿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 扫罗可怜 却又骄傲 他相信他的原罪 他竟然那样哭天磨泪地 倒在大卫面前 要知道他憎恨他 公开把他当作敌人 他哭叫着说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已善待我 我却已恶待你 在另一个场合 他坦白地承认 我有罪了 我是糊涂人 大大的错了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 神圣灵对扫罗的生活 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 在神圣灵离开他 放弃他以后 被离主的一种邪恶精神 困扰着他 如果这个骄傲的君主 在情感痛苦之际 在他自己的一个臣民面前 使自己谦卑起来 他本来憎恶这个臣民 以后他还把他作为敌人 继续追杀他 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 也可能罪恶深重 蒙羞 他的敌人也是这样 其次 如果神圣灵 在真正皈依的 服罪和舒适方面 所起的作用和结果 是可以曲解的 可以模仿的 那么他们的顺序 也是可以模仿的 如果撒旦可以模仿 事物本身 那么他也很容易改变 他们的顺序 不过 撒旦不可能准确地 模仿神圣的本质运作 因此 一种特殊的顺序 绝不是可信的 因为伪造的本质 根本不具有神圣的力量 而正是这种力量 把体验放在正确的顺序之中 所以 没有任何运作秩序或方法 是圣洁性特有的标志 第三 我们没有清晰的规则确定 圣灵在那些并非真正属灵的 拯救的服罪和情绪中 究竟可以运作得多么远 一个有血气的人 可以体验到的任何东西 与神圣灵拯救的恩典之间 在本质上 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唯一圣洁的启示 可以阐明这一点 除了恩典和结果以外 上帝并没有展示拯救和人的资格之间 有任何清楚的联系 因此 我们并没有发现 哪种合法的服罪和舒适 是评价的可靠方法 圣经从未把这些称作恩典的符号 或者圣徒与众不同的东西 但是 我们确实发现 恩典的运作极其结果 我们已经提到过无数次了 这对于基督徒来说 已经足够了 基督徒愿意把圣经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哲学 或者他们自己的体验和猜想 作为充分可靠的向导 第四 经验进一步证明 有正确的服罪和舒适顺序的人们 不一定得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 我向这个国家 所有在启蒙运动中 有机会讨论灵魂问题的牧师呼吁 不要仅仅相信皈依的故事 而是要看看 在这种皈依中 是否有神圣灵清楚的证明 如果没有圣灵 这种技巧和方法 便没有任何意义 相反 正如托马斯 谢波德所看到的 初看之下 一个圣徒的变革工作 似乎混沌不堪 圣徒们的确不知道 怎样对待他为好 因为圣灵 在他们中运作的方式 常常是极其神秘的 不可思议的 在牺牲中 圣灵方式的神秘性 类似于传道书 十一比五中 描述的我们出生的神秘性 骨头在怀孕女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 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新生物可以运用诗篇作者的语言 我要称献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新生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耶稣的诞生 既是他个人的诞生 也是人民中心的诞生 用以赛亚书 五十三比八的话 可以这样说 谁能宣布他的诞生 我们并不知道 上帝如何工作 将是隐秘 乃神的荣耀 一些人在试图导演 神圣灵方面走得太远了 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经验明白地显示 基督徒最出色的 皈依过程中 神圣灵是不可探究的 难以描述的 某种方式的活动中 不可能辨认出神圣灵 对于我们来说 似乎有必要采取 一系列的步骤 凭借普遍意见 确立一些规则 然而 这也许是一种 虚假的现实 我们不得不简要地 探寻我们自己的状态 或者我们可以 为他人指出方向 这将对上帝掠过灵魂时 产生的影响的本质 做出分析 神圣灵着手 处理事物的步骤 必须完全留给上帝本人 在圣经中 我们经常受命测试 我们收获的本质 是否确实是 神圣灵的本质 但是 神圣灵怎样接触果实 却没有任何描述 因此 关于什么是 皈依的清楚证明 许多人的概念 是极其错误的 他们根据自认为 是清楚的 一系列步骤和方法 来描述它 不过 最清楚的工作 只是结果 属于所做工作的 属灵 圣洁的性质 九 真正的宗教感情 并不等于 宗教感情方面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现在 人们常常 不公平地反对 宗教感情 因为再读 圣经 祈祷 唱赞美诗 听不到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时 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但是 这样的宗教仪式 使人们在真正恩典的倾向中 感受到了快乐 从圣经来看 这是十分清楚的 真正的恩典 对女仙之亚拿 就有这种影响 她不离开圣殿 祭食祈求 昼夜侍奉神 恩典也对 耶路撒冷早期基督徒 产生影响 他们天天同心和意 横切地待在殿里 且在家中拨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 给民众喜爱 恩典时 但以礼在祈祷者的职责中 获得乐趣 而且一天 专心致志地进行三次 大卫也是这样 我要晚上 早晨 晌午 哀声叹息 他也必听到我的声音 实际上 恩典使圣徒星高采烈地 为上帝唱赞歌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要歌颂祂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 为善美美 赞美的话是合宜的 恩典也使他们在 布道中 听到上帝的话时 欣喜不已 福音是使他们欢乐的声音 就连宣布 这些加音的那些人的脚 也被看作是光彩照人的 那报加音 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的人的脚登山 何等加美 这是他们爱公开的崇拜上帝 耶和华 我喜爱你所住的宫殿 和显荣耀的居所 我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宫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这是真正的恩典的本质 但是 另一方面 工作者过分的热情 只能是意气用事 根本不是恩典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上帝讨厌他们的服务 他们出席月宿和安息日 并宣照的大会 也是我所憎恶的 你们举手祷告 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 我也不听 法利赛人也是这样 他们做常常的祷告 一周摘见两次 虚假的宗教 可以使人们 大声热烈地祷告 你们今日进食 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非属灵 非拯救的宗教 也可以使人们 在宗教职责和仪式中 享受到乐趣 因此 经验表明 拥有错误宗教的人们 在宗教活动中 容易有过分的行为 实际上 他们自己完全成立于宗教 把自己的时间 全用在这上面 十 口头赞美 不是真正的宗教感情的证明 我们在前面观察到的东西 确实蕴含着这个意思 在宗教的外部仪式上 花费过多的时间 是毫无意义的 许多人使尽浑身解数 祈祷 赞美上帝 一美之词不均于口 但是 却没有什么意义 这也是事实 任何一个基督徒 不会反对某人这样做 对于那些花费过多的时间 公开表达对上帝 对耶稣深厚感情的人 我们并不习惯于评判他们 因此 他们仍然口若悬河地 谈论上帝 只有当我们读圣经时 我们才明白 这不是恩典的真正迹象 我们已经引用了 许多这样的例子 一个主要的例子是 大众当耶稣不道 并且创造奇迹时 他们在场 甚至众人都稀奇 因为看见哑巴说话 残疾的痊愈 瘸子行走 瞎子看见 他们就荣归给以色列的神 我们读到荣耀的耶稣 高度赞美他 他在各会堂里 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但是也没有任何确定的证据证明 一个人只因受上帝恩典的重要影响 便会拥有真正的感情 也有对上帝不应有的骄傲和敌意 他甚至想象 他已经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这些 他甚至可以为自己的无价值而哭喊 然而对于原罪并没有真的服罪 扫罗可能公认 我是糊涂人 我大大错了 但是他心中对大卫 仍然有不可遏制的骄傲和敌意 我们也看到 尼布贾尼撒和大流士 深受上帝不恩的感动 致使他们唤起赞美上帝的想法 十一 自我信任 不是真正的宗教感情的证明 一些人表明 如果人们确信不疑 根本不怀疑上帝的宠爱 他们就会受骗 他们根本不相信 除了殉难这种非常情况以外 教会能够期盼一种充分绝对的保障 使希望兑现 正因为罗马天主教具有的这种不确定性 因而受到许多新教徒的批判 另一方面 圣经中的圣徒恰恰持有这种身性 上帝以最明白 最积极的方式 表现他对挪亚 亚伯拉罕 以扫 雅各布 摩西 但以礼 以及其他人的特殊喜爱和考验 约伯经常满怀最大的信任和把握 谈及他的真诚和正直 同时也经常约请上帝证明他 他坦白地说 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 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见他 不像外人 在整整一部诗篇中 大卫几乎没有毫不犹豫地 以最积极的方式说 上帝是他的上帝 他感到荣耀的是 上帝是他的一份财富和遗产 他的靠山和信任 他的庇护者 他的拯救者 他的高楼 西西加向上帝求助 求上帝纪念 他在上帝面前 全心全意暗沉行事 做上帝是为善的事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 十五十六章中 耶稣在受难前 与他的十一个信徒谈话 他用最平直 最积极的词语 频频表达 他对他们特殊的永恒的爱 他用最绝对的方式 向他们承诺 将来他们将与他共享荣耀 同时 他告诉他们 他这样做 是要让他的喜乐 存在他们的心里 让他们满足 耶稣不怕与他们坦率 而积极地交谈 他不希望他们有什么忧虑 他在他们面前祈祷 以此结束最后的谈话 他在他们面前 积极地与他的父亲 谈到这十一个信徒 说他们都知道 他是拯救的 都相信他 听他的话 并且牢牢记住他们 同样 使徒保罗在他的整部 使徒书中 都很自信地讲话 他总是十分肯定地 谈到他与基督 他的主和主人 他的救世主之间的 特殊关系 他相信 他未来会得到报偿 要是把他相信的精神 一一列举出来 恐怕不胜枚局 我们只略举三 四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圣子而活着 他爱我 为我舍己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我知道我所向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 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 主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 也赐给 乏爱慕他显现的人 恩典盟约的性质 上帝在选派时 宣布的慕地的性质 以及那一盟约的特点 均明确表明 尽管他们生活在世俗社会 但是 上帝的设计 提供了充分的条款 为圣徒们 提供了充分的条款 以确保 永恒生活的希望 得以兑现 盟约被指令 给一切事物 并且是有保障的 上帝的承诺是明确的 经常以多种方式 得到重申和证明 也有许多人目睹他们 许多人证明了他们 上帝已经在口头上 证实了他的承诺 契约的继承人 无可疑是有希望 和无穷乐趣的 因为他们肯定能够 享受未来的荣耀 这一切都是 上帝宣布的设计 不过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这一保障 似乎是不可兑现的 但是 所有的基督徒 都授命竭尽全力 以保障神 对他们的感召 和他们的人选 因此 他们被告知 他们该如何运作 实际上 基督徒若是不知道 基督是否与他们同在 便被人们认为 是不成体统的事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自己有信任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吗 由我们刚才所说的 可以断定 仅仅因为人们不怀疑 他们的拯救 由于他们所从属的感情 已经消除了 所有的地狱恐惧 便说人们是伪君子 并说他们的感情 是错误的 这未免太不合理了 另一方面 仅仅因为他们 对自己的完全正确 对他们的感情 受神鞭策无限信任 他们的感情 不一定是真实的 从他们的信任 不能证明任何东西 无论这种信任 表现得多么强烈 仅仅因为一个人 毫无畏惧地 把上帝称作他的父亲 经常以最亲密 最大胆 最恰当的语言祈祷 并不能断定 这种信任 听起来是真诚的 似这等专横 高压 剧烈的信任 确实不足以证明 真正的基督徒的保障 这也许更具有 法塞利人精神的味道 法利塞人 从不怀疑 他们是圣徒 实际上 他们感到 他们是最杰出的圣徒 因此 可以大胆地 走向上帝 并且更接近他 仰视他 感谢他 使他们与众不同 当耶稣暗示 他们无辨别能力 道德败坏时 他们蔑视地说 同他在那里的 法塞利人听了这话 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如果他们有更多的 酒店老板的精神 他们也许对基督 就有更虔诚的信任和希望 而不是相信自己 我们要考虑 有希望之人的内心中 究竟有什么 需要认识 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受自得和自信的支配 一个伪君子 一旦沉溺于这种 错误的希望之中 他自己便没有办法 唤起对这种希望的怀疑 首先 伪君子并没有那种 小心谨慎的精神 对可靠的依据 没有深切的感受 也没有受欺骗的恐惧 真正圣徒的舒适 将会使他们更加谨慎 并且使他们 活生生地感受到 在无限神圣 正义 无所不知的末日审判面前 他必然会表现得 极其伟大 极其威严 虚假的舒适 将使这一切都完结 而且使心灵变得麻木 这是十分可怕的 其次 伪君子根本不知道 他自己瞎了眼 不知道他的心是欺诈的 也不知道自己的悟性 是平庸的 而真正的圣徒则 知道这些 受到错误的发现 和感情欺骗的人 总是对自己的一孔之鉴 和悟性 沾沾自喜 第三 魔鬼并不破坏 伪君子的希望 而是破坏 真正的基督徒的希望 魔鬼是 真正的基督徒 希望的大敌 这不仅因为希望 大大的有助于舒适 而且因为希望 具有圣洁 超凡的性质 它大大 有助于促进 和抚育内心的恩典 也促进了 基督徒生活的 严谨和勤勉 但是 魔鬼不与伪君子的 希望为敌 伪君子的首要任务 是满足自己的利益 第四 抱着错误希望的人 并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的腐败 一个圣徒 则能够意识到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对自己的内心 及腐化的认识 比伪君子清楚十倍 因此 他的原罪和初衷 可怕地注视着他 但是 正是错误的希望 遮蔽了腐化 因此 在伪君子的眼中 他是干净清亮的 然而 有两种伪君子 第一种是用他外在的道德 和外在的宗教 进行欺骗 第二种是用错误的精神发现 和崇高 进行欺骗 这些人常常谈论自己恩典 然而同时 又是羞辱的发现 和体验成为正义的 把他们捧到天上去 托马斯 谢波德在他的作品 《十同女狱》中 区分了两种伪君子 分别把他们 称作合法的伪君子 和合乎福音的伪君子 他常常说 后者比前者更坏 因为后者更相信他的希望 至少有可能 受到希望的劝阻 在我的生活中 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 证明一个人 从来没有受过骗 相信许多合乎福音的伪君子 等于相信某些疯子 这些疯子认为 他们是国王 他们坚持这一点 反对一切原因和证据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他与真正的恩典保障相比 更不可改变 相比之下 真正的保障 在教义上并未得到认可 只是由虔诚的倾向所认可 在这种倾向中 恩典已经深深地 扎背于灵魂之中 当恩典活动 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 衰退时 他便陷入无生命状态 从而失去他的保障 但是 伪君子的信任 是绝不会被原罪所动摇的 这是他们欺骗的可靠证据 在这里 我不得不注意到 有某种常常向人们宣讲的教义 对这些教义要多加留意 多做解释 因为他容易使伪君子的欺骗 和虚假的深信得到巩固 我也说到那些人的教义 他们是依信仰 而不是依动见而生的基督徒 他们在黑暗中信任上帝 把荣耀归于上帝 依基督而生 而不是依经验而生 不是使他们的好意 相称为信仰的基础 要是这些教义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 他们便是杰出的 重要的教义 但是要是他们被误解 他们便可能是腐败的 毁灭性的 关于永恒的现实 圣经说过 依信仰 而不是依动见而生火 而行事 这些现实仍然未被应验 未被看到 信仰的确立不是依赖动见 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然而 许多人把这一点错误地解释为 基督徒应该坚信 即使他们处于心灵死寂黑暗的框架中 没有属灵的洞见 或者灵光 没有任何属灵的体验或者洞见 他们也应该信任基督 但是 若是信心十足的断言 我们应该相信和信仰 无需灵光和属灵的洞见 则是反圣经的 荒谬的教义 圣经不知道对基督的任何信仰 不是建立在对基督灵光和属灵的洞见基础上 相信基督就是见子而信 所以没有灵光的信仰 不是光之子 日之子的信仰 悟宁说 他是黑暗之子的异端 在黑暗中相信耶稣 正是上帝子民的本分 他们可以待在黑暗中 当我们尚未看到上帝的神意时 我们必须相信上帝 这看上去好像是上帝已经遗弃了他们 没有听到他们的祷告 乌云压顶 敌人围困重重 仿佛要吞噬他们 所有神意活动 似乎都与他们作对 所有的环境似乎都在说 上帝的承诺太难了 根本无法实现 然而 当我们看不到上帝时 当我们看不到上帝 如何兑现他的话时 我们必须相信上帝 但是 除了上帝的话以外 每一件事看上去极不可能时 那么人们必须抱着一线希望去相信 因此 古代的长老们 约伯 诗篇的作者 耶利米 但以理 沙德拉赫 弥撒克 阿布达尼哥 以及使徒保罗 都是在黑暗中相信上帝 以此赋予上帝荣耀 在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这种荣耀的信仰俯首及时 但是 与信仰上帝 却没有属灵的洞见相比 与无生命的 世俗的思想形式相比 这是何等不同的事情啊 灵光可以某种方式 而不是另外一种方式进入灵魂 这也是可能的 即使圣徒们对于保障他们的幸福 没有某种体验 他们也能够相信上帝 例如 他们对于上帝的效力和可靠性 有清晰的认识 并且由衷地相信他 知道他们是他的子民 在其他情况下 他们对于他的爱 没有这些清楚甜蜜的印象 因此 在耶稣受难时 他们与耶稣本人在一起 他们也许看到上帝的君权 神圣 以及自足的现实 这些都是他们能够平静地服从他 在上帝的完满中 鼓起甜蜜 希望的风帆 即使他们对自己的良好状况 并不满足 这些东西 与在没有灵光或者体验的情况下 忠心地相信上帝 何等的不同 因此一些人坚持主张 没有任何体验 处于精神贫乏状态中的人 可以依信仰而生 这些人的信仰概念是荒谬的 他们表明 虽然几乎没有光芒或者体验 虽然心灵处于最糟糕 最压抑的状态 但是他们依然能够一如既往地 坚持属灵的希望 这种人是最好的人 最忠于上帝的人 他们觉得这是证据 证明他有最强烈的信仰 寄托着全部希望 因此 他们正在为上帝增添荣耀 但是圣经说 信仰是人确信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中 这又作何解释 如果这是信仰 那么法利赛人同样也是杰出的 圣经把信仰描述为 凭借他人们可以进入良好状态 因此 他不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 即相信已经处于那种状态中 毫无疑问 这些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十二 外在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真正的宗教感情 真正的信徒并没有洞察力 确定谁是虔诚的 谁不是 因为虽然他们凭经验也知道 在内心中 起作用的真正的宗教是什么 但是 他们都不可能感受到 或者看到另一个人的内心 他们只能看到外在的表现 但是 圣经坦率地宣布 凭借外部表现 做出判断的方式 是极不确定的 容易受骗的 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 也不凭耳闻 迅速确定其他人状况的那些人 通常是贫乏的法官和危险的顾问 他们暴露了三个问题之一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经验 他们有贫乏的判断 或者他们过分骄傲自满 这便曲解了他们自己的知觉 聪明 经验老道的人们 在这些问题上 将会被加小心谨慎 当现象非常吸引他们时 佼佼者也会受骗 他们的爱将会取胜 这种哀苏式地表白 自己信仰的人 被当作杰出的圣徒 然后他们很快就懈怠 最后走向失败 这在基督教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如果我们思索已经观察到的东西 我们不必为此惊讶 因为我们已经表明 人们也许可以有许多种宗教感情 但是在他们心中 却没有恩典火花 所以他们对上帝的感情是假的 他与对上帝真爱十分相似 当他们赞美上帝的感情和业绩 证明他们对原罪的懊悔 表现崇敬 千功 自卑 感恩 欢乐 渴望和宗教热忱 以及灵魂的膳食 他们似乎是兄弟 他们的为感情 紧随良心的大复苏和服罪之后而来 因而可以表现出极大的谦卑 这些所谓的圣徒 能够引用圣经中的许多话 包括前面的那些承诺 这些承诺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可以祈祷 热烈地赞颂上帝 热情地号召他人 也这样赞美上帝 他们为自己的无俗轻重而哭泣 同时又赞美上帝自由的恩典 这些活动使人想到他们过着圣徒的生活 然而神圣灵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相反他们是撒旦和卑劣欺诈的新的幻觉 但是当贫乏 异错 无知的凡人自称 他们能够确定 而且知道 谁在上帝面前是真正虔诚正直的 谁不是这样时 他们的自得和傲慢是何等的下流 许多人强调证据的重要性 而且用证据来辨别其他人是否真的虔诚 特别是当个人的经历与他们自己的经验相一致 并且深深触及他们内心时 尤其如此 但是 这些东西并不是确定的 是不可靠的 因为一个真正的圣徒以虔诚为乐 在上帝眼中 这是最美的东西 不过 这些愉快的表面是否真实 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奇怪的是 人们从不满足于 耶稣给予他们的规则和方向 相反 他们要发明更聪明 更好的规则 但是 我知道 任何方向和忠告 都不如基督为我们提供的规则更清楚 就是这些规则 指导我们判断人们的前程 他说 我们尤其应该根据果实来判断数 许多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真正状态 只有上帝能做到 因此 傲慢是某些人的概念 这些人想向他们知道 其他人的前程 大使徒彼得只能说 他假定希腊是一个前程的兄弟 尽管希腊似乎是基督非常杰出的仆人 一个福音书传教士 当时上帝教堂中一个著名的头面人物 也是使徒们的亲密伙伴 第三部分 真正的恩典和圣洁感情的显著标志 一 我们怎样认识真正的恩典感情 在我们考察真正的感情的显著特征之前 让我们做三个观察 首先 我想强调指出 我并不打算提供充分的证据 以证明 我们怎样把真感情与假感情区分开来 我这样做也许是骄傲自大 因为虽然上帝已经赋予基督徒一些规则 以便使他们能够辨别那些 仅仅承认被拯救人 并且使他们不至于 坠入虚假的教师设置的陷阱中 这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 赐予我们任何规则 都不是上帝的目的 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 尽管凭借这些规则 我们可以深信不疑地知道 绵羊与山羊之间的区别 相反 上帝目的是为自己保留涉罪权 这是他自己的天赋特权 因此 我们绝不可能指望 世俗世界有任何清楚的证据 我们能够期待的一切是 基督在圣经已经赐予我们的东西 或者我们能够从中采集的东西 其次 生活在软敌恩典状态中的基督徒 或者已经背离上帝 进入无生命的 世俗状况的基督徒 绝不能指望有这种标志 他们应该知道 他们的实际状况 与上帝的目的是不一致的 我们有一切理由感谢上帝 因为他没有为我们制定任何条款 以便让我们知道 我们如何可能有原罪 实际上 正因为有双重欠缺 因而处于较低恩典状态基督徒 不可能确定地知道 他所拥有的真正的恩典 正是由于他缺乏恩典 所以他才难以清楚 确定地做出辨别 当基督徒处于贫乏的状况时 负罪感折磨着良心 引起恐惧 致使人们无法获得可靠的希望 带来的平静和欢乐 也存在着视野上的缺点 缺乏恩典和原罪肆虐削弱了视野 从而使人的视知觉变得不准确 与色盲者的困境相似 处于世俗世界中的人 不能准确判断属灵的现实 由于这些原因 我们不能为这些 处于较低精神状况中的人 提供任何证据 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即使证据是确实可靠的 确定无误的 也不适合他们 但是 这好像给予一个人 在黑暗中辨别可见课题的规则 即使向他描述的一切 都是确定的 清楚的 然而他却不能看到 因为他在黑暗中 处于这种状况的人太多了 他们将花费很多无效的时间 默想过去的经验 根据他们在讲坛上听到的 或者在书本中读到的东西 反省地考察自己 一切自我考察都是无益的 他们的原罪和世俗状况 像阿灿的状况一样 必须被毁灭 要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们将继续处于烦恼之中 除了苦行 增加恩典 并且增加恩典的实施以外 人也许没有别的方法获得保障 这就是上帝的目的 虽然自我考察 也许有极大的帮助 并且非常重要 我们绝不应该忽略它 但是 这不是基本的方法 圣徒们依靠它 绝不能确保它们现状 凭借自我考察 就像凭借动力一样 绝不可能获得保障 使徒保罗忘记背后 努力前面地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 从上面照我来的的奖赏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中复活 他以此来寻求保障 他主要是根据这种方式 获得的保障 他说 所以我奔跑 不像无定向的 他是凭借奔跑 而不是凭借思索赢得奖赏的保障 是他快捷的步伐 而不是思索的精确 给予他胜利的保障 同样 使徒保罗劝告我们 要把所有的勤勉 都用于凭信仰和德性的增加 来发展恩典上 使你所蒙的恩兆 和选择坚定不移 这样 必叫你风风复复地 得以进入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永远的王国 好规则有助于 把真恩典 与假恩典 区分开来 但是 我并不假装 制定任何自足的规则 第三 那些实践错误感情的人 同样可能受到规则的指责 对他们 不要抱有太多的失望 他们的错误信心 他们认定的经验 和特权的幻想 是那样根深蒂固 致使他们对自己的伪善 视而不见 明顽不化 他通常的表现 是遮遮掩掩 难以捉摸的 具有表面上的千功 而且在任何方面 似乎都是无敌的 他们的状态 当然是可悲的 近似于那些服罪之人 一些伪君子中 似乎没有任何认罪和悔改 不过 制定良好的规则 仍然是一种手段 可以预防这类伪君子 并使其他人服罪 因为上帝 能够使这些人服罪 他的恩典 不受任何方式的限制 此外 这些规则 可以帮助真正的基督徒 发现虚假的宗教感情 他们也许 一直与真的混合在一起 规则也有助于 他们的信仰 变得更纯净 像金子在火中锤炼一样 在这番开场白之后 我现在打算 直接列举十二种方式 根据这些方式 可以把真假宗教感情区分开来 二 真正的宗教感情 是神圣的被给予的 神圣灵为真正的圣徒 洗清罪孽 在《新约全书》中 他们被称之为属灵的人 他们的灵性是与众不同的 他把他们与那些 未被洗清罪孽的人 区别开来 使徒把两种人进行对比 一种是属灵的人 一种是属血气的人 然而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这里的意思 是一个不虔诚的人 没有恩典的人 只是属血气的人 使徒犹大谈到 某些不虔诚的人 说他们冷不防地 爬入了圣徒之中 他们是那些 没有圣灵的人 他解释说 他们如此动作 因为他们 单于声色口腹之欲 这与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使用的词相同 在这一章 该词被一成属血气的 所以他概述说 弟兄们 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 只能说你们是物欲的 或者未被洗清罪孽的 使徒保罗用物欲一词 一直未被洗清罪孽的 我们在其他章节中 也可以找到 许多这样的论述 在圣经中 圣徒被称作属灵的 同样 与他们相关的某些性质和原则 也被称作属灵的 我看到有属灵的心 属灵的智慧 以及属灵的福气等 在西约全书 这些经文和其他经文中 属灵的一词 并不涉及与肉体 或物质不同的灵魂或精神 他们的性质不是属灵的 因为他们的处所在灵魂中 而不是在肉体中 他们是物欲的或者肉欲的 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智慧 是真正的骄傲和自满 保罗把他们称作肉欲的 某些东西是非物质的 然而并不能因此 把他们称作属灵的 聪明人的智慧 世俗原则的智慧 都属于精神和非物质的东西 然而 保罗仍然说 这些人是属血气的人 他们完全忽略了 真正属灵的东西 在《新约全书》中 与圣灵相关的人与物 均被说成是属灵的 圣灵通常一指 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人 圣经所说的属灵的 一指实体化的 由于基督徒来自圣灵 由于圣灵 欲于他们之中 对他们产生神圣的影响 所以他们被称作属灵的人 被称作属灵的东西 与神圣灵本人相关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 我们说这些事 不能用人的智慧 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 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保罗本人在这里 特意指出 属灵的事一指 神圣灵的事 神圣灵教会的事 因此 只有与神圣灵 极其影响 处于关联中的人与物 才能被称作属灵的 此外 圣灵偶尔光顾的那些人 不是属灵的人 属灵意味着 那些人的虔诚 已是习惯成自然 与物欲的 未被洗净罪孽的人不同 使徒所说的 有属灵之心的人 是指那些 宅心仁厚的人 一些人也得到 圣灵 非同凡凡响的 亏赠 但是 用西约全书的话来说 他们仍然不是属灵的人 属血气的人 也可以得到这些 同样的 亏赠 圣经的许多章节 都可以证明 属血气的人 也可以受 神圣灵的 多方影响 那些人 不是圣经所说的 属灵的人 受神圣影响的 任何努力 共同的亏赠 性质 或者感情 并不都是可以 被称作属灵的东西 两种事物之间 有着巨大的差别 首先 神圣灵 寓于真正的圣徒之中 真正的圣徒 是神圣灵 事宜的 永恒的寓所 神圣灵的目的是 影响他们的心 这是一个新原则 或者处在活动中 生命的神圣 超自然的源泉 圣经中的神圣灵 不仅激励圣徒 偶然会影响他们 而且 寓于他们之中 他们是圣灵所塑之处 他适当的寓所 永久的居所 说他与灵魂的设施 密切相关 因此 他是新性质 和新生活的原则 或者源泉 因此 据说圣徒们 之所以活着 是因为基督 活在他们之中 基督凭借他的圣灵 不仅存在于圣徒之中 而且活在他们之中 他们依赖 在他的生命而生存 他的灵与他们 联系在一起 成为他们生命的本质 他们不仅饮活水 而且水要在他里头 成为源泉 只涌到永生 因此 这水成为 他们之中的生命源泉 福音书的作者本人 把活水解释为神圣灵 正义之子的光辉 不仅照耀着他们 而且传递到他们之中 因而 他们也放出光芒 成为圣子的小肖像 真正的葡萄树枝 并没有输送到他们之中 就像树枝注入容器那样 枝叶是这样输送的 就像树枝从一棵树 注入活的树枝一样 在树枝里 枝叶成为生命的实体 神圣灵就是这样传递到圣徒 与圣徒合为一体 从此以后 他们便永远被称作 真正的属灵之人了 另一方面 尽管神圣灵 可以用多种方式 影响属血气之人 但是 他并没有传递 给他们存在于 内心中的原则 他们不能从 神圣灵那里 汲取任何禀赋 因为这里没有融洽 所以神圣灵 也不是他们自己的 圣徒极其德性 为什么被称作属灵的 有第二个原因 这就是作为生命原则 寓于他们灵魂之中的 神圣灵 将产生这些 表现它的本质的结果 圣洁是神圣灵的禀赋 因此 它在圣经中 被称作圣灵 圣洁神圣本质的梅与田 是圣灵特有的本质 就像热是火的属性一样 或者像田是神圣徒 属游的本质一样 在摩西典章中 它被象征化了 神圣灵象种子 或者生命之源一样 寓于圣徒们的心中 施展它自己 甜蜜和神圣的本质 并且把它们 传递给圣徒 灵魂分享上帝之美 基督之乐 因此 圣徒们 西越成福地 追随圣父和圣子 耶稣基督 这一传递 是分享圣灵 圣徒心中的恩典 与圣洁是同一性质 就像阳光与太阳 是同一性质 不过 它与太阳的完满 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耶稣说 从灵生的 就是灵 但是 程度无穷小 它的光 就像沐浴着 阳光的金刚石 但是 神圣灵觉 不可能 以这种方式 影响属血气的人 虽然 它可以用多种方式 影响它们 但是 根据它自己特有的本质 在它的任何影响中 都不可能 把自己传递给它们 实际上 当神圣灵运行 在水面时 在水的运动中 没有任何 圣灵特有的本质 同样 它也可以用 多种方式 影响人的心灵 却没有把自己 传递给它们 因此 神圣灵 在圣徒中 运作的秉性和方式 与人们生来之道 并且体验到 任何东西 有天壤之别 唯有神圣灵 寓于其中的人 不仅被称作属灵的 而且 他们的感情 和不同的体验 也被称作属灵的 他们与属血气之人的东西 全然不同 这是神圣灵 特有的业绩 圣经中 有许多段落 表述这一真理 圣徒就得 与神的性情有份 神住在他们里面 他们也住在神里面 正是耶稣 在他们里面 我们是永生的神的殿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使我们在 他的圣洁上有份 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 叫他们心中充满 我的喜乐 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必叫他们 喝足你乐和之水 将所见 所闻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天父 并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 圣徒分享上帝的本质 与上帝一样 被俸若神明 或者与基督一样 基督化 若是这样说 那便是一种 极其严重的误导 然而 用圣经的话来说 它恰恰意味着 他们是上帝 完满的分享者 即 从造物的标准 和内涵来看 他们是上帝灵之美 和幸福的分享者 这就是圣经中 完满一词的意思 当我说 真正的恩典感情 来自那些属灵的 圣洁的影响时 也是指那种 圣洁的影响 真正的圣徒 只拥有属灵的东西 另外一些人 没有任何我们 所说的圣洁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像圣徒那样 与神圣灵 进行交流 事实上 他们根本不具有 这种本质 或者性质 使徒雅各告诉我们 属血气之人 没有灵 基督教会一种 心生或者是灵生的 必然性 因为人天生生于肉体 没有灵 使徒保罗教导我们 有神圣灵 住在其中的所有的人 都是神的 一旦把神圣灵 说成是永恒一增的象征 那么神圣灵 就是祂的宝障 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 属血气之人 还没有体验到 任何属灵的东西 祂并不是上帝圣洁的分享者 然而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捉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 是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基督教导我们 世俗世界总体上 并不熟悉神圣灵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祂 也不认识祂 耶稣同样谴责法利赛人 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因此 属血气之人 与上帝没有交流 或者他们没有追随上帝 因而没有分享他 圣经中 把属血气之人 描述为 没有属灵之光 没有属灵的生命 没有属灵的存在 圣经的这些内容表明 圣徒们受到的恩典的影响 体验到的神圣灵的影响 完全超出了自然 或者自然的种种限制 他们在程度上完全不同 在性质上也大相径庭 我们所说的 他们是超自然的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 恩典感情 就是那些 来自超自然影响的东西 结果是一种 新的内在知觉 它是心灵神圣化 它是一种新领悟 新思想 新意识 恩典 作为一种 全新的原则运作 因此 圣经常常把神圣灵 在更新方面的工作 比作基于一种新感受 基于眼睛就是为了看 基于耳朵为了听 转入黑暗 是为了光明 它相当于 从死亡到牺牲 这种新属灵的感受 和新气质 确实不只是新的工具 而是生命的新原则 一种新的基础 备置于灵魂的本质之中 神圣灵对属血气之人 所做的一切 只是推动属血气的原则 给它以印象 扶持它 改善它 或者以某种方式 作用于它 因此 当神圣灵 给予属血气之人眼光时 像它对巴兰那样 它只是给属血气原则 一种印象 如视觉印象 但是 它并没有给予 一种新的感觉 没有任何超血气的 属灵的 或者神圣的东西 这样一来 如果神圣灵在人的梦中 或者醒着的时候 给人的想象力 一种印象 那么它只是 观念的一种刺激 位置于属血气的原则 和感觉中的那种东西 因此 神圣灵 凭借它的普遍影响 扶持人的 属血气的独创性 就像它在礼拜堂 娴熟的扶持 巴扎利尔和阿霍利一样 它也扶持人的 自然能力和政治事物 增加它们的勇气 尤其是 当它把它的圣灵 放在七十位老人身上 放在扫罗身上 赋予它另一颗心石 更是如此 这种方式 也可以唤起良心 但是 神圣灵对圣徒 内心属灵的影响 是通过注入 或者实施新的 神圣的 超血气的原则 而发挥作用的 这些原则是新的 属灵的原则 比属血气的原则 更高尚 更杰出 同时 需要有两个东西 来修改这一陈述 首先 属灵的感情 并不是世事都心 与属血气之人所发现 所体验到的东西 并非世事都不同 那些在恩典 属灵的感情中 为真的东西 在其他感情中 也为真 因此 圣徒们对上帝的爱 与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 属血气的爱相似 上帝之爱是 一个人渴望尊重上帝 渴望取悦于上帝 属血气的人 对他的朋友之爱 也使他想尊敬他 取悦于他 不过圣徒对于上帝之爱 和取悦于上帝的认识 是不同的 愿望不相同 就像两个人 有不同的品位一样 一个已经获得了 甜蜜的妙品 而另外一个人 却从不知甜蜜为何物 因此 他们的品位 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 一个属血气的人 也许有宗教领悟和感情 这些宗教领悟和宗教感情 对他来说 是新鲜的 使他感到惊讶 他以前从未想象过这些东西 然而 这些与圣灵赋予人们 那种地道的新感情原则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我的讲话始终坚持这一点 即一切真正的恩典感情 仅来自圣灵特定的 特有的影响 我也强调指出 一个对于上帝或者天国之事 可以进行属血气的想象 这种想象 不是来自神圣灵 因而 与我们所描述的东西 完全不同 即使这种想象 常常能够 把人的属血气的感情 提到极高的雄变水平 甚至到令人惊叹的水平 情况也是如此 当圣经被传递给属血气的 心灵和想象力时 形成的记忆 甚至也并不具有 同样的真实 因此 巴黎也许知道 上帝暗示他的那些话 确实是上帝暗示他的 而他也并不拥有 至关重要的属灵知识 一个人也会问 依靠神圣灵 我们可能具体的 属灵地应用圣经的承诺吗 我回答说 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把圣经的邀请 和承诺 属灵地拯救的 用于人的灵魂 但是 许多人误解了他的本质 认为他对灵魂 有很大诱惑 使撒旦有勇气 凌驾于他们之上 对抗真正的宗教兴趣 和上帝的教会 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圣经承诺的属灵的应用 并不在于 他凭借某种外在的动力 当即寄予思想某种暗示 而是属灵的应用圣经 属灵地开启心智 洗清罪孽的影响 属灵的祈求福音 或奉献福音 在于赋予灵魂一种 属灵的意义或意味 意指神的赐福 奉献者的甜蜜美好的恩典 就在于这种慷慨奉献 这也意味着 承诺者至善至美 忠实地实现 他所提供的东西 而且意味着 他的荣耀慷慨充分 于是心被吸引 前去领会这一奉献 他向这人证明 他有资格 享有所奉与的东西 他也引导内心 去领会承诺者 及其承诺知识 因此 他们能够看到 他们的恩典 和他们得到承诺的资格 我们并不是借某种直接暗示 或者某些属灵的 神圣的东西 谈论神秘事实 瞬间的启示 这不是恩典的效应 和极其运作到来的方式 例如 如果他骤然间向我展示 这个国家来年 将受到法国舰队的入侵 或者某某人将皈依基督徒 或者我自己将皈依基督教 那么这些 没有什么属灵 和神圣运作的性质 认为神圣灵 以这种方式 影响他的子民 是一种卑劣的 不体面的想法 他大大的贬低了 圣灵崇高的影响 以及真实证明的运作 证明观念 已经误导了许多人 使他们对神圣灵的影响 形成错误的概念 他们用这一词 抑制一种内在的直接暗示 仿佛上帝与一人暗语 直接测试他 用一种秘密的声音 或印象告诉他 他是上帝的子民 他们并没有认识到 虽然圣经经常使用证明 或者证据一类的词 但是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因为证明一件事的真理性 并不是单纯地宣布 或者肯定这件事为真 而是对证据进行证明 因此 在西伯来书2比4说 上帝用神迹奇事和百般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于是 他所说的这些奇迹 便被称作上帝的证明 这不是因为他们是断言性质的 而是因为他们是证据和证明 另一个证据证明 圣灵的印记 根本不是魔术性的启示 展示依赖直接暗示的任何事实 而是灵魂中的恩典本身 圣经把圣灵的印记 称作我们内心对圣灵的热望 于是 热望便是承诺承袭的部分 某一天人们将拥有这些承袭 这种永恒生活的热望就是恩典 我们在基督那里承袭的东西 不是任何超凡的馈赠 而是他生机勃勃地居住在我们心里 把他自己 他神圣的本质 传递到我们心中 加拉太书三点十三分 十四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 福音书经常把圣灵说成 是承诺赐福的总和 这一承袭是一笔伟大的遗产 基督在他最后的意愿和遗嘱中 把他留给他的信徒和教会 这是上天赐予的不朽的生命福祉和 圣灵在圣徒中生机勃勃地居住 就是对圣灵的热望 对未来承袭的热望 也是圣灵的第一个成果 使徒保罗就是这样说的 在《罗马书14-16》中 保罗坦率地说 上帝给予我们一些证明或者证据 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因为他住在我们之中 他赋予我们接受的精神 使我们愿意上帝作为父亲 这种精神是什么 而这种爱的精神又是什么 保罗区分了两种精神 一种是奴隶的精神 那是恐惧的精神 另一种是孩子的精神 或者接受的精神 那是爱的精神 保罗说 我们并不承认奴隶精神 那是恐惧的精神 但是我们承认孩子的精神 那是爱的精神 这种精神自然而然地 使我们愿意走向上帝 就像孩子愿意走向父亲一样 这就是证明或者证据 神圣灵让我们做他的孩子 因此我们认识到 保罗出于一种特殊的尊敬 把恩典精神作为爱的精神 这是孩子的精神 处在动态活动中 因为只有完整的爱 强烈的爱 才能证明我们是孩子 那时他已经驱逐了恐惧 并且在总体上 使我们摆脱奴役的精神 正是对上帝这种 孩童般的福音书的 谦卑的爱的精神 清楚地证明 灵魂与上帝的关系 就像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一样 因此在我们之中的这个孩子 能够呼喊上帝父亲 保罗说 上帝将为我们的灵作证 我们的精神就是指我们的良心 良心也就是所谓人的精神 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见察人的心腹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精神的证明 我们所夸的是我们自己的良心 当时图保罗谈到神圣灵 证明了我们的精神时 他并不是说有两种精神 它们是分离的 并行的 独立的证明 正是凭借一个 我们得到了另外一个证明 因此神圣灵 为我们的内心注入 扩散上帝之爱 一种孩童精神 由此赋予这种证明 许多危害都从圣灵证明的错误和欺骗的概念产生 这种概念认为 上帝对一个人说他爱他 宽恕他 选择他等等 是一种内在的声音 暗示或者声明 我们用圣经的经文证明了这一点 有时不用它也能证明 许多错误的 空虚的 依旧骚动的感情 也会由此产生 它使许多灵魂永远处于不安宁的状态 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我之所以在这个题目上花费时间 也是处于这个原因 但是 现在 我将讨论恩典感情的第二个特征 三 恩典感情的重要基础 是圣洁事物鲜艳的至善至美和可爱的本质 恩典感情的对象和基础 恩典感情的基本对象是上帝的荣耀 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 这些感情与自我或者私利有任何关系 我这样说 并不是想排斥圣洁事物拥有的一切关系 显然 这些关系对哪些真正圣洁的属灵的感情 产生了次要的 间接的影响 我们稍后将表明这一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爱的感情是一切感情的源泉 基督徒之爱尤其是一切恩典感情的源泉 耶稣基督中的上帝圣洁的至善至美和荣耀 上帝的业绩 上帝的道路 都是真正的圣徒爱这些事物的首要原因 信仰者假定的利益 或者将从中得到的利益 或者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想象的关联 都不是他们的主要原因 绝不能把自爱说成是这种感情之爱的根本基础 一些人表明 所有的爱都产生于自爱 他们说 就事物的本质而言 除非以自爱为基础 否则 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对上帝 或者对别的生物的爱 据本人余见 他们并没有郑重其事地反省这一点 他们表明 无论谁爱上帝 期待他的荣耀和他的快乐 都是出于个人目的 他们表明 上帝的荣耀和他尽善尽美的欢乐 是与人一致的东西 容易使人感受到善 他确实正在把他的幸福 放入这些感情和期待之中 因此 他们说 任何人期待得到上帝的荣耀 都是从自爱 或者对自身利益的渴望出发的 但是 他们应该进一步反省 并且研究 那个人如何首先把他的幸福 置于上帝的荣耀之中 置于对上帝尽善尽美的沉思 同时享受其尽善尽美 毫无疑问 那个人确实把他的幸福 放置在这些事物之中 然而 他们为什么变得如此重要 以至于使他感到 使上帝获得荣耀 是他最高的日刻 这不是爱的结果吗 因为一个人 必须首先爱上帝 内心深处 与上帝保持一致 而后 才能把上帝的善 看作他自己的善 说一个人通过爱 使他的心与上帝结合起来以后 在期待上帝的欢乐和荣耀 那种期待 成为他的爱的创造者 这种说法 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们不可能表明 因为父亲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就要生一个父亲 甚至在他渴望获得上帝的荣耀 希望取悦于上帝时 依然是出于自爱和对自身利益的爱 不是吗 在自爱之前 莫非没有某种鲜艳原则 促使某人内在地理解上帝 本质中的美 荣耀 以及至善 首先把人的心拉向上帝 使他的心与上帝结合在一起 莫非不是先于对他的利益 和幸福的一切思考吗 当然 一个人对他人或者他 物有某种爱或者感情 而他们显然来自自爱 正是以一种预想的关系为基础 这个人感觉到另外一个人 或者对他有所要求 但是 若使某个人受到另一个人的吸引 第一件事 就是看到这些性质和德性 他们本身被认为是可爱的 那么 这种爱的发展 将完全不同于 从私利中产生的爱 这种不同于私利的爱 是从他人赐予的礼物中产生的 就像一个法官喜欢 并且偏爱 曾向他行贿的人一样 由自爱产生的 对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感情 不可能是 真正的恩典之爱 和属灵之爱 在私利中对上帝的爱 不可能与对上帝的真爱 混为一谈 后者来自珍贵的感情 因为自爱是人与魔鬼共有的 其中没有任何圣洁的东西 正像耶稣所问 你若单爱那爱你之人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之人 在上帝心目中 来自私利之爱 是没有价值的 它是我们想起撒旦对约伯的诚实提出的挑战 约伯敬畏神奇是无敌的 你岂不是四周围上篱笆 维护他的家 并他的一切所有吗 如果这一谴责没有某种基础 上帝也许根本不允许提出这一意义 对上帝的真爱是上帝根本的价值所在 因为仅就上帝的目的而言 他就值得人们爱 这是一个合理的断言 正是这一点使他值得人们爱 他圣洁的至善至美极其辉煌 这足以说明 上帝为什么是上帝 因为他的目的 他被人们所爱 从未在基督中见过上帝荣耀和美的一些人 可以在自爱的刺激下爱上帝 但是感恩只不过是属血气的东西 就像愤怒是属血气的东西一样 当自爱产生时 愤怒也随之而来 感恩是一种感情 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这种感情 是因为另一个人爱他 或者在某种方面有益于他 二者都是自爱的表现方式 因为这只是感恩的一种形式 它不是来自真正的 或者适当的爱 在路加福音六点三十二分钟 基督谈到这类感恩 他说 有罪之人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同样 大魏饶了扫罗的性命 也使扫罗深受感动 然而 他仍然是他的贯敌 我们在圣经中 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感恩是人性中属血气的原则 因此 感恩也导致忘恩负义 这是极其可悲而可恨的 某人若抑制感恩 便被描述为极其邪恶之人 没有属血气的感情 如果不感恩 或者没有属血气的感情 就证明他有极大的罪过 不过 依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一切感恩代德和属血气的感情 都有拯救恩典的性质 在纯粹属血气的感恩中 表现出来的自爱 也许是一个源泉 从他涌流出对上帝的某种爱 这种爱也许来自一种错误的上帝概念 这种概念教导人们 上帝只是善与仁慈 绝不实施正义 或者上帝的善也许取决于 本身被定义为善的东西 在这些错误的基础上 人们可以爱他们自己想象的神 与爱之陪天国的 真正的上帝 风把牛不相及 再者 自爱也许在人们之中 引起了一种趋向上帝的感情 却根本不知道他们 在上帝面前的真实状况 由于缺乏良心的服罪 他们没有意识到 这种反对上帝的罪过 有多么可恨 他们在自己的头脑中 构造了一个适合他们的神 他们认为 上帝只是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 他喜爱他们 与他们一致 他们则像爱自己一样爱他 他们不知道 他们离爱真正的上帝 究竟有多么远 还有另外一些人 蒙发对上帝的高度感情 全是由于他们恐惧地狱之火的结果 随后 圣经的一些可靠的经文 又劝说他们 他们是安全的 上帝已经宽恕了他们 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 但是 他们的眼界是扭曲的 由于他们自负 他们甚至依旧错误地认为 他们与上帝是沟通的 认为凭借某种刺激 耳语 以及其他外部现象 将使这种沟通继续下去 然而 这些 其实只是 他们自己的想象 圣徒中 真正圣洁的爱 有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 最初 不是他们先看到上帝 爱他们 他们才爱上帝 而是他们先看到 上帝 本人是可爱的 基督似乎如此荣耀 如此至善至美 以至于只有基督 才能使他们欣喜若狂 这才是促使他们 真爱上帝的原因 圣徒们的感情 由上帝本人开始 而自爱 只是随之而来的结果 相比之下 错误的感情 由自我开始 只是最初 从私利出发 他们才承认 上帝 至善至美 因而是私利的产物 但是 上帝是真圣徒之爱的 终极基础 一切其他东西 均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不过 私利会公开 或者私下里影响人们 例如 在战争期间 一个国家将从 私利出发论成败 所以 私利在世界上膨胀 波及人类的一切事物 但是 我之所以这样说 并不是想暗示人们 对上帝种种 感恩只是属血气的 或者说 根本没有属灵的感恩 这类圣洁的感情 我已经直率地证明 有一种感情 是属血气感恩的结果 但是 也存在着恩典 或真正的感恩 肯定与属血气的人 体验到的完全不同 差异在两方面 首先 由于上帝对我们的人词 因而产生真正的感恩 或者感谢 他以上帝本人为基础 属血气的感恩 没有这样的基础 由于得到上帝的人词 因而对上帝产生属血气感情的恩典的激动 永远发自内心中原始的爱 这种原始的爱 就是对上帝本人至善至美的爱 由于这种已经存在的爱 人们常常把这种感情 当作偶尔从上帝的人词中流淌出来的东西 由于他已经看到上帝的荣耀 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这种荣耀所征服 被对上帝的爱所征服 因此 圣徒的心是温柔的 容易被他屡屡获得的人词所感动 就像一个人感谢他所爱的朋友 内心充满对他的度高尊重 鉴于他对朋友的看法 这个人的心对他的朋友 确实更为敏感温柔 因而更容易感恩 所以恩典的感恩没有排除自爱 由于上帝对圣徒们仁慈 所以圣徒确实爱上帝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不过 由于另外一种爱 已经为这些恩典感情开辟了道路 奠定了基础 所以恩典感情也包含了一些东西 其次 在恩典的感恩中 人深受上帝的人词和自由恩典品质的感动 这些品质不仅仅影响了他们自身的趣味 而且也把他们与上帝本质中的荣耀和美联系起来 上帝奇妙无双的恩典 在救赎的业绩中已经得到证明 在耶稣基督注视下像无限的恩典一样光彩四射 因此对救赎有恩典感谢的圣徒认为 恩典本身就是这样 恩典使他们享受到快乐 上帝本人对他们的人词就像放大镜 上帝把放大镜放在他们面前 就是为了让他们看到上帝仁慈品质之美的细节 在对上帝表示圣洁感谢时 圣徒的关切使他能够更加敏锐地注视上帝的人词 但是他感谢的源泉是上帝本人的至善至美 一些人也许准备反对这一论点 并且引证说我们爱 因为神仙爱我们 好像这意味着上帝对真正圣徒的爱是他们爱上帝的第一原因 为了回答这一说法 我将特别指出 约翰的目的是说明 当我们还不爱上帝时 上帝却爱我们 他仅一次赞美上帝对我们的爱 他表明上帝对选民的爱 是他们爱上帝的三种方式的基础 第一 圣徒对上帝的爱是上帝爱他们的结果 他是爱的礼物 上帝赐予他们爱他的灵性 因为他永远爱他们 他的爱是他们再生的基础 也是他们全部救赎的基础 第二 上帝让耶稣基督进行的救赎工作 是上帝向天使与人展示他道德 至善荣耀的主要方式之一 上帝是爱 这是现实的主要基础 第三 上帝对他的选民之爱 是上帝道德至善和人格荣耀的极好证明 于是 这是一个真正的刺激 激发了对上帝圣洁的恩至爱 因此 圣徒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先爱他们的陈述 与使徒们在这一文中 所要达到的目的完全吻合 这一陈述通常绝不可能与如下原则相矛盾 圣徒之中 属灵的 恩典的爱 本质上来自上帝本人的至善至美 圣徒们的欢乐 属灵的高兴 以及愉快的主要依据 并不是考虑到他们自己在圣洁事物中的利益 圣徒的爱也是这样 此外 最重要的是 圣徒的爱存在于 对圣洁事物自身的美的甜蜜的沉思之中 所以 他与伪基督徒的欢乐迥然不同 这些伪基督徒孤方自赏 以自我作为欢乐的基础 鉴于真正的基督徒 因上帝而欢乐 因而真圣徒的心灵 则只为上帝及其圣物的现实而愉快 真基督徒的真实愉快的基础 使上帝极其至善 他的愉快在基督和他的美之中 上帝本质的显现是万民之主 使人们敬仰爱戴之手 圣洁们看到 人们一旦认识到上帝是高贵的 而人是悲俗的 福音书 圣洁的教义 就会得到认同 圣徒为上帝而愉快 基督是他们的基督 他们首先为上帝本人的 至善至美和荣耀而欢乐 其次 为如此荣耀的上帝属于他们而欢乐 不过 为君子也有欢乐 那只是 他们自己的欢乐 不是为上帝而欢乐 当虚假的信仰者 孤方自赏时 他们的眼睛只盯着自己 他们一旦得到自己所呼唤的属灵的发现和体验 他们的心灵便与自我打得火热 从而陶醉在自己的体验之中 使他们感到激动的主要不是上帝的荣耀 或者基督之美 而是他们自己体验的激动 他们思绪流连忘返 这是多么奇妙的体验啊 这是多么伟大的发现啊 我遇到了多么奇妙的事情啊 因此 他们把他们的体验放在基督 基督之美和一切自足性质的位置上 他们不是为耶稣基督而欢乐 而是沉緬于自己奇妙的体验中 他们完全陷入自我想象 回味着那些伟大奇妙的体验 因而只从自己的体验去认识上帝 随着他们情感的加剧 这些伟君子常常陷入自我陶醉 骄傲自满之中 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炽烈的热情 但是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除了想象、自爱和骄傲以外 没有任何基础 由于这是一种个人的思想 因而交谈也是个人的 他们是伟大的自言自语者 相比之下 具有伟大的属灵感情 和内心充实的真圣徒 却准备更多地谈论 上帝、上帝荣耀的至善至美 业绩、基督的美和智慧 以及福音的荣耀 因此真圣徒沉浸在喜悦之中 他真的发现了上帝和基督甜蜜的荣耀 他从不注意自己极其所得 这些也许是他不可能具有的娱乐和损失 他根本不想让他的眼睛离开上帝 离开令人陶醉的目标 由于伟基督徒的爱与欢乐来自私利 他们的其他感情也是这样 他们对原罪的懊悔 他们的谦卑和顺从 他们的宗教渴望和热情等 都与自爱及其贪欲相关联 当本质堕落时 就会拥有这种神的概念 他保护并且偏袒他们的原罪 他们爱他们想象中的神 因为他完全适合他们的口味 他们赞美他、服从他、响应他 他们假定他们是杰出的圣徒 仿佛他们的自负 他们的感情将土崩瓦解 哪怕他们只微微瞥见一丝真正的原罪 情况就会这样 由于他们的感情建立在自我基础上 所以他们的感情也许会被自知知名摧毁 但是真正的恩典感情 是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来的 他们的基础不在自我之中 而在上帝和耶稣基督之中 因此发现自我及其原罪 将净化他们的感情 不会摧毁他们的感情 在某些意义上 它将使感情变得甜美、高尚 四、上帝本人的美和道德至善的快乐 是恩典感情的基础 或者换句话说 由于圣洁事物具有道德至善的美与甜 因而对他们的爱变成为一切圣洁感情的起点和源泉 我想向那些不理解我意思的人做出解释 这里所说的道德一词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或者道德行为 仅仅外在的奉行道德义务 我并不是指诚实、正直、慷慨、温厚 以及热心公义之类的美德 这些都是外在的态度 与那些更内在的、属灵的、圣洁的德性 如圣洁的信仰、爱、谦卑 真正的基督徒式的虔诚相对立 我再说一遍 不应该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道德一词 要想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 必须看看神学家们 通常对道德的善与恶与属血气的善与恶所做的区分 道德邪恶意指原罪的邪恶 或者与正确的东西相反 属血气的邪恶意指苦难、痛苦、烦恼、耻辱等等 这些东西都与好与坏的理想状态相反 同样,神学家也对属血气的道德的至善与上帝的道德至善加以区分 上帝道德的至善是指上帝作为道德动力发挥作用的那些品质 他的正直、真诚、信仰以及善等等 一言以蔽之,他的圣洁 根据我们的方式想象上帝 上帝的自然品质或完美由他的伟大、权力、知识、不朽的存在 无所不在、可怕令人惊骇的最高权力组成 一种智慧自由存在物的道德至善 存在于道德动力的心中或者意志中 因此,正直可爱智慧的存在物 在道德上是善的、杰出的 智慧自由存在物的道德至善若是真正的、实际的 而不是外在的、伪造的 那么他就是圣洁的 因此,圣洁包含着智慧存在物所有真正的道德至善 它是唯一真正的德行 圣洁包含着一个善人的真正的德行 如他对上帝的爱、对人类的人爱、他的正义、他的不爱、他的仁慈、他感恩的温顺、文雅以及基督徒的一切其他德行 人的圣洁只是上帝圣洁的肖像 从我们的角度看上帝 上帝有两种品质 一个是他的道德品质 一个是他的自然品质 前者凝缩在圣洁中 后者表现为力量、知识等等 这些都构成他的伟大 因此,人心目中的上帝肖像是双重的 有他的道德肖像或者属灵的肖像 也有他的属血气的肖像 前者表现为他的圣洁 人因堕落而失去了这种圣洁 后者表现为人的理性、悟性、属血气的能力 以及对生物的支配权 我说对圣洁之物的爱 对圣洁之物道德至善至美的爱 是一切圣洁感情的开端和源泉 现在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我们已经指出 一切圣洁感情的第一个客观基础 是圣洁之物卓越的至善至美 就其性质而言 圣洁之物本来就是至善至美的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 一切圣洁感情的第一个客观基础 是他们道德的至善 或者道德的圣洁 圣洁之人在圣洁感情运作时 热爱圣洁的事物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圣洁 首先,他们爱上帝 因为上帝圣洁的美和道德至善本身是最可爱的 他的一切品质都吸引着他们 使他们自豪 他们喜爱每一种圣洁的至善 但是,他们对上帝圣洁的爱 是他们最重要,最本质的爱 正是在这里 真正的上帝之爱开始了 对圣洁事物其他虔诚的爱 都是从这里涌流出来的 一切智慧存在物真正的美和可爱 本质上在于他们道德的至善或者圣洁 从我们的角度看上帝 上帝也是这样 圣洁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呈现圣洁本质的美 我们也经常读到圣洁的美的Beauty of Holiness 正是它产生了上帝的一切 其他荣耀和可爱的品质 上帝智慧的荣耀是圣洁的智慧 而不是邪恶的狡诈或者诡计 正因为如此 上帝的威严才是可爱的 而不是恐怖的、可怕的 这是一种神圣的威严 是上帝常驻性的荣耀 这是圣洁的常驻性 不是邪恶中那种异变的固执 上帝可爱的见解必然由这里开始 真正的上帝之爱 必然由热爱他的圣洁开始 而不是由热爱任何其他品质开始 如果没有圣洁 任何别的品质都不是真正可爱的 如果上帝一切至善的可爱 都从他圣洁的可爱产生 对他一切至善的真爱 便来自他的圣洁之爱 会看到上帝圣洁荣耀的人们 也不可能看到上帝仁慈和宽厚的真正荣耀 他们根本看不到那些品质本身的荣耀 由于圣洁性质的美主要在于上帝的圣洁 因此一切圣洁之物的美也是如此 圣徒之美也在于他们是圣徒或者是圣洁之人 上帝在他们之中的道德肖像 就是他们的美和圣洁 天使的美与光明是这样的 他们是圣洁的天使不是魔鬼 基督徒的信仰是美的 高于其他一切宗教 因为它是一种极其圣洁的宗教 圣经的至善至美在于他的圣洁 你的话极其精炼 所以你的仆人喜爱 他的圣洁尤其创造了主耶稣的魅力和美 主是万民之主 爱的化身 他是圣洁的公益者 其人性的属灵之美在于 他的温和、可爱、耐心、虔诚 上帝之爱、人类之爱 恩赐于卑鄙和乏味者 同情、被遗弃者等 这一切都凝聚在他的圣洁之中 于是他的一切人性美 主要在于他的圣洁 同样福音的荣耀主要在于 他是圣洁的福音 鲜明地表现出 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圣洁美 属灵之美来自教义的圣洁 拯救之路是圣洁之路 这是美 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在于 他是上帝圣洁的居所 也是上帝荣耀的居所 启示录最后两章描述的 新耶路撒冷之美 是这种美的不同表现 由于这种圣洁的至善至美 所以圣徒爱所有圣洁之物 他们爱圣经 因为他是纯净的 他们也爱圣徒 天国也是可爱的 上帝圣洁的居所在 他们眼中同样是可爱的 他们爱上帝 爱耶稣基督 他们的心喜爱福音的教义 他们甜蜜地漫步在 已经向他们展示出来的 拯救大陆上 在恩典感情的第一个显著标志中 我看到一种新的属灵的感觉 将赋予那些获得新生的人 这种感觉与其他五种 我们天然拥有的感觉不同 这种感觉就是圣洁美 圣经经常把圣洁美与田描述 为属灵的品和嗜好的伟大目标 这是耶稣基督圣洁灵魂 甜蜜的食物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我的食物就是遵循 拆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诗篇119章 对这种嗜好的强调和描述 比任何章节都丰富 诗篇第一章的诗句 就打算探求这一点 诗篇通篇都把圣洁的 至善至美描述为圣洁品味 寓意 嗜好的直接对象 也是对上帝律法的喜爱 一种圣洁的爱 有一种圣洁的对象 爱的圣洁主要在于此 那就是圣洁的爱 同样一种圣洁的本质 必然需要圣洁的事物 圣洁的事物与这种本质共存 因此上帝 耶稣 圣经 以及其他圣洁之物的圣洁性质 必然与圣徒的圣洁共存 再者 所谓原罪就是对上帝有敌意 所谓物欲就是对圣洁之物 对上帝 对上帝的律法 也对上帝的子民有敌意 他们有敌对的性质 他是以敌对对敌对 以相同对相同 卑劣增物圣洁 圣洁喜欢圣洁 在天国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 圣洁之物的圣洁之上 圣洁之美 尤其热衷于赞美 钦佩天使般人物的 欢快与热情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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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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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 昔在 今在 以后永远在的全能者 蒙受荣耀的圣徒 也呼喊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洁的 圣经这样描述地上的圣徒 因为他们崇拜上帝的圣洁 因此他们崇拜上帝 他们看到他圣洁的可爱 因而他们赞美 颂扬上帝的一切品质 因此 当他们由于上帝的力量 而赞美他时 他的圣洁便是激励他们的美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同样 他们也因为上帝正义 和令人敬畏的威严 而赞美他 他们赞美上帝 因为他仁慈可靠 散布亮光视为义人 预备喜乐视为正之人 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感情的测试 特别是爱和欢乐的测试在于 圣洁是不是感情的基础 这是真圣徒与属血气之人的差异 属血气之人对圣洁之物的善与至善至美 没有任何感受或者品味 圣洁之物完全被遮掩了 然而圣徒依靠上帝强大的力量 发现了他 他感染了他们的心 为他们高于一切事物而欣喜 他可以据此考察你对上帝的爱 对耶稣基督的爱 对圣经的爱 你为他们而快乐 你对上帝子民的爱 你对天国的期待 这是真正的测试 属血气之人 也许看到上帝伟大的力量 和令人敬畏的威严 环境迫使他们这样做 据说 当耶稣基督降临时 在圣父的荣光里 每一只眼睛都将看到他 你当进入洞穴 藏在土中 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和他威严的荣光 上帝经常宣布 使他的一切敌人 以这种方式认识他 是他永不变更的目的 他说他们将知道 我是主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启蒙的要被我的荣光充满 圣徒像属血气的人一样 也将看到上帝的伟大 但是这将对他们产生 完全不同的影响 他们不是恐惧 而是为上帝高兴 赞美上帝 他们看到的是上帝圣洁的美 而不是恐惧 五 恩典感情从属灵的 受启示的心灵中产生 恩典感情的形成过程 要是没有光 圣洁的感情也不会发热 必须不断有悟性的形成 才有属灵的启示 这种启示 使心灵得到光 或者实际的知识 上帝的子民受到恩典的影响 他能够更深入地 理解领悟 圣洁之物的某些东西 他更好地理解上帝 基督 以及福音书展示的荣耀事物 他有更清晰 更正确的观点 他对圣洁之物 有了新的了解 或者这一观点凋谢之后 他以前的知识 将得到更新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种见识上 多而又多 于是 知识是一把钥匙 率先打开刚硬的心 扩展感情 从而为人类开辟一条 进入天国的道路 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 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 不过 有许多感情 并不是从任何悟性之光产生的 当这发生时 就是一个可靠的证据 证明这些感情不是属灵的 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高尚 它们甚至可以有 以前没有的新悟性 但是 人的本质是 除非他已经领悟 或者认识了某物 否则他的心灵 不可能受影响 不过 不具有知识 或者启示性质的 悟性或概念 会影响许多人 比如 某人可以骤然间 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他却没有任何启示性质 凭借这些东西 人们不可能变得更聪明 或者实际拥有更多 关于上帝 或者拯救之路的知识 因为这些永恒的观念 并不知道上帝 也无法交流 对上帝的领悟 因此 真正属灵的恩典感情 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 它们来自心灵启蒙 以便能够理解上帝 和耶稣 以新方式教会的东西 这便重新领悟了 上帝至善至美性质 和奇妙的至善 或者形成某种新观点 重新认识了基督属灵的 至善至美和丰富 它们的特点 完全不同于属血气之人的 任何观念或者刺激 即使那些感情 是在阅读圣经经文时形成的 也无济于事 除非在领悟时 从这些文本中 获得某种特殊的启发 当基督用圣经 使心灵在恩典感情中燃烧时 他所做的是 用圣经开启人的悟性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向信徒的心灵 发出了明确的启示 虚假的感情来自无知 而不是来自启示 即使是极西祈祷 所说的内容 会强化他们的感情 从而可能影响某些人 或某些事宜思想 从圣经进入他们的心田 那么他们也可以说 神圣灵在教导他们 通过种种无知 人们错误地认为 他们的心灵受到感动和刺激 是因为圣灵眷顾他们 它最初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情感混乱中 他们开始沮丧 这种刺激并没有产生 真正属灵的感情 但是圣经能够使圣徒 属灵的超自然的领悟圣洁事物 非真正的基督徒 并不知道这些圣洁的事物 保罗也谈到这一点 然而属血迹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是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这里也谈到了 领悟和辨别属灵事物的方法 凡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圣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种对圣洁事物的领悟 其性质和特点 与属血迹之人 拥有的一切知识 完全不同 圣经把这称作 属灵的领悟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不住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 智慧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属血迹之人 不具有的属灵的知觉 或者领悟是什么 我已经表明 给予圣徒的这种新的属灵的感觉 正在按照圣洁之物的本来面目 认识他们至高无上的美和至善至美 圣经也是这样 保罗非常坦率地教导我们 有属灵之光发现 有属灵的知识领悟的伟大事物 正是圣洁之物的荣耀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耀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下 对此我们补充第六句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 属灵的悟性在于 内心对圣洁之物 道德至善的 至高无上的梅与田的感受 以及从这种感受中流淌出来的 对一切宗教事物的辨别与认识 于是 属灵的悟性 主要在于对属灵美的内心感受 我之所以说内心的感受 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思辨 在两种悟性能力之间 不能画一条清晰的界限 它们也不是独立分别运作 但是 当心灵意识到 某物的甜美和可亲时 这种可爱的敏感性和特性 不与人一种品位 嗜好 或者意愿 在思辨心灵纯粹的概念领悟 和内心感受之间 必须做出区分 在内心感受中 心灵不是思辨的 而是体验的和感觉的 实际上 只有经验性的知识 真正看到了 什么是有魅力的 什么是可恨的 一种是纯粹的理论 另一种是经验知识 而内心则是他正宗的主体 使徒保罗说 纯粹思辨的知识 在律法上 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他在对比中 谈到经验的品位 他说 感谢神 常率领 我们在基督里夸圣 并急着我们在各处显阳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属灵的悟性 主要存在 对圣洁之物的道德美的体验 或者品位之中 除了从这种感受中产生的知识以外 任何知识都不能被称作属灵的 其次 他包括辨别和体验这些圣洁之物的一切 当灵魂发现圣洁之物的圣洁美和魅力时 便开辟了一个视角的新天地 上帝的至善 以及与上帝有关的一切事物的荣耀 都展示出来 他表明了上帝在创造 及天道方面一切业绩的荣耀 他的工作表达了上帝圣洁 如正直 可靠 仁慈的独特荣耀 上帝道德至善的荣耀 是一切创造的必然结果 对圣洁之物道德美的感爱 使我们能够理解基督作为耶稣基督的充分 信仰者沿着这条道路 被引入基督个人至善至美的知识之中 这使圣徒们认识到基督蝶血的珍贵 基督蝶血族以为人类洗清原罪 这取决于基督服从的功绩 以及基督待人赎罪的充分与普遍 所有这些方面均可以表明耶稣救赎方式的美 同样在其中也可以看到圣经的至善至美 若是去掉圣经一切道德之美和甜 圣经将成为死文字 干巴巴的无生机 枯燥乏味 因而我们在方方面面 学会了不再照应皮囊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因此一切真正体验的宗教 都来自属灵美的这种感受 因为谁要是看不到圣洁之美 谁就不会感激神圣灵的恩典 没有这一点 就不会知道整个属灵的世界 因此当上帝嵌入了属灵的超自然的感受时 一种伟大的变革在人的内心深处发生了 这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在皈依中 第一道恩典的属光射入灵魂 一个始终在暗夜中的人发现了这一器官 旋即产生了四种别的感受 这时像是看到了璀璨的阳光 发现了整个可见物体的新世界 这种属灵的感受 比一个人属血气的任何感受都更高贵 因为这种感受的对象越来越伟大 越来越重要 一切真正的恩典感情 都以这种圣洁之物的知识为起点 一切感情都受这种知识的检验 从任何别的知识或别的物性中产生的感情都是空虚的 为了对属血气之人的体验与神圣灵拯救知识进行深入的对比 我们举例说明良心问题 当换其属血气之人的良心感受时 神圣灵没有赋予他们任何圣洁之物 真正的道德美的知识 他们拥有的一切就是更清楚的负罪感 他的惩戒 以及他与苦难的罪恶之间的关系 这将用末日审判充分唤起邪恶之人的良心 却没有任何灵光 就下线而言 现在就有良心发现的那些人也是这样 但是他们是世俗世界没有任何灵光 尽管他们对原罪和邪恶的特征有较深的领悟 然而他们对上帝的荣耀依然没有任何真正的领悟 我们已经说过属灵的悟性 从这种悟性的本质来看 似乎并不在于任何新的教义知识 也不在于向心灵暗示任何新命题 或者任何深入的理解 因为它就是对美和田的一种体验 属灵的知识并不是由对圣经任何新教义的解释组成 假如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圣经文本中包含和教会的主题 教义知识就只是对圣经某一部分的解释 因此对圣经属灵的领悟并不仅仅在于开启心灵 使之理解圣经神秘的意义 它的比喻象征以及讽誉等 一个人有可能知道如何解释所有这一切 为什么没有拯救的恩典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再者 属灵的知识不仅仅告诉人们应尽的职责 这种职责的知识 也许只是教义知识的一个方面 关于上帝意志的命题 只是宗教的一种教义 是一个涉及上帝的本质 或者上帝工作的命题 这与属灵的知识有巨大的差别 巴兰拥有上帝意志的直接知识 这种知识是神圣灵一次次地向他暗示的 涉及他应该走的道路 他应该做什么 说什么 但是他那里没有属灵之光 这种方式的引导和指导 并不是神圣灵圣洁的属灵的引导 它只是圣徒特有的 是圣子的显著标志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即使圣经的某些内容 引导他们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 采取行动也无济于事 这根本没有产生属灵的教诲 比如 如果某人正在寻求指导 从而决定 他是否应该在异教徒的地盘 做传教士 那么在热气地祈祷之后 他理解了上帝给雅各的启示 你下埃及 去不要害怕 因为我将和你同下埃及去 也必定带你上来 这并不意味着 上帝承诺在他传教游历之后 必定把他再带回新英格兰 在这一点上 没有任何东西 是圣灵属灵的恩典的指导 其中 也没有任何东西 是属灵的领悟 因此 圣经内容的领悟 并不一直属灵的领悟 属灵的领悟圣经 就是正确地领悟圣经所言 理解它的意义 这不是创造新意义 当受到启示的心灵 属灵地 正确地领悟圣经时 才真正懂得了圣经 以前由于蒙昧 心灵并没有领悟圣经 诗篇的作者大声呼叫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这里所表明的是 以前他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是因为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但是 这并不是说 从圣经中产生新意义 好像人们能够制造一部新的 圣经似的 这是把圣经发扬光大 因为他预示着一场可怕的诅咒 要属灵的理解 圣经就要开启心灵的眼睛 注视圣洁之物奇妙的 属灵的至善至美 自从圣经问世以来 这就是包含在其中的真意 这种属灵的眼光 能够看到圣洁的至善 基督的至善至美和充分 以及拯救之路 也能看到圣经戒律 和承诺属灵的荣耀 这种荣耀永远存在于圣经之中 只是以前没有看到 而现在被看作具有一种新意义 圣经荣耀的引导 存在于两个东西之中 第一 在某人履行职责时 用圣经启迪他 第二 权威的诱导他遵循那一启迪 属灵的辨别和品味 具有真正的道德美 他们给予这种指导 圣洁的感受性对善与恶 圣洁与不圣洁加以辨别和区分 无需任何逻辑推理 真正爱好外在美的人 只要看看就知道什么是美的 他不需要做这类的推理训练 长着欣赏音乐耳朵的人都知道 一种声音是不是真正的和谐音 不需要数学家的推理 也能够思索音阶的比例 有美食家口味的人 不需要进行推理 也知道食物的美味 耳朵岂不是试验言语 正如上堂会尝食物一样吗 同样 如果属灵的辨别力之导 没有价值或者没有圣洁的活动 那么圣洁的眼睛 也看不到任何活动的美 不能从中获得愉快 它只能引得圣洁的品味作偶 圣灵正是凭借这种方式 引导圣洁之人 获得内心圣洁的品味和圣洁的气质 这样的人对于正确的东西 会做出自发的判断 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演绎 或者特殊的论辩 因此耶稣谴责法利赛人 不自己审量 什么是合理的保罗 在判断属灵的美食 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察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因此 有某种喜欢属血气之美的东西 若要有品味感 就要赋予事物真正的价值 不要被虚假的光辉所迷惑 或者不要受任何东西的欺骗 于是品味和判断是同一个东西 因而很容易辨别一种差异 判断从反思中形成意见 而品味却不需要这种俗套 就像刺耳的声音 使耳朵感到不舒服 或者疑人的香气 抚慰嗅觉一样 那么品味对一切反思 当即就会做出反响 而且具有预见性 也存在着属灵的品味 一切真正的基督徒 必须根据神圣灵指导他们 赋予他们辨别能力 分点强烈而活跃的地方 这种圣洁的气质和属灵的品味 将使灵魂能够辨别正确的东西 并且使之辨为行动 真基督徒不需要其他能力 也会迅速准确地认识事物 我们看到 以这种方式说明的习惯 对行为产生影响 例如 如果一个人秉性善良 他便善意地对待他人 他的善良本质 将影响他在每一个场合的 言谈于土 这种方式与真正的善相一致 即使是最强有力的理性 也不能帮助一个性格乖张的人 同样 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受有益的影响 对某个人充满了强烈的感情时 他具有迥然不同的品质 远不是那些拥有一切能力 却没有内心气质的人所能比拟 有一种精神鞭策着他 他感受着习惯性的态度 促使他自发地采取行动 因此 属灵的气质和神圣的品位教会 指导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 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 若有深深的谦卑 温顺和爱的气质 便能够更快 更明确地遵循谦卑 顺从 不爱这些真正的基督徒的原则 而那些没有这一气质 却滋滋以求 精心按照强大的理智 进行推理的人 却做不到这一点 于是 若对上帝圣洁存有恐惧和敬畏 孝敬般的信仰和虔诚 那么对上帝的属灵之爱 便教诲和指导 一个人的行为 但是 对于一个不正直的人 即 心中没有基督徒原则的人来说 几乎根本不可能知道 在整个生活中 如何像一个基督徒那样行动 这种圣洁谦卑秉性的美和田 究竟为何物 他并不知道怎样穿这样的长袍 也不知道他们对他是否合适 凡愚昧人 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 因连进城的路 他也不知道 但是 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 智慧人的舌扇发知识 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当凭借鼠灵的品位判断活动时 真圣徒进行交流的一言一行 并不专门诉诸圣经的确定规则 然而 他们的品位 本身通常都符合圣经的规则 并且受到圣经的测试 检验 鼠灵的品位 极有助于灵魂根据圣经进行推理 判断圣经规则的真正意义 它消除了堕落的欲望 引导思想 自然而然地走上康中大道 它理解 圣经是真正的意义 最自然地进入心灵 因为被净化灵魂的气质和爱好 与圣经规则的确切寓意之间 存在着一种和谐 正是这种和谐 在适当的场合 使人们想起经文的内容 因此 上帝的子民 受神圣灵引导 探定自己的行动 思索 运用上帝的圣经的规则 上帝就会这样把他的法令告诉他们 使他们理解他的真言 诗篇的作者经常为此祈祷 但是 圣灵的引导与某些人所假定的完全不同 这些人认为 神用直接内在的声音或者暗示 赐予他们新的准则 这仍然没有品味道 事物真正的至善至美 对于至善至美 也没有正确的判定和辨别 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根据这种属灵的判定认识圣经 悟宁说 把它看作某种立竿见影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真正的判断和智慧 相反 唯有上帝的子民 能够享受的上帝的指导 被传递给真正的智慧和圣洁的辨别力 圣经经常谈到这一点 这种方式在前面被比作星星 在下面被比作萤火虫 真正属灵的悟性 与热情的种类和形式完全不同 后者虚构了一些幻想 内在的暗示 未来事件的预言 神秘事件的直接启示等等 所有这些都不能构成圣洁的意义和内心嗜好 或者圣洁之物的圣洁和至善至美 实际上 他们的一切都与这种精神毫不相关 他们只是脑海里的印象 这种体验和发现 共同激发了一些激情 严重地欺骗了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 虚假宗教的一个重要部分 始终是由那些体验和欺骗构成 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体验 连同他们的狂喜和奇特的沉醉 以及自与天国的圣洁联络 得到天国的直接启示等 都是这种情况 当时以及后来 使徒时代的爱塞尼派 犹太教的一个古代分支 都有这种体验 古代的诺斯替教 蒙塔努斯派 以及早期教派的古代异端 也有这种体验 但是 在我离开这一主题之前 为了不至于使人误解我前面所说的 我想特别指出 我并不是说 伴随着想象的观念 出现的任何感情 都不是属灵的 人的本质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某种外在的观念 他几乎不能认真的 思索任何东西 当心灵思 思想高度紧张时 想象力通常更强烈 外在观念更活跃 特别是某些性情中人 更是如此 但是从强烈的感情产生的活的想象力 与从活的想象力中产生的强烈感情之间 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毫无疑问 前者通常是恩典感情的状况 真正的恩典感情并不是产生于想象力 也不依赖它 相反 由于人性的弱点 想象力只是感情的偶然结果或者后果 当感情由想象力产生 并以想象力为基础 而不是由精神的洞察力产生时 无论怎样拔高感情 它仍然是无价值的 空虚的 一旦观察到这一点 我就要探讨恩典感情的另一个标志 六 恩典感情与历史的证明和真正的深信相关联 恩典感情的确定性和谦卑 整个论说的基础 尽在下面这段经文中你看不到它 却爱它 尽管你此刻看不到它 却信它 你想有不可言说的快乐和充分的荣耀 那些真正有恩典的人 都坚定 充分 丰富 有效的 深信伟大的福音事物的真理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再不会在两种意见之间犹豫 对于他们来说 伟大的福音教义 不再是可怀疑的 不再是单纯的意见问题 悟宁说 他们是被解决 被确定下来的问题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 他们毫不畏惧 事事都大胆地追求真理 他们的深信是有效的 伟大的福音中属灵的 不可见的东西 有现实性和确实性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他们有现实的分量和力量 因此 他们支配着他们的感情 也支配他们生活的其余部分 基督作为圣子和世界救主的现实性 他向人们展示的 有关他本人和圣父的种种奇迹 再也不是推测了 他们看到他们存在的真实性 他们的眼睛睁开了 因此 他们真实地看到 耶稣是基督 是活上帝的儿子 他们看到 上帝永恒的目的已经展示出来 这就是关心沉沦的人 为来世的圣徒准备荣耀和不朽的东西 这些都成为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 上帝的目的对他们内心产生强有力影响的同时 也影响了他们的实践 因为上帝的目的在他们眼中 是无比重要的东西 一切真正的基督徒都深信福音真理 他们认为 他丰富地展示在圣灵之中 我只列举一些处处 但是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八月拿 你是有福低事 因为 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纳西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因此 真正的恩典感情与强烈的深信 和信仰福音事物的真理性相关 这一现实 显然已经在圣经的种种内容中 得到清楚的证实 但是 有许多其他的宗教感情 与这种深信没有关联 许多观念和领悟是感情的 不是深信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作圣洁的发现 它们可以使某些人 在一段时间内相信 但是 没有永久而有效的深信 一些人甚至可以认为 由于他们逐渐变得深信 所以他们已经皈依了 然而 他们与那些人截然不同 那些人 真的深信福音 展示的无限永恒的事物 在他们的影响下和力量中生活 即使一样 他们也不可能像那些人一样生活 因为他们的感情 与心灵深处的深信毫无关联 而他们完全依赖这种深信 这项断裂的荆棘 像稻草树 或者像乱石滩上的草叶 他们的根 并没有深深地 扎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 一些人带着激情和自负兴奋地说 他们根本不理解圣经的真理性 事实上 他们离他非常遥远 圣经的某些内容 以骤然 特别的方式 进入他们脑海 他们认为 他直接向他们宣布 他们的原罪被宽恕 或者上帝爱他们 他将拯救他们 激动之余 他们说 看到圣经的真理 但是 这只是错觉 要真正理解 圣经的真理 就要理解福音的真理 而不是某某人 将生入天堂的启示 假定一个人 对基督教教义的信仰 不是简单地来自他的教育 也得到理性和论据的支持 这依然不能使他的感情 成为真正的奔典感情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他的信仰 不仅应该是合理的 而且应该产生于 真正的属灵的信仰 这是必然的 我假定 所有的人都不怀疑 一些属血气的人 将以理性的证明 或者论点为基础 获得基督教真理的证明 无疑 犹大也可以根据他的所见所闻 认定 耶稣是救世主 然而 他仍旧是个魔鬼 我们在约翰福音 二冒号23-25中读到 许多人看到 耶稣创造的奇迹时 也相信基督的名字 而基督徒并不信任他们 树士西蒙看到创造的奇迹 和一些迹象时便相信了 但是他依然怨恨 骨子里是恶毒的 因此 我们也看到 那些人有片刻间的相信 且深受感动 他们甚至乐于接受圣经 但是 他们的宗教感情 却不是属灵的 显而易见 对福音事物的真理性 有属灵的信仰 或者身信 但是 他与那些属灵的 新生的 神圣灵 寓于他们之中 作为他们生命准则的人不同 他们身信 与属血气之人的表面 身信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异 因为他们都有善举相伴 但是 信仰本身 却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属血气的人 从未有属灵的人 特有的东西 圣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那里来的 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凡任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那么 一个人如何属灵的身信呢 身信来自悟性的开启 一个正确的判断 取决于准确的理解 而对福音真理 属灵的身信 来自属灵的理解 圣经常常证明 一种拯救的宗教信仰 就是拯救的信仰 产生于神圣灵 开启心灵 使之正确看待事物 仿佛事物被揭示 或者展示出来 使心灵能够看到 他们的本来面目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项聪明 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教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 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 知道父是谁 圣经的许多章节指出 真正的信仰 来自基督属灵的洞见 在圣经中 基督向信徒们显露上帝的名字 圣经使信徒们真正理解和领悟神圣的事物 从而使他们知道 基督的教义是基督 是永生的神的儿子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这就是属灵的深信福音里面展示的圣洁性和现实 它来自对这些东西的属灵的领悟 对此圣经说明清楚明白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没有任何东西 比这里和上一章最后几句 更清楚地谈到福音的拯救信仰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 既然敞着脸地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一信仰从心灵的开启 导注视它所展示之物的圣洁的荣耀 因此对圣洁荣耀 对福音中向我们展示的事物 无以伦比之美的看法或感受 直接或间接地 使心灵深信福音的圣洁 首先圣洁的荣耀 使他们产生了清晰的观点 因而他们即刻便对福音事物的圣洁 深信不疑 这提供为一种合理的深信 因为信仰和保证与理性是一致的 例如基督的神性就有真正的证据 上帝被作为上帝显现 他圣洁的美把它与一切区分开来 并且高于他们 这种美与其他一切没有天壤之别 因此灵魂被赋予直觉知识 可以直觉到福音中看到的事物的圣洁 这不是一个人无任何标准或者演义 对来自上帝的福音教义进行判定 他看到并且认识到圣洁的荣耀 如果任何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否认圣洁之物的至善至美 和一切其他事物之间超验的绝对的差异 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 例如一个有教养的学者 与一个孩子之间有何等巨大的语言差异 他们的语言与某些天才人物 如河马 西塞罗 聂尔顿 洛克 或者爱迪生又是何等不同啊 如果我们不能确立心理至善至美的程度 就像我们在语言中看到的一样 那么我们又怎样确定上帝的至善呢 看着他的至善就像看着太阳一样 信徒们以此确信 耶稣是上帝之子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当基督理想化的荣耀 向他的信徒显现时 他的属灵的荣耀 也向他们的心灵显现出来 正是这一点 使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确信他的圣洁 稍后 使徒彼得谈到了这个场景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宫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灵威 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于是上帝独特的荣耀在福音中 有最辉煌的显现和表现 圣经说出了被教导的教义 神圣的宗教会议也产生了圣经的教义 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道德至善的荣耀 具有最清晰 最独特 最有魅力的表现 说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到这种荣耀 就如同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欣赏密尔顿 因此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样 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因为人的感受性是腐败的 使人们不能看到圣经中上帝的现实 但是属灵的至善和圣洁之物美的感受 容易变心灵身信 福音真理 因为只要睁开眼睛注视他的美 福音的一切就立即被看作是真的 于是一个人看到 他的原罪是多么令人作悟 在品味真正道德之善的甜蜜的同时 他也品味到道德邪恶的苦涩 他以一种新的方式 看到自身本质的极度堕落 灵魂感受到这种令人讨厌的顾及的痛苦 也看到自身之中原罪的腐败 他看到需要救世主 也需要上帝强大的力量 更新他的内心 改变他的本质 在圣经中 他也开始看到上帝本人现实的荣耀 除了这一切以外 圣经表明 这些东西必须是体验的 因为正是体验 使灵魂深信不疑 上帝对人的内心的了解 比我们对自己的内心的了解更透彻 上帝完全知道 德性和圣洁的性质是圣经的作者 现在就让我们清楚地看看 福音奇妙的言辞和真理 这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他似乎对灵魂产生了强有力的 令人信服的影响 他确实使我们相信 福音圣洁的现实 有文化的人 一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基督教真理的人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福音真理坚实 合理的说服力 并且令人深信不疑 那些依旧没有文化修养的人 需要一点一点的信服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有差距 我们如何知道这个或者那个 有学问的人将告诉他们这个或者那个 而问题仍然存在 一些人继续怀着无休止的怀疑和惆怅 但是福音不仅仅赋予有学问的人 至少每二十人中有十九个人 或者说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人得到了他 因为圣经就是为那些人写的 仅凭学者们使用的论据 不可能使他们相信圣经圣洁的权威性 在上帝恩典的许诺和信仰的种种证据中 上帝已经把更一般的福音真理的证明 赐予他的子民 正如大卫所说的 他在一切事物中创造了一种许诺和秩序 他的承诺是可靠的 所以我们被告诫 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因此期待上帝在恩典许诺中 为他的信仰提供最明确的证明是合理的 对于我们来说 绝大多数人期待获得充分 无意义 绝对的保证是明智的 也是合理的 但是这种保证不仅仅由古代传统 历史文献和纪念碑推演出来的证据所证明 如果我们阅读成千上万人的历史记载 这些人是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基督的殉道者 他们相信福音真理 心某情愿的经受魔力 我们就会看到 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什么人 只是因为有证据才确信 他们之中许多人是软弱的妇女和儿童 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 只是近期才被带出了无知与蒙昧 他们生与死 都是在没有完全把握基督教真理的论点之时 但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殉道者 不仅仅是那些坚信基督福音正确的人 他们自己已经看到了真理 殉道者或者目击者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真理的目击者并不是那些 只宣布某种意见为真的人 合适的目击者是那些人 他们能够证明 也愿意证明 他们已经看到他们所断言的事物的真理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无疑彼得雅各和约翰 在山上看到基督至善至美的荣耀以后 就准备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话 并且准备明确地说 耶稣是上帝之子 因为正如彼得所说 亲眼见过他们的荣威 如果体验是证明的第一基础 那么第二个基础便是 这种圣洁荣耀的观点 使心灵更直接地深信基督教真理 做到这一点需要两种方式 第一 他驱除内心对圣洁事物真理的偏见 心灵对福音教义属血气的充满敌意 这不利于证明自己的真理性论点 也使他们丧失对心灵的影响力 但是当一个人亲自发现了 基督教教义圣洁的至善至美时 他的敌意和偏见便茫然无存了 他的理性得到净化 使他自由开放 驱除偏见 使论点的含义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基督的奇迹对门徒的影响 与对斯克里布人和法利赛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这些人受盲目偏见的影响 他们的理性笼罩着这样的偏见 第二 圣洁的荣耀不仅驱除了理性的障碍 而且以积极的方式帮助理性 使心灵拥有更清晰的事物观念 理解事物的相互关系 使身心的心灵有了新的认识 因此心灵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判断 在这些方面 我们看到恩典感情永远与对现实的强烈信念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我离开这一主题之前 有必要着重说明一些人欺人的方式 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的某种身信 来自对神圣灵的共同阐释 对圣洁事物真理性的某种身信 实属血气之人在复兴时期信服了 觉醒了 他们在圣经及其工作中 也看到了上帝伟大和威严的证明 这是他们感受到上帝对原罪可怕的震怒 因此他们有极大的畏惧和负罪感 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创造宗教身信 而这种身信没有对他们的真理性属灵的身信 这些身信经常被错认为是拯救的身信 以及这些身信导致的感情 第二种欺骗形式 影响那些拥有生动想象力的人 他们常常看到贤圣 也拥有一些奇特的语言风格 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对不可见事物的真理性 产生强烈的身信 然而这些东西归根到底容易使人们背离圣经 它使他们反对福音 产生怀疑和无神论 最初他们相信这些东西展示在圣经里 随后他们发现 他们的相信建立在欺骗和无价值事物基础上 例如这些人可以想象 他们看到基督 听到他对他们侃侃而谈 因此他们相信有耶稣其人 或者在天主教教会中 他们相信基督本人已经创造了奇迹 他们可以想象 他们看到基督哭泣 或者跌血 或者甚至说出某些话 因此他们相信确实有基督 但是当他们深信 他们也完全受骗时 他们抛弃了一切 无论是真理还是杜撰 甚至撒旦与女巫的交往 对撒旦直接力量的频频体验 也容易使他们相信宗教教义的真理性 如不可见世界的现实性 撒旦影响的一般倾向性是欺骗 他可以把一些真理与他的谎言相混合 以便使谎言不那么容易被识破 因此一大批人被假信仰所欺骗 他们的想象历程这一影响 他们对于宗教真理性的一切深信 都以这些想象的幻想和体验为基础 第三种欺骗形式是 人们依赖被拔刀的宗教兴趣的体验 他们开始拥有一种信仰 如果有基督和天堂 那么二者都属于他们 这一信念又是他们产生偏见 他们更加喜爱基督和天堂存在的真理 因而当他们听到宗教伟大荣耀的东西时 他们便有一个概念 一切都属于他们 他们逐渐乐意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地狱属于另外一些人 天堂无疑是他们的 他们确信 他们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已经承诺天堂属于他们 他们似乎坚信他们现实的信仰 他们甚至有更大的热情反对无信仰 然而他们热情的基础是错误的 七 恩典感情从深深意识到 个人的不充分中流淌出来 福音派的耻辱是习惯用于 描述了基督徒个人的不充分感 无价值感 以及在一切需要中 内心对上帝的敏感态度 合法的耻辱与福音的耻辱 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人们所服从的东西 届时人们生活在属血气状态 并且没有恩典感情 后者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特征 前者可以产生于神圣灵的共同影响 尤其是当他受有属血气的良心促动时 而后者则是神圣灵的不同影响 神圣灵嵌入并且运用超自然的圣洁的原则 前者是一般意义的宗教敬畏 当上帝的品行向他们显现 在西奈山上帝赋予他们律法时 以色列人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 但是后者只是对圣洁事物道德至善的超艳美的个人感受 在前者上帝可谓的伟大和至善 以及上帝律法的严格可以使人们相信 他们罪恶深重要面临天前 不过他们并没有看到 由于有原罪 他们自己毫无价值 他们也没有看到原罪令人憎恶的本质 在亲眼看到上帝圣洁与至善美时 才在福音的耻辱中找到原罪的真正感受 在合法的耻辱中 人们意识到 在伟大的令人敬畏的上帝面前 他们是渺小的 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他们感到无所作为 总体上不足以自助 但是他们内心充满自卑感 没有真正应答的结构 也没有感觉到 只为上帝而欢喜的需要 当内心被上帝圣洁美的认识 所淹没时 这种态度仅仅来自福音的耻辱 在合法的耻辱中 良心是信服的 但是仍然没有属灵的悟性 这种意志不会被打破 内心的倾向也不会改变 这只有福音的耻辱才能做到 在合法的耻辱中 人们在试图自助时 陷入自我绝望中 但是在福音的耻辱中 他们自由地否定自己 放弃自己 一个人就受到强迫 另一个人是顺从的绅士 自由快乐地匍匐在上帝脚下 因此 合法的耻辱没有属灵的价值 而福音的耻辱 则是基督图恩典的奇妙结果 合法的耻辱 只有导致福音的耻辱时 才是有用的 人们也许合法地被压低 然而却没有真正的谦卑 而福音耻辱的本质 就在于这种谦卑 因为它们是最大恶极的生物 所以才需要恩典赦免 他不太尊重自我 实际上把自我视作粪土 根本没有自我满足的欲望 随意放弃一切自我的荣耀 于是 谦卑是真宗教最本质的东西 福音的整个背景 和属于心许诺的一切 都应该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 没有它 也就没有真正的宗教 无论发出什么样的入教誓言 无论个人的宗教感情 表现得多么强烈 看 它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为一人因信的生 也就是说 只有相信上帝的正直和恩典 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善与 至善至美的人 才应该活着 上帝在圣经中已经充分表明 这是他的圣徒 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 任何别的东西 他都不会认可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耶和华虽高 仍看骨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 看出骄傲的人 他计较那好计较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同样 在《新约全书》中 我们读到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 凡自己谦卑地像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 就是最大的 用贵重的药膏 为耶稣屠有的妇女的故事 征收员和法利赛人的比喻 我们主的生活的许多偶然事件 都使我们看到 他强调 人需要谦卑 如果我们以圣经为规则 判断真宗教的性质 那么我们必须把谦卑 看作最本质的东西 是真基督教的标志 伟大的基督徒的职责 是自我否定 这一职责存在于两个东西之中 第一 否定世俗的嗜好 极其快乐 第二 否定自得 使自我成为虚无 从而放弃自我的重要性 自我放弃必须是自由的 发自内心的举措 于是 一个基督徒将具有福音的耻辱 最后一点是自我否定中 更困难的部分 尽管这两点是结合在一起的 许多隐士和顿事者做到了第一点 因为他们放弃了世俗世界 极其共同的快乐 但是他们做不到第二点 他们精神的骄傲或者伪善 使他们在上帝面前飞扬跋扈 兵驾于同伴之上 哪怕是最著名的伪君子 尽管他们 以在世俗世界上苦行为荣耀 却根本不具有这种耻辱 因为如果圣灵没有引导他们 也就没有引导他们采取一种行为 使他们逐渐变得圣洁谦卑 一些人口若悬河 反对合法的教义 合法的步道 以及合法的精神 然而 他们几乎不理解 他们正在反对什么 一种合法的精神 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微妙得多 就在他们激烈地咒骂他时 他也可能在他们心中潜伏 运作 流行 因为只要一个人 不使自己变得毫无意义 不使他的正直与善良变成乌有 他就会拥有一种合法的精神 自身的骄傲 正直 道德 圣洁 感情 体验 耻辱 或者任何别的善的精神 都是合法精神 在沉沦的人中 一种合法精神 只是精神的骄傲 他生来信任他 因此在上帝面前推荐自己 他带着这样的勇气 在祈祷中来到上帝面前 期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他认为这会使基督爱他 基督愿意为他披上正义的外衣 他甚至假定 他的体验和恩典使上帝感到高兴 然而他只不过是个受骗的家伙而已 甚至可能对自己的谦卑 持偏差伪善的精神 对自己的卑微 可能愁愁满志 正是精神骄傲的性质 使人们对他们的谦卑感到自得 甚至有几分卖弄 但是 使自我真正成为虚无 使精神贫乏 使意志消沉 则完全是并外一回事 令人惊讶的是 受欺骗的人何其多 当他们骄傲自满时 他们却把自己想象为谦卑的 在精神骄傲和伪善时 人心的欺诈是十分明显的 撒旦的阴险在这里横行肆虐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他在其中有深刻的体验 实际上 这是他自己的原罪 尽管他是阴险的 遮遮掩掩的 但是 仍然有两种方式 可以发现 识别精神的骄傲或者伪善 当一个人 把自己与其他人相比较 当经过比较他认为 自己是一个杰出的圣徒时 他就认识到这一点 这是内心的密语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我比你圣洁 在八高地位时 他们正在做 耶稣所谴责的事情 他们深信 自己是给瞎子指路 其实 他们自己才是瞎子 但是 内心受基督徒 谦卑主宰的人 则有迥然不同的态度 因为谦卑 或者心灵的真正卑微 使人们认为 其他人比自己更好 这就是摩西和耶利米 看待他们自己的方式 尽管他们 是杰出的圣徒 有丰富的知识 谦卑的人 当然不会认为 他们有资格为人师 而是感到需要受人教诲 与指导他人相比 他们更渴望听到 并且得到启迪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他们不喜欢 以权威自居 而是喜欢使自己 服从他人 不要多人做师父 以谦卑竖妖 他们要存尽 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有一些人感到 他们的一切体验 都是非凡的 奇妙的 所以他们信口开河 谈论他们体验的东西 这也许是合理的知觉 因为上帝 把孩子们最少量的面包蟹 赐予像我们这样的坏蛋 这确实是无比奇特 所以一个人越是谦卑 就越容易把上帝的任何仁慈 称作奇妙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所说的奇妙事无一旨 他们得到的属灵的体验 比其他人多 那么他们就是以一种 骄傲的形式在讲话 他们假定 由于他们对上帝所做的一切 表示感谢 他们便没有表现出 任何骄傲的征兆 然而 这是法利赛人的腔调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法利赛人说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但是 在口头上认识上帝的恩典 并不能消除他们如此 高估自己圣洁的鲁莽 因此 这证明了他们心灵的 骄傲和虚荣 如果他们是谦卑的 他们在宗教中的所得 在他们自己的眼中 就不会如此耀眼 他们也就不会赞赏自己的美 基督徒作为天国中 真正的圣徒和最伟大的人 使自己谦卑地像个小孩子 他们把自己看作恩典中的孩子 他的所得 只是婴孩在基督那里的所得 他们为自己对上帝之爱 对上帝感恩 对上帝的认识 如此低潜感到惊讶 也为此感到羞愧 当摩西在山上与上帝交谈时 他没有意识到 他的脸闪耀着如此耀眼的光芒 以至于使人感到暮眩 任何一个杰出的圣徒都不会自夸 他更有可能认为 自己是一切圣徒中最渺小的 别的圣徒的所得和体验 都比自己更大 谦卑的人认为 这不是因为他看起来应该是什么 同样一个恩典的灵魂拥有的任何圣洁 似乎都不如他看到出现在他面前的伟大 他像一个伟大君主的孩子 小心翼翼地保持对他父亲的敬意 把其他人向他表示的敬意和尊重 看得渺小而无价值 不能与他父亲的威严 所要求的敬意相比 真正的恩典和灵光 皆是一个人对上帝的看法 人们对基督中的上帝无限的 至善至美和荣耀的看法 和感受越强烈 对基督 对罪人之爱的无限深度和广度 厚度和分量的看法和感受越强烈 他感受到的惊讶也越强烈 因为他认识到 对于这样的上帝 这样的爱 对于这种宗教拯救 他近乎一无所知 他对此看得越多 他自己的恩典和爱就越减少 他使他惊恶地认为 其他圣徒获得的恩典 就像他对上帝不可言说的爱一样少 而上帝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爱 他很容易狠着理解为 他特有的某种东西 因为他只能看到 其他基督徒的外表 不过他也能深入理解 他自己的内心 也可以表明 一个人对上帝的爱 与他对上帝的认识成比例增长 如果这是真的 一个圣徒知识的增长 为什么使他的爱显得更少 我回答说 这恰恰不仅是对上帝的认识 或者洞见增长的问题 因为对上帝的洞见 在圣徒中越是增长 他便越深信 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所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奇妙的东西 而这又导致对某物更加深信不疑 大大超出了某物应该享有的 因此 圣徒对于自己的无知和寡爱 更加惊恶 他渴望更大的认识能力 被去掉的是否只是乌云和黑暗 这是享有属灵看法的灵魂 极大的抱怨属灵的无知 爱的缺乏 渴望体验更多的知识和爱 即使在最杰出的圣徒中 上帝的恩典与爱 也比他们应有的要少 在这种生活中 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爱 是贫乏的 冷淡的 平常的 与我们应尽的爱的责任相比 简单 无足挂齿 原因有两个 第一 上帝已经赋予我们爱他的理由 圣经 他的工作 圣子的福音 以及他为有罪之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对他无限荣耀的启示 第二 上帝已经赋予人的灵魂一种能力 使他们能够看到 并且理解他的爱 最杰出的圣徒拥有的爱 与上帝应得到的爱要比 显得何等之少 当圣徒把他的爱 与他的责任相比时 他认识到 他的爱是何等不足 不仅看到他的爱是多么少 而且看到在他之中残留的腐败是那么多 因为原罪不符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圣徒们越是认识自己的不足 越是看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 因此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深重的罪灭在于对上帝爱的不够 在他们眼里 这是最令人憎恶的忘恩负义 圣徒们也倾向于强调 他们的罪过已经超过了他们拥有的任何善 他们把反对上帝的最小的罪过 都看作无限的堕落 他们觉得 他们最高程度的圣洁 并不包括无限的爱 因此 他的爱与最小罪过的丑陋相比 便什么都不是 一个人的属灵之光越多 他的态度也就越强烈 许多宗教徒倾向于隐藏 掩盖他们内心的腐败 因此 他们看不见自己是在上帝面前 但是圣徒越是杰出 他们越希望天国之光 照进自己的灵魂 因此 他们自己似乎更低劣 更有罪 他们只能用基督的正义掩饰自己 允许上帝的荣耀和爱吞没 他们自己的缺陷 并且隐藏在上帝的光芒中 我们最赤裂的爱和赞美 如何像注视着上帝无限荣耀 与美的天使般人物显现 对基督受难前的爱最深切的感恩 怎样向那些看到基督面目地人显现 由于基督知道他们 所以他们知道基督 而且他们看到基督受难的荣耀 他们目不转经地 清晰地凝视着基督受难前的爱的奇迹 圣徒们在世俗世界的最高所得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平庸的 似乎没有任何奇迹可言 他们寓于上帝荣耀之光中 他们看到了上帝的本来面目 同时我不想让人们误解 以为我主张圣徒们 在世俗世界对上帝恩典体验的越多 对自己的评价就越低 许多方面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当恩典最广泛实施时 人们也相应对摆脱了原罪的腐败 他们摆脱负罪感的程度 超过那些只有合法的原罪感的人 上帝的子民对他们原罪的意识 远不如他们最充分地享受 上帝真实纯净的恩典时敏感 凡自己谦卑地像这小孩子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也许可以制定确实可靠的规则 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杰出 在基督徒的体验中 更卓越的人必定是错误的 他根本不是杰出的圣徒 而是生活在骄傲 伪善精神的幻想中的人 如果这是他的习惯 支配着他的思想 那么他就根本不是圣徒 实际上他表明 他只拥有真基督徒体验的最低悟性 因为吹牛说大话的人正在证明 他对于真正属灵之光的本质一无所知 一个人越拥有属灵的知识 对他自己的无知便越敏感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当亚古而使上帝成为一个伟大发现时 他感受到上帝荣耀的奇迹 以及上帝奇迹般的工作的奇妙 并且在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无知时 发出呼喊 我比众人更蠢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级 他名叫什么 他的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一个人若高度信任自己属灵的 圣洁的知识 那么他就只是自以为聪明 我们受到警告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不要自以为聪明 因此经验表明了真言 二十六比十二的真理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一些人也许会反对说 我们必须假定 诗篇的作者处在圣洁的心灵框架中 他说知识是杰出的 伟大的 比其他圣徒更伟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为我守了你的时间 对此我做两点说明 第一 神圣灵在直接启示时或说祸血 为了教会的利益 他可以展示一种预言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神圣灵 神圣灵可以他展示某物 他很难发现 或者不可能发现它 例如 神圣灵可以向大魏展示这种卓著的利益 通过与上帝的真言对话 他已经获得了这些利益 然后上帝以他为工具 记录其他人的利益 第二 大魏在这里谈到的知识 是属灵的知识 圣洁本质上是由他构成的 这一点并不是确定无疑的 他也许正在谈论一个更伟大的启示 上帝在启示中 把救世主和未来天国的东西赋予他 也赐予他记住上帝的圣经能力 在诗篇中 大魏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的人 那些人在神秘的知识和福音教义方面 曾经走在他的前面 属灵的骄傲还有一个确实可靠的标记 这就是个人正在认识 思索他们的谦卑 虚假的体验通常与虚假的谦卑相关联 虚假谦卑的本质正是高度的自负 当宗教感情热烈之时 虚假的宗教感情容易使人们认为 他们的谦卑是伟大的 因此他们注意到 他们在这个领域内有伟大的造诣 并且赞美这些造诣 而恩典感情却有一种相反的倾向 使人们变得非常谦卑 并且渴望变得更加谦卑 他们现有的谦卑似乎很少 他们残存的骄傲似乎更大 更讨厌 因此一个杰出的圣徒不容易认为 自己在方方面面都是杰出的 他的一切恩典和体验 尤其是他的谦卑 在他看到似乎都非常少 基督徒的体验和真正的虔诚 与其说出自他的动见 不如说出自他的谦卑 他千万次地辨别他的骄傲 而不是他的谦卑 相比之下 骗人的伪君子 受属灵的骄傲的力量支配 因而是盲目的 以至于根本看不到他的骄傲 然而 他还是能够在自身中 迅速观测到任何谦卑的表现 再者 谦卑的基督徒 更容易发现自己骄傲的缺点 而不是发现他人的缺点 他容易善意地理解他人的言行 认为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骄傲 但是 骄傲的伪君子 看不到自己的大错误 却能迅速看到兄弟的小毛病 他经常过躁某人如何如何骄傲 对别人的外表和生活方式百般挑剔 却从未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误会 伪君子拔高自己谦卑的倾向 使他们炫耀自己假冒的谦卑 由于他们过去做先知说预言 所以他们大大的炫耀他们的谦卑 同样基督教导我们 法赛利人故意让人看出他们计时 真正的谦卑并没有任何造作 也不炫耀自己 真正的忏悔表现得很平静安宁 他当独作无言 因为这是耶和华夹在他身上的 安宁通常与谦卑相关联 你若行事于完 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无口 一个真正谦卑之人 把自己的正直和圣洁看得很低 是精神上的贫者 也就是说 他自视很低 因而有相应的谦卑态度 他的举止与众不同 贫者哀声请求 而富者以止气使 一个贫者不喜欢 有富人那样急速强烈的怨恨 他更容易服从他者 因为他知道别人比他更好 他也不顾知己见 不刚愎自用 他有耐心 他期待受到蔑视 耐心地容忍他 当他被忽略 被小看时 并没有感到心烦意乱 因为他准备承受低下的地位 他很乐意尊重高人 并且持一种温和的责备态度 他服从教会 他不宣称 自己有更多的理解和判断 虽然他是谦逊的 但是他并不是奴隶 对于他来说 服从他人是十分自然的事 这是谦卑的基督徒的秉性 一个贫者是一个乞丐 也精神上的贫者 真假恩典感情之间 有巨大的差异 在真恩典感情中 一个人将依旧是上帝门口的乞丐 极端饥饿贫穷 而在假恩典感情中 人们觉得他们是妇人 风衣足食 无所求 一个贫者言谈举止 最为谦和 精神贫乏者 尤其如此 他在人前的行为 是谦卑的 谦逊的 当一个人在人群中的行为 狂妄自大 骄横不可一世时 若是他自称在上帝面前 是谦卑的 像小孩子一样 那是徒劳无益的 保罗告诉我们 福音的目的是在上帝和凡人面前 并无可夸 一些人自称是谦卑的 但却是骄横的 他们的外部表现和行为 蛮横无理 他们需要顾及圣经 对此是怎么说的 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狂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耶和华所恨物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物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恶人发达 眼高稀傲 这乃是罪 眼目高傲 心里骄纵的 我必不容他 有谦卑而生的基督徒的行为 有十分吸引人的谦逊和敬畏 圣经经常弹吉他 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 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这正是因为 看见你们有真洁的品行 和敬畏的心 用愿女人廉耻 自首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在这方面 基督徒像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在他人面前是谦逊的 当他在成人中时 他的心容易充满敬畏和畏惧精神 同样的精神将使基督徒 尊敬所有的人 尊敬所有的人 他不仅在自己的行为中如此 而且在所有那些方面也如此 这些方面并不一指原罪 明显喜欢的东西 因此 信徒的伟大的庇护人亚伯拉罕 尊重赫人的孩子 亚伯拉罕救起来 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保罗尊敬非司督 称他为最高贵的非司督 我一直想像圣经那样 描述一个人在真正恩典 谦卑支配下的内心和行为 一切圣洁的感情 都是从内心涌流出来的 基督徒的感情 像圣母玛利亚图 在基督头上珍贵的油膏 满是一箱 从雪花膏盒子涌出油膏 就像发自内心的纯净感情 流向基督一样 成油的盒子必须被打破 因为若是盒子没有被打破 油膏就不可能流出来 或者不可能相继四亿 同样 恩典感情 从破碎的心中流出来 田香涌向基督 荣誉的芳香 溢满基督徒灵魂的 一切恩典感情 都是碎破的心的感情 因此 真正的基督徒 对上帝或者对人的爱 都是谦卑的 心碎的爱 圣徒的渴望 无论多么热切 都是谦卑的渴望 他们的希望 是谦卑的希望 甚至他们的欢乐 当他是不可言说 充满荣耀时 也是谦卑的 心碎的欢乐 为基督徒留下的 是精神上更多的贫乏 更像一个小孩子 更有谦卑行为意味 八 恩典感情取决于 改变我们秉性的皈依 恩典感情使我们 变得更像基督 区分恩典感情的 另外一种方式是 它们引起秉性的变化 因为真正的属灵的发现 是生命的变化 因为真正的属灵的发现 是生命的变化 而不仅仅是 暂时的体验 它们是强有力的 足以改变 灵魂的一切性质 我们众人 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此等力量 确实是圣洁的 是主的灵与众不同之处 另外一种力量 使人的情感和气质 发生变化 不过只有主的力量 能够改变这种性质 并且基于一种新的性质 任何一种别的意义 都不可能使人的灵魂 发生如此深远的改变 这是皈依中 真感情的产物 圣经把皈依说成是 性质的变化 它使用隐喻 如一次再生 变成新的生物 死而复生 心灵精神的更新 死于原罪而生于正义 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 注入新精神 内心种下圣洁的种子 成为圣洁性质的分享者 等等 认为自己已经体验到 皈依业绩的人 却没有发生重大永久的变化 那么他们就是受骗了 从原罪转向上帝 一个皈依的人 体验到重大的 整体的变化 一个人在皈依之前 也许为原罪所困扰 但是 当他皈依时 他不仅受原罪困扰 而且他的内心和秉性厌恶原罪 想走向圣洁的生活 因此 如果没有什么证据证明 他的坏习惯和气质发生变化 那么他的皈依是否现实 当然就是一个问题 当然 必须考虑到我们属血气的秉性 皈依并没有完全根除属血气的秉性 因为在皈依之前 人们屈从于原罪 而在皈依后 依然容易堕入原罪 不过 皈依也使这些弱点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尽管恩典 并没有被完全得到 而且没有根除属血气秉性中的 一切邪恶 但是 它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和效用 皈依引起的变化是根本的 它正在改变 个人生活中 一切原罪的东西 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 在彻底洗清罪孽的同时 个人成为全新的存在 皈依的恩典 使人邪恶的秉性 发生了巨大变化 它也许还会受到 这些东西的诱惑 但是 这些秉性 已经不能再支配它了 一些人愚蠢地依赖 他们对上帝的情感 他们表明 当他们对上帝的情感 和感情消失时 他们现在的皈依 就什么都不是了 在绝望中 他们感到上帝 抛弃了他们 受到引诱后的他们认为 他们不如通常那么好 真基督徒心中的恩典 和善完全来自上帝 这是确定无疑的 他们完全依赖上帝 这些圣徒 也许完全错误地认为 上帝通过他在拯救恩典中的 灵与他们交流 上帝赐予生命 而不是赐予某种额外的东西 基督活在灵魂中 灵魂中的某些恩典来自基督 就像棱镜的光来自太阳一样 玻璃依旧 性质未变 而光却被收到了 这只是部分地表现了恩典 与灵魂的交流 但是 真基督徒从正义之死那里 获得光的方式是 改变他的秉性 使之像获得的光一样 主的死民变得像小太阳 换个说法就是 不仅要引用从源头中流出的生命之水 而且使这水成为他们之中的源泉 从他们之中涌流出来 最初在皈依过程中 体验到的属灵的动间和感情 正在发生变化 他们到达了心底里 影响改变着灵魂的性质 但是改变的过程是持续进行的 走到生命结束为止 那时他才导致至善和荣耀 圣经把恩典在上帝子民心中运作的过程 描述为秉性的持续皈依和更新 保罗在反省这一真理时 在罗马书中告诫那些人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爱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同样 保罗写道 写信给以福所的信徒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谁曾经在罪果和原罪中死去 谁现在就会复活 崛起 在天国中与上帝坐在一起 耶稣基督将丰收给他好的工作 他还规劝这些人 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变成心人 这心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与圣洁 某些感情并没有持续下去 他们消失了 留下一片空虚 但是 真正的恩典感情不是这样 他们留下持久的香气和更强烈的倾向 使人们想在上帝面前圣洁地活着的 摩西与上帝非凡地相遇 在山上时 他的脸不仅放光 而且 此后一直神采奕奕 当人们以某种非凡的方式 皈依基督时 便会看到一种持久的影响 他们的举止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与耶稣在一起 九 恩典感情有基督般的温柔 真正的恩典感情 与耶稣基督的高贵精神相关 这与虚假骗人的感情 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们像杨高和班纠一样 促进了一种精神 如爱 温顺 宁静 宽恕和仁慈 就像在耶稣基督那里看到的一样 在圣经中 这样的证据是十分充分的 如果我们根据圣经 探定基督徒的真正秉性 和福音的确切精神 那么这种精神 也许可以被称作 基督徒精神 基督徒心中独特的气质 就是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东西 当某些信徒 幽柔断寡 匆忙草律说话时 基督谴责他们 说他们的心如何 他们并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 他们的心中 没有他的王国的适当的精神 而真正虔诚的人 基督的真信徒 则有温柔的精神 这种精神支配 并且控制着他们 成为他们真正的 本质的秉性 一个聪明人的话 证明了这一点 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基督描述 那些真正被赐福之人的特点 和秉性时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连续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 这种精神 是上帝选民的独特秉性 正如《哥罗西书》三点十二分 十三中所说 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奔辞 谦虚 温柔 忍耐之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使徒保罗说 这种似基督般的气质 是基督教最杰出 最本质的东西 没有他 便没有真正的基督徒 没有他 他们自夸的专长和天赋 便什么都不是 还是这个保罗 在加拉太书 五中特别宣布 真基督徒恩典的显著标志和真实性 主要在于我所描述的那些精神和秉性 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耶利米也肯定同样的真理 属于内心圣洁的一切 都是真基督徒的本质 是基督徒的秉性 但是 圣洁精神本身是基督徒独特的品质 基督徒也有一些很有魅力的品质和美德 尤其与福音的性质和基督徒的证明相对应 这些都与上帝圣洁的品质相关 在耶稣基督救赎业绩中 这些品质惊人地显现出来 并且获得荣耀 救赎是基督教启示的伟大主题 谦卑 温柔 仁爱 宽恕和恩慈都是美德 这些品质也突出了基督教会伟大的领导者 耶稣基督本人的秉静 旧约全书的预言中也经常谈起他们 我们在《马太福音》一比五中读到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耶稣这样描述自己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经常把基督称作羔羊 由于这些丙性凸现了基督 因此真基督徒当分有这些丙性 这些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他的造主的形象 基督徒是基督的追随者 因此也听从他的召唤 到我这里来 学我的样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真正的基督徒是追随耶稣的人 无论他走到哪里 真正的基督徒是那些穿着耶稣温柔 宁静 慈爱外衣精神的人 当他们在耶稣中时 他们穿着耶稣 这恰恰是纯洁温柔的人 所证明的基督教精神的本质 是上帝选民的象征 当圣父为基督徒有时 他降临到基督中 圣父之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基督 鸽子是温柔 无害 和平 慈爱的显著象征 降临到耶稣的灵 也降临到基督徒 神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温柔也是圣徒特有的 在圣经中 温柔与圣洁通常是同一词 诗篇三十七比十 把邪恶与温柔进行鲜明的对比 还有耶和华扶持谦卑之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无疑出自同一理由 耶稣把他的全部信徒 天国中的一切英雄 描述为小孩子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小孩子纯洁 无害 人们不需要恐惧他们 真正的基督徒 就应该是这样 小孩子完全没有狡诈和欺骗 只有诚实和简单 因为他们不知道 虚构和欺骗的技巧 他们是柔顺的 不是刚愎自用 固执己见的 他们并不信任自己的悟性 只依赖父母和悟性高的人的指导 因此 小孩子是基督追随者的 适当的 活的象征 四同不仅是值得称赞的品质 而且是本质的秉性 我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但是一些人也许会反对说 不存在基督徒为基督的刚毅和勇敢 这类事情吗 我们在基督教战争中 难道不应该是个好士兵 勇敢地反对基督及子民的敌人吗 当然有的 整个基督徒的生活 可以被比作一场战争 这是合适的 最卓越的基督徒也是最好的士兵 这些人是最刚毅的 上帝子民的职责是坚定不移 猛烈地反对颠覆基督王国 和基督利益的企图和方式 许多人对基督刚毅本质的看法 似乎是十分错误的 他与猛兽般的残忍是完全对立的 确切地说 真基督徒式的刚毅 有渗透着恩典的心灵的力量组成 这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 他制服抑制心灵中 难以驾驭的邪恶 情绪和感情 他坚定自由地产生好的感情和气质 原罪的恐惧或者敌人的反对 都不能遏制他 耶稣基督好士兵的真正力量 旨在于在邪恶的 不合理的世界中 在动荡 伤害 错误的行为中 在不可预期的活动和事件中 坚定不移地维护 心灵圣洁的平静 温柔 甜蜜 仁慈 圣经似乎暗示 真正的刚毅 主要由此组成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的强如功成 为了看到 真正的圣洁刚毅的性质 人们需要凝视万君之主 看看我们最伟大的领导者和榜样 看看他如何战斗 赢得光荣的胜利 然后再看看耶稣受难 当时耶稣在尘世上和地狱里所有的敌人 对他发起最激烈的攻击 围绕着他发出狮子吼 当时他如何显现他的勇敢和勇猛呢 不是火一般的激情 不是火爆激烈的言辞 只是宁静 他像走向屠宰场的羔羊 向剪羊毛者面前无语的羔羊 他请求胜负宽恕他的敌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他也展示了他的刚毅 他并没有为别人流血 他为自己流血 他具有征服的耐心和爱心 实际上 他的信徒之一自称 为基督要勇敢 并且满怀信心地宣布 宁愿与基督同死 也不愿意否定他 他开始挥舞一把剑 但是基督温和地制止了他 治疗他留下的伤口 在这个场合 看到基督的耐心 温柔 慈爱 宽恕及其辉煌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之相比 当人们发火 暴怒 发泄激烈的情绪时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软弱 而不是力量和刚毅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 纷争 这岂不是属肉体 照着人体进行的吗 对基督有一种错误的勇敢 他来自骄傲 一个人可以草率地表达自己 对这世界的厌恶 甚至蓄意煽动不愉快 这些做法依然出自骄傲 正是属灵的骄傲的本质 促使人们追求差异和非凡 他们经常与那些呼唤肉欲的人战斗 以便使自己在团体中高高在上 为耶稣的真正的勇敢超越了一切 他不关心朋友或者敌人的不愉快 勇敢能够使基督徒抛弃一切 而不是抛弃基督 喜欢触怒一切 却不处努基督 因此保罗并不追求荣耀 就像他在《铁撒罗尼加钱书》 2比6中所宣称的那样 确切地说 这就是为基督的勇敢 就是袒露他们的缺点 误解了对基督的真正的勇敢 就会误解基督徒的热情 热情像燃烧的火焰 反对事物 不反对人 反对邪恶 激烈的反对人 不是圣洁的热情的内容 而是与这种热情相反 真正的热情越是炽烈 他被拔得越高 离苦难就越远 因为他是基督徒之爱的炽烈 他的目标主要是 反对个人的邪恶 而不是反对个人 因此 真正的基督徒的热情 与我们一直谈论的温柔 耐心 慈爱的精神 并不相悲 他与他们完全相容 并且容易促进他们的发展 我一直描述的基督徒精神 在三个方面运作 急 宽恕 慈爱 怜悯 需要指出的是 圣经非常清楚地谈到这些 并且坚持认为 绝对有必要 使他们成为 每个基督徒的心境和秉性 基督把宽恕 作为基督徒秉性的 消极和积极的证明 如果我们不具有宽恕精神 我们也不会得到上帝的宽恕 我们主的教会强调指出 我们要格外注意宽恕 把它牢牢记在心里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你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基督在别处 也表达了同样的真理 圣经也坦率而充分地教导我们 一切真圣徒都有慈爱 同情和仁慈的精神 使徒说 没有这种精神 我们也可以用人和天使的 腔调讲话 但是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传声筒 或者叮当作响的脑搏 虽然我们有预言的天父 能够理解一切神秘的事物 和一切知识 但是 若是没有这种精神 我们便一无所有 任何其他的德性和心灵的气质 都不能更经常 更明确地被坚持下来 作为真正基督徒的标志 爱通常是基督信徒的证明 也是基督徒如何被认识的证明 实际上 基督把爱的律法称作他的圣训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第十七句这样说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在十三点三十五分钟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信徒 在十四点二十一分钟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 被爱的信徒 有丰富的爱的精神 他也坚持始终如一的爱的实践 实际上 他强调这一点 而不是强调别的什么东西 和别的鼓吹者 作为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 恩典感情标志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里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我们因为爱兄弟 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之中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属真理的 并且我们的心 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在约翰一书 三点二十三分 二十四 以及四比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六 二十中 他进一步谈到了这一点 圣经的其他部分 对此也说得十分明白 除了那些有同情心 关心解除贫穷 困穷 折磨的人以外 没有任何是真正的圣徒 一人因待人 并且施舍 他忠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一人施舍而不吝惜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也可参见何希阿书 六比六 马太福音 五比七 哥林多后书 八比八 雅各书 两点十三分 约翰一书 三点十七分 马太福音 二十五 塞以亚书 五十七比一 当然 即使是真基督徒 也仍然有相反精神的残余 冒犯这种精神的行为 甚至是有罪的 不过 我敢肯定 任何一个真基督徒 都不会活在这种精神时尚中 使他真正成为他们的秉性 圣经说道 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都不会拥有丑恶 自私 狂躁 好斗的精神 任何东西都不如乖僻 顽固 封闭 怨恨的基督徒精神更矛盾 不过 在这件事情 及其他事情上 必须考虑到我们 属血气之人的秉性 如果那些曾经阴险狡诈 独如蛇蟹的人 现在皈依了 那么他们的精神 便有显著的变化 尽管还不完善 不过 这里确实导致福音的恩典 它改变了前者的自我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同卧 吃奶的孩子 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 断奶的婴儿 必按手在毒蛇的学上 在我圣山的便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 我们看到 在早级教会中 皈依者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悖蜜 受迷惑 服侍各样私欲和艳乐 长存恶毒 极度的心 是可恨的 又彼此相恨 但是到了神 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 明显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而是照他怜悯 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在哥罗西书三比七 八中我们读到 当你们在这些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经这样行过 但是 现在你们也弃绝了这一切 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语言 使恩典感情 使基督徒的心变得温柔 甚至当人们好像 深受虚假感情感动时 只要这些感情仍然是肉欲的 他还是容易把心变得刚硬 这些感情倾向于发展某种情绪 如 追求私利 洋洋自得 与他人对立等 由于这些虚假感情具有欺骗性 所以 他最终会使心灵变得麻木 而且 他排斥那些 使心灵变得温柔的感情 结果是 人们几乎不为现在和过去的罪过所动 对于未来罪过的可能性 缺乏敏感性 圣经的警告和告诫 上帝的天前等 几乎不能打动他们 他们的内心和行为变得更加麻木 几乎无法辨认什么是罪过 邪恶再也不像他们恐惧地狱时那样 使他们感到害怕了 因此 他们变得玩忽职守 对不合意的任务 马马虎虎 那些感情虚假的人容易腐败 也更容易受到引诱 从而容易沉迷于欲望之中 当他们进入上帝圣洁的临在时 他们的行为并不检点 由于他们不在乎十字架 以而假定 他们不需要恐惧地狱 因此 他们单于悠闲和欲望之中 这些人不相信基督是救主 把他们从原罪中拯救出来 只相信 他是拯救他们原罪的救主 他们不是投向他 把他作为躲避精神敌人的避难所 而是操纵他 使他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攻击 免受上帝的攻击 甚至加强他们的力量 使他们能够反对上帝 为了强化他们的私利 他们把基督作为原罪的 仆人和魔鬼的代理人 没有恐惧 最终也就没有约束 他们用他 反对他自己最庄严的警告和威胁 实际上 他们相信 基督允许他们从容地 享受原罪的乐趣 使他们避开上帝的不愉快 当他们接近基督时 甚至贴近他的内心时 他们还会起来反对他 然而 一些人甚至会充分展示 他们对上帝的爱 他们谈论他的宠爱 并且暗示 他们爱上帝 在这种爱中 他们享受极大的乐趣 他们像使徒犹大描述的那些人 不虔诚的人 把上帝的恩典 变为淫荡的东西 他们靠伪善 使自己适应基督的承诺 正义之事将活下去 并且得到拯救 我对一人说 你必定存活 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 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 他必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 奔典感情是多么不同啊 他们使石头般的心 变得越来越温柔 圣洁的爱和希望 对心灵有更巨大的影响 使心灵变得温柔 对原罪充满恐惧 唯恐使上帝不愉快 或者冒犯上帝 也使心灵保持警戒 对地狱没有奴隶般的恐惧 正如我们看到的 恩典感情从悔悟的心流淌出来 由于神圣的懊悔 因而心被挫伤 并且破碎 我们的救世主生动地证明了 真基督徒温柔的心 把他比作小孩子 这孩子的肉 全是非常柔嫩的 像再度获得新生的心一样 乃曼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他在约旦河洗澡 治好了麻风病 这是经新生的洗离水 沐浴的灵魂的复兴 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 他就洁净了 小孩子的心灵 也是温柔的 他的心很容易受感动 受影响 基督徒在属灵事物上 就是这样 一个小孩子容易同情他人 为他人流泪 因为他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受苦 基督徒也是这样 仁慈很容易使孩子感动 基督徒也是这样 小孩子会为世间的邪恶 感到悲哀 泪水使他的心融化 内心对原罪的邪恶 非常敏感的基督徒 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响 外部的邪恶现象 或者任何可以对他 造成伤害的威胁 很容易使小孩子感到恐惧 因而他寻求父母的保护 一个基督徒也会因任何道德 邪恶的现象 或者任何对灵魂造成伤害的 威胁而担心 因此他们投向基督 因此小孩子和圣徒都知道危险 都害怕孤独 也害怕与上帝疏远 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小孩子敬畏上帝 害怕他们生气 畏惧他们皱眉和威胁 真圣徒接近上帝时 也是这样 我因惧怕你 肉就发抖 我也怕你的叛语 我所看顾的 就是虚心悔悟 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一个小孩子 带着恐惧接近上者 同样 一个圣徒 则带着圣洁的恐惧 和敬畏接近上帝 他的尊荣 岂不叫你们惧怕吗 他的惊吓 岂不临到你们吗 于是 圣洁的恐惧 是地道的虔诚的本质 虔诚相当于 圣经所说的 对主的恐惧 恩典感情 并不容易使人过激 骄傲 吵闹 自负 悟宁说 它使人颤颤巍巍的说话 在上帝面前 他们简点行为 人带着圣洁的恐惧 不过 某些人也许会争辩说 在圣徒的祈祷 和职责中 什么是圣洁的勇敢 我答约 当然可能是这样一种态度 主要在虔诚的信徒中发现 这些信徒 有高度的信仰和爱 但是 圣洁的勇敢 与敬畏并不矛盾 只与清亚和奴性相对立 它有助于加大道德的距离 或使感情疏远 奴隶对此深有体会 除了纯洁荣耀的天使以外 任何人都不会带着更多的恐惧和敬畏 接近上帝 伟大的先知 以利亚与上帝有圣洁的亲密 当他在山上皈依上帝 特别是接近上帝时 把他的脸掩在长袍中 这并不是因为对大风 地震 大火的奴性恐惧 吓了他一跳 而是在这一切结束后 上帝像一个朋友那样和他低语 摩西与上帝面对面谈话 像一个人与朋友谈话一样 他与上帝的亲密 不同于其他一切先知 他也有同样的反应 摩西急忙扶地下拜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我们看到 一个妇女谦卑恭顺 敬畏羞愧 他站在基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泣 因为他不宜出现在他面前 他用眼泪为耶稣洗脚 为什么恩典感情 与温柔的精神相关联 原因之一是 真正的恩典促使良心负罪 在体验到恩典之前 人们有负罪良心 在皈依之后 负罪感被消除了 然而 人对原罪的感受加强了 内心的温柔增长了 一切恩典感情都有一种趋势 不仅用虔诚的懊悔 而且用恩典的欢乐 促进基督徒内心变得温柔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精而快乐 相信和确信的期待是真正的恩典 有这种温柔的倾向 奴性的恐惧越是随着圣洁的去信消失 虔诚恐惧的精神就越丰富 人就越容易不害怕属血气的邪恶 意味他信仰上帝 因此 人对坏消息的恐惧越少 对道德邪恶和原罪的恐惧就越多 人越是拥有圣洁的勇敢 自明得意便越少 人就越谦卑 这种人的信仰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上帝庄严的警告 很容易打动他们 这种人有最可靠的安慰 但是也有最柔和的心 在秉性上比任何人都富有 但是在精神上比任何人都贫穷 因为最高大最强壮的圣徒 是最渺小最温柔的小孩子 十一 恩典感情是首尾一致的连续的 恩典感情是发展中的平衡和动态 美的对称和比例 是对恩典圣洁的感情与虚假的感情 进行对比的另外一种方式 圣徒生活中的德性和恩典感情的平衡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它通常是有缺陷的 因为缺乏恩典 或者缺乏适当的教诲 或者产生于错误的判断 或者是一种暂时的缺陷 或者缺乏教育 或者有某种其他不利条件 不过 它不是在虚假的宗教中 观察到的那种严重的不平衡 圣徒中真正圣洁的感情是平衡的 这是他们圣洁的主要特征 基督的整个肖像 都为他们打上了印记 他们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使圣父感到满意的是 所有的完满都寓于基督之中 因此一切恩典都在基督之中 它是丰满的恩典和真理 从它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奔上加恩 因此在某些圣徒里 有某种明显的美的均衡 地道的基督肖像 才有这种东西 相比之下 伪君子向老以法莲 主抱怨说 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或者如我们所说 它半生不熟 感情没有一致性 这容易在某些事情上 产生强烈的特性 在另外一些事情上 则没有 但是真正的感情是平衡的 因此圣洁的期待和圣洁的恐惧 在圣徒中相伴而行 诗篇的一些段落对此有过描述 同样 欢乐和圣洁的恐惧也相伴而行 然而这是圣徒与伪君子之间的 重大差别之一 圣徒的欢乐与舒适 与对原罪圣洁的懊悔和哀同相关 我们在《以细节书》20点42分 43和1661-63中可以看到这些 一个真正的圣徒在再生之有 并没有虔诚的懊悔 但是再生以后 他经常表现出懊悔 马太福音《五比四》在登山殉众中描述过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在伪君子那里 诸种宗教感情通常有一种本质的缺陷 这些感情也有一种不平衡和奇怪的偏邪 例如 某些人几乎很难假装爱基督中的主 也很难充分表现这种爱 关于主的所闻所思 也许对他们的产生极大的影响 同时 对那些受争斗 嫉妒 报复 以及邪恶言谈左右的人 他们没有仁慈和爱 他们依旧心存嫉恨 与离人为敌七年 甚至十四年 他们甚至生活在精神的愤恨和怨毒之中 因此 他们没有实践这一准则 推己及人 另一方面 另外一些人 以温厚贤良的方式 对他人表现出极大的仁慈 然而 对主 却依然没有爱 某些人对他人感情奔放 但是 他们的爱是有限的 与真基督徒的爱不同 他们对一些人 有丰富的感情 然而 对另外一些人 亦有强烈的怨恨 他们与自己的集团密切相关 爱他们 赞美他们 然而 对他人 亦有激烈的反对 和强烈的厌恶 告诫是 你可以做你天赋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之人 你们若但爱 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是吗 再者 涉及外物时 一些人对他人之爱的秉性 也许前后矛盾 他们对世俗的善慷慨大方 但是 他们却不关心人的灵魂 另外一些人 也许自诩对人的灵魂 有充分的爱 但是 对他们的实际需要 却没有仁慈或者施舍 他们充分地表现 对灵魂的爱 怜悯或者忧伤 却不肯花一分一离 而他们若要真实表现 他们的人慈 必须散财不可 但是 真基督徒的兄弟之义 则既表现在灵魂上 也阔及肉体 耶稣基督的爱与同情 就是这样 他向人们传播福音 以此表现 对人的灵魂的仁慈 对他们肉体的需要 他也表现出仁慈 他四处行善 治愈人们的种种疾病 他们受到基督徒同伴的 恶劣品质的侵袭 如冷漠或麻木 他们个人的弱点和不足 却没有受到影响 这时 另外一种不平衡出现了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将会对这两种境遇 表示哀痛 也能迅速辨认自己的缺点 我观察到 如果人们说 他们在宗教方面 具有很高的造诣 那么这只是一个托词 即 说明他们的造诣 还不是更低的 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则 或者他们也许声称 敢于把自己的灵魂 弹禄在基督面前 敢于把自己的一切 交给上帝 因为他们把永恒的幸福 维系于圣经 然而 与此同时 他们并不完全相信上帝 即使是 出于慈善目的 一些小物质利益 他们也不肯托付于上帝 这种声称是假的 在另外一种宗教感情中 也可以观察到 真正的爱的感情 那些真正的感情 永远是平衡的 成比例的 例如 某些人带着极大的热情 和不可言说的 关心劝诫他人 并且宣布 他们所体验到的东西 同时 他们又无意做那些重要的 或者是更重要的事情 而他们是真基督徒 期待的事情 比如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渴望通过秘密诚挚的祈祷 在上帝面前 倾诉他们的灵魂 并且得到他的赞扬 试图为他的荣耀活着 与他更加一致 我们在圣经中读到 不可能发出的身吟 如饥似渴地追求上帝 憎恶和热情也是平衡的 当他们由正确的原则产生时 也常常与原罪相对抗 我憎恶没一种错误的方式 但是 反对原罪的虚假的憎恶和热情 只是反对某种特殊的罪过 我们在这方面似乎非常热心 同时 却忽略了某种更深层的弱点 虚假的热情反对他人的罪过 却没有热情反对自己的罪过 再者 一些人自称 他们非常憎恶自己有罪的内心 却轻视已经实践的罪过 他们赞同他们 显然不受什么限制 或者没有懊悔 伪君子的生活中 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一致性 真正的基督徒是 无论耶稣走到哪里都追随他的人 确实可以说 正义的人是心坚定 追随耶和华的人 他的内心靠恩典得以坚固 持守所行得到 一些人的宗教是虚假的 他们只是一阵一阵地实践他们的信仰 他们呼起呼落 变得非常冷漠而世俗 他们像一阵雨后倾泻而出的水 一时间使小溪水涨满 随后迅速干涸 在另外一阵雨后 他们又长满了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向生命之泉 涌流出来的涓涓溪流 虽然一阵雨水也可以使它勾满局平 干旱十节水量也会减少 但是它却不会断流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 或者它像一棵溪流灌溉的树 溪流不断向树根提供水分 因而树是长青的 即使最干旱的季节也是这样 相比之下 伪君子被比作彗星 带着微弱的光芒 滑破夜空 转瞬即逝 真正的圣徒像恒星 尽管他们升起落下 甚至被云层遮住 但是永远在它的航道上 而且确实可以说 它永远闪耀着光芒 他们的环境将以虚假的感情 影响人们的感情 在他人的陪伴下 一些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然而 当他们独自祈祷 沉思 或者单独与上帝交谈 完全与世隔绝时 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情绪 但是 真正的基督徒 能够在宗教友谊和交谈中 得到快乐 离开同伴 独自与上帝交谈 也使他感到愉快 这尤其有益处 可以稳定他的内心 测量他的感情 真正的宗教使人喜欢 为了圣洁的沉思和祈祷 而独处 以撒就是这样 耶稣基督更是这样 耶稣基督为了与他的圣父交谈 常常退隐到山上 独处 这样的描述随处可见 把伟大的感情隐藏起来是困难的 与虚假的感情相比 恩典感情具有更沉寂 更秘密的性质 圣徒们为他们自己的原罪感到悲哀 他们离开同伴才这样 恩典的快乐也像隐藏的玛纳 诗篇的作者说 他获得的最甜蜜的安慰 是在秘密中获得的安慰 基督呼唤他的良人 离开尘世 去静修 他可以把他最甜美的爱赐 于他 在圣经中 圣徒们在静修时 获得最美好的祝福 当亚伯拉罕独处时 主与他结盟 以撒也是在独处时 得到了主赐于他的特殊礼物里百家 雅各在为秘密的祈祷而静修时 主降临于他 他热忱祈祷 直到获得祝福 摩西在荒漠上一个孤寂的地方 主向他显现 稍后 主又向他显现自己的荣耀 允许他与主进行最高层次的交流 他不断享有这一交流 这就是他在山上独处的 四十个日日夜夜 伟大的先知 以利亚和以利沙在静修时 主降临于他们 玛利亚独处闭市时 天使加百列和圣灵 带着最高权力降临了 于是 他内心迎接上帝 第一个经历基督复活喜悦的妇女 是在墓穴单独与他相遇 总是那些静修的人 与上帝秘密交谈的人 受到格外的祝福 十二 恩典感情加剧了属灵的渴望 恩典感情另外一个伟大的 与众不同的特点是 感情愈提高 属灵的渴望便愈强烈 灵魂对属灵的祝福 就有更高的期望值 相比之下 虚假的感情只诱于自身 真正的圣徒 越是带着恩典的爱爱上帝 他们便越渴望爱他 由他对上帝缺乏爱引起的不安 将增强 他越憎恶原罪便越想憎恶他 他感到懊悔的是 他居然对他保留了如此多的爱 他的心越是破碎 就越希望他进一步破碎 他越是渴慕上帝极其圣洁 就越渴望呼出他的灵魂追寻上帝 他像点燃的火炬 越烧越旺 他燃烧得越炙烈 便越会继续烧下去 一个健康状况良好的婴儿 在母亲胸前食欲最强烈 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新生儿爱慕奶一样 叫你因此渐长 以至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这是一个普遍原则 我们在圣经其他部分也可以找到 原因是 人们越拥有圣洁的感情 他们便越喜欢属灵的品味 我在别处讲过 他们越发现上帝的至善至美 玩味对圣洁神圣的甜蜜 他们得到的恩典便越多 便能看到他们需要更多的恩典 这便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渴望 因此 每个真信徒的呼喊是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真正的基督徒拥有的属灵的发现和感情越多 他便越是成为一介热切的哀求者 渴望得到更多的恩典和属灵的成就 我们可以列举四个原因 解释这一原则的发展 第一 属灵的欢乐属于那些人 他们发现自己认识到 他们令人有不可比拟的满足 因此他们不可能满足于任何低级的东西 第二 属灵的欢乐使欲望的期待得到满足 他们的期待越多 得到的满足便越大 世俗欢乐中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世俗欢乐只能有失望 但是属灵的欢乐完全符合一切期望 并且满足一切期望 第三 与世俗欢乐不同的是 属灵的欢乐的满足和愉快是永久的 当欲望得到满足时 世俗的欢乐便使人厌倦了 愉快宣告结束 一旦满足失去 内心便是空虚的 不满足便重新袭来 第四 属灵的善永远是满足的 因为无论灵魂能够在什么程度上 享有属灵的善 它都完全可以使灵魂得到满足 永远有足够的余地 使灵魂本身得到扩展 直到它变得像浩瀚的海洋 如果人们不满足 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张大嘴巴 使知足以容纳它 属灵的善是极其满足的 因此 灵魂越是品味它 越知道它的本质 就越渴望得到它 即使它已经得到满足时 也如此 属灵感情的性质是 它们变得越强大 对于恩典和圣洁的渴望便越强烈 相比之下 虚假的欢乐和宗教感情效果正好相反 越是唤醒它们 它们越是扑灭对恩典和圣洁的任何渴望 因此 一个人可以认为 善使它丰富和提高 但是 除了它在物质上的所得以外 它很难得到任何东西 它变得沾沾自喜 人们在刚刚皈依时 时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初 它们确实有强烈的感情 使它们充分相信 它们对上帝的渴慕 在它们皈依之前 它们一直热切地追寻上帝 殷切地呼喊恩典 并且不择手段地企图获取它 然而现在 它们知足了 它们平静下来 不再追寻上帝了 而追寻上帝 恰恰是圣徒的秉性 它们不喜欢诗篇 24比6所描述的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是寻求你的雅阁 圣经经常描述一个基督徒 皈依以后 如何求索 努力 劳作 它的皈依只是工作的起点 从那时起 它就必须挺立 奋起 进取 及时祈祷 夜以继日地呼喊上帝 因为主教饥饿地得饱美食 叫富足地空手回去 也许有一些伪基督徒争辩说 它们能够经得起这一考验 它们声称 它们并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 想要进取取得更多的成就 但是 事实是 它们的渴望并不真的是为圣洁而追寻圣洁 或者并不是为上帝的道德的至善和甜美而追寻圣洁 它们的渴望只是手段 以此获得它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开拓视野 帮助它们自身获得更多的满足 或者得到自我发现中的满足 使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 追寻上帝的真正属灵的渴望完全不是这样 就实质而言 一个圣徒追寻圣洁的热望 对于一个新生灵来说是属血气的 就像热对于肉体来说是肉体的一样 我的食物就是遵寻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它的功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 圣徒们对上帝的正义和律法的期待 渴求以及热望 圣徒们期待圣经真诚的辱知 与其说是为了测试上帝对他们的爱 不如说他们愿意在圣洁中成长 正如我以前所说的 只在真正属灵的品位才能评价圣洁 恩典是虔诚之人的珍宝 虔诚是他所期待的 但是一个伪君子期待的洞见 根本没有使这种影响变得圣洁 他们并不真的期待上帝之爱的品位 也不想望生住天国 而一个真正的圣徒则期待这一切 因此他们力求圣洁地活着 现在我进入我所得到的圣洁感情的 最后一个显著特征 13.恩典感情是基督教牧师的日常实践 他们促使基督徒在日常事物中实践他 他包含了三件事 第一 他在这个世界的行为或者实践 世俗地符合基督徒的原则 并且受到基督徒原则的指导 第二 他把圣洁的生活置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 这是他的兴奋点 他以最大的勤勉和诚挚现身于此 据说 他卓越地使这种真正的宗教实践成为他的工作和职业 第三 他坚持这样做直到生命结束 他从未有休假 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时间实践它 它是他生命的永恒的课业 贯穿于他有生之年的一切臣服和磨难中 圣经清楚充分地告诉人们 真基督徒的这些磨难的必然性 首先我们需要特别指出一切都要都服从他 凡像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人一样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乃曼的伪君子是 当感激上帝治愈他的麻风病时 他对上帝感恩戴德 因而大为感动 虽然他发誓为他效力 但是他却要求为一件事辩解 西律恐惧约翰 乐意听他的话 但是他却为不赞成一件事 同他所爱的西罗底分手而被问罪 但是如果有犯罪的右手或者右眼 那么他必受到惩处 没有任何例外 即使是总体上的服从 那么人的服从必然包含失职罪和委托罪 指出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 主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中对此有过谴责 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这并不仅仅说 我们遵守戒律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做更多 我们必须是严肃 虔诚 谦卑 温顺 仁慈 平和 恭敬 恶善好施等等 其次 为了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勉从事宗教事务 为上帝服务 一切基督的圣徒不仅要行善 而且要热心为善 任何人都不能同时是二主 所以 我们必须全身心地为上帝服务 正如保罗所说 这是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 如果有一场必须进行的战斗 或者一个种族必须获胜 那就必须以最大的热情争取 没有这一切 就没有任何方式 穿过通向生活的狭窄的道路 因此 懒惰是对公开反叛的一种诅咒 新伯来书的作者写道 我们期待你们每个人都表现出同样的勤勉 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你们不是懒惰的 而是他们的追随者 他们凭借信仰和耐心 承袭诺言 每一个真基督徒都以这种方式 坚持对上帝的普遍的忠诚 并且勤勉热切地为上帝服务 他经受住了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磨难 圣经的许多段落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所说的磨难是指这些事情 它们的出现测试了我们对上帝的职责和信仰 磨难或者诱惑是多种多样的 如为我们的道路和职责制造重重困难 或者使我们滋生种种贪欲 或者使我们腐败 或者他们又使我们犯罪 腐蚀我们 一些磨难使我们难以履行职责 也会有一些苦难 如痛苦 邪恶的意愿 受辱 不明欲 失去物质财产和舒适等等 但是给我们种种磨难 正是上帝的意图 为的是加深我们的信仰 讨厌我们 真正的圣徒也许有一定的罪过和某些没落 他们甚至可以沉沦到罪过之中 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完全堕落 只要他们依旧忠于上帝 他们便不可能真正沉沦 那些真正皈依的人士 新人 里里外外都是新的 因为他们在肉体 灵魂和精神上 彻底洗清了罪孽 正如我所说的 恩典感情在基督徒的实践中运行 结果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和结果 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过讨论 恩典感情来自真正属灵的运作和影响 分有圣洁的性质 基督活在心中 圣灵住在心中 与灵魂的功能融合 这是一种内在的 至关重要的原则 上帝自身的本质 对这些原则产生影响 这足以说明 恩典感情为什么有如此积极的力量和效力 如果上帝寓于内心 并且生机勃勃地与内心联系在一起 那么上帝将凭借运作的效力 显现出他是上帝 因为基督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 因此 当基督拯救的留在内心中时 他将活着 而且以他在复活时获得的无限生命力 发挥自己的作用 因此 每个圣徒都是属民 从基督苦难中得到恩惠 并且认识和体验到基督复活的力量 正是一切力量和活动 证明了圣灵和全能 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因此 我们已经证据证明 虔诚在其实践中是有效力的 因此 保罗宣讲虔诚的力量 在圣洁感情的实际运作中 可以看到这种力量 征服世界 克服人的腐败和堕落 使人在圣洁的道路上前进 尽管有重重诱惑 困难和阻力 恩典感情有效力 因为圣洁事物有卓越的至善至美 这些使圣洁事物自身固有的 与自我或者私利没有任何联系 正是它使人们在一切实践中变得圣洁 随后 它又帮助人们始终不屈不挠 因为宗教的本质始终如一 永世不变 尽管一切都变了 宗教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改变 一切圣洁感情的基础 在于道德的至善和圣洁美 有一种出于圣洁的爱 使人们实践圣洁 因此 圣洁是主要职能 可以从中激发 汲取 并且支配一切恩典感情 这类感情倾向于圣洁 对此不必惊讶 因为人将与他们热爱和期待的一切相结合 并且拥有这一切 我们已经看到 神圣灵在恩典感情方面的教会和引导 将显现出进行普遍圣洁的实践的倾向 神圣灵赐予灵魂一种天然的爱好 使之喜爱圣洁的甜蜜 以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圣洁之物 他也对不圣洁之物 具有强烈的厌恶和反感 在一切圣洁感情的基础 属灵的知识的本质中 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东西 对圣洁之物至善至美的感受和看法 是至高无上的 超验的 这些东西显现出的价值 高于我们所选择并且依附的其他任何东西 由于看到了基督超验的荣耀 真正的基督徒认为基督值得追随 因此他们受到基督强烈的吸引 由于看到它的价值 因而他们随时准备为它献出一切 这种最高大爱的视野 使他们完全服从基督 他们准备以全部的热情为他们的事业工作 为他甘愿赴汤蹈火 这一发现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忠于他 也在他们的心灵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使他们绝对不可能地忘记他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们都会追随他 任何人想又使他们背离他 都是徒劳无益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恩典感情的实际倾向和结果是 拥有这种感情的人 完全相信圣洁事物的识别力 确定性和现实性 那些不相信宗教事物 有任何现实性的人 也绝不会以全部的热情和毅力 克服种种艰难险阻 自暴自弃和重重苦难去劳动和工作 然而 那些深信这些事物 有确定的真理性的人 在实践中将受这些圣洁之物的支配 对于他们来说 圣经中展示的现实极其伟大 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因此 一个人若是相信他们 那么在实践中 不受其影响 就不符合人的天性 还有一个原因表明 圣洁感情的实际结果是 伴随感情而来的本质的变化 没有这种变化 人的活动 也许不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只有数变好了 果实才是好的 人们并没有从荆棘丛中出来 聚集到葡萄藤下 也没有从几梨丛中出来 聚集到无花果树下 但是 只要腐败的性质没有死亡 那么腐败的原则 就仍然活在他们之中 因此 期盼腐败受到控制 就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一个属血气的人来说 克制他的贪欲 过严格的宗教生活 可不是属血气的 但是 当旧的本质死亡 新的神圣的本质取代了他时 也许可以期盼人在新生活中漫步 走到生命终结为止 圣洁感情的实际运作和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在与谦卑相关的精神中看到 大多数服从精神都由谦卑组成 骄傲的精神是反叛的精神 而谦卑的精神是训良的 隶属的 服从的 我们看到 意志坚强的仆人 同样不会服从 或者听从主人的旨意 而谦卑的仆人 则恰恰相反 我们已经说过 羔羊般的 鸽子般的精神 它是一切恩典感情的孪生物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 十三冒号八杠时 加拉太书 五点十四分钟 所看到的 基督徒的实践 主要在于基督教的外部实践 我们也看到恩典感情与服从和温柔手精神相关 这种精神对道德邪恶的出现非常敏感 他担心一切邪恶现象 基督徒实践从恩典感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这种感情本身普遍 持久 坚持不懈地流淌出来 他们始终如一 并且具有迷人的对称与平衡 我们看到 由于精神嗜好对未来成就的渴望 总是与真正的感情相关联 因而在圣洁的感情中 存在着赤裂的热情 活动 信奉 坚韧不拔 以及圣洁的实践 这些绝不会衰败 而会随着感情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 我们看到 在基督徒实践中 表现出来的圣洁感情的倾向 是作为圣洁感情特有的一种结果出现的 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了 神圣灵进一步肯定和证实了这一点 他向基督徒强调 我们要做出充分的选择 以上帝为我们唯一的主 为了他我们可以抛弃一切 因此 重要的是 要有做出充分的决定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按基督中的上帝的意志去做 答应 绝对信任耶稣基督被描述为我们内心的封闭 尽管困难重重 这种信仰还是被接受了 因为我们准备把自己完全献给他 在为了基督而进行自我否定的伟大义务中 我们毫无保留地做到了这一点 有一颗为了基督放弃一切的心 无疑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准备为他牺牲一切 也就是为了基督拥有一颗自我否定的心 无论何时基督与我们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 他都倾向于否定我们自己 毫无保留地放弃我们自己 导致全面服从他的意志和目的 我们内心绝对的信奉 以及这种信奉意志的一切 都是对耶稣的信奉 尽管做起来困难重重 它会促进人们以忍耐和执着 从事活动和行动 这种在内心实践圣洁恩典的倾向 是特殊的属血气的 真正的恩典不是不活跃的 实际上在天国和尘世中 没有任何东西有更积极的性质 因为积极的东西就是生活本身 恩典是最积极的一种生活 因为它是属灵的和圣洁的生活 它绝不可能是贫乏的 因为就秉性而言 它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接触硕果 内心的虔诚与实践有直接的联系 就像源泉与河流的关系一样直接 或者像太阳光芒的性质 与发出的太阳光 或者像生命与呼吸 与脉搏呼吸 或者与任何生命活动的联系 一样直接 恩典的性质和概念是 它是圣洁活动和实践的原则 新生注入恩典的上帝的业绩 与实践有直接的联系 实际上 这恰恰是它的目的 计算 涉及这一切 只在于使这个世界 发生巨大和多方的变革 我们原是它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这是基督救赎的目的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 特做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也见以福所书 1-4 2点10分 约翰福音 15-1 2 4-6 8 哥林多前书 3-9 西伯来书 6-7 8 以赛亚 5冒号 1-8 雅各 8点11分 12 以赛亚 27-2 3 因此 真正的基督徒所计划的一切 都以此为目的 圣洁实践的这一成果 是一种直接的倾向 属于每一个基督徒体验到的恩典 基督教实践的这种结果 总是在真正的圣徒中发现 也只能在圣徒中发现 对此 我们也要特别加以说明 只有真正的圣徒 能够活在这样一种服从的生活中 或者只有他们能够刻尽职守 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所有不洁之人都是邪恶的工作者 使父辈的贪欲变本加厉 凡数目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 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 实践是基督徒前程和历史信教的最好证明 我们的理性教导的是同一个东西 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是完全合理的 这是普遍的感受 所有时代的一切人类 都以此为标准 判断人的心灵 比如 对基督的友谊的最好证明 是约翰福音14点21分所说的话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 这就是爱我的 因此 正是实践使离世信 就要成为可信的 但是 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 也许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观察 首先要说明 当圣经说 基督徒的实践是最好的证据 向他人证明了恩典的虔诚和真理性时 并不排除基督徒的历史信教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规则 是为基督追随者提供的规则 指导他们对发过世的基督徒进行评估 他们能够凭借这些规则 判断他们所说的是否真实 他们信仰的誓言是否虔诚 因此 这些规则并不是异教徒的规则 而是使基督徒所言无虚的规则 你将你没有行为信心指给我看 我遍及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显而易见 这里有两种人为信仰提供了不同的证据 却都自称自己是有信仰的人 自称如何并不是主要证明 也不能识别信仰 然而这却是必不可少的 必须的 如果任何人坦言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不相信耶稣是人子 那么基督的这些规则便不适合他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 一个人是发过誓的基督徒 什么是基督徒真正的誓言 有两种答案 第一种答案 历史信仰基督教的人 必须把握基督教的本质 他必须能够宣布 他拥有本质的实在 如果我们临选基督教的某一部分 而不考虑他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就不能说 我们正在立下一个真正的誓言 例如 为了立下信仰基督教的誓言 我们必须发誓信仰耶稣是弥赛亚 因为这是一种信仰 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 相信我们必须悔罪 必须经受上帝的愤怒 同样是必要的 实际上 我们必须相信福音的一切主要信条 我们必须相信悔罪的必要性 我们必须信奉基督 全心全意地把它作为我们的救世主 欢天喜地 徜徉在基督的福音中 第二种答案 基督徒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如何与基督徒的实践相关的誓言 意味着理解这种誓言的结果 我并不是说 我们必须对我们体验到的东西予以说明 而是说 我们所宣示的必须是我们切身体验到的 因此 我们庄严地宣示 完全相信我们自己的全部罪过 痛苦和无助 相信上帝完全的否决和永恒的愤怒 是对我们的正当惩罚 相信我们自己正义的极度不充分 凡此种种 恰恰意味着 我们实际上正在体验着我们所说的内容 不过 除非我们完全依赖主耶稣基督 以及他为原罪做出的牺牲 否则我们的誓言便什么都不是 简单的历史信仰基督教 无论是习俗 还是我们的文化特点 将歪曲我们所需要的信仰的本质 这并不是说 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我们最初的皈依之路 而是说 我们必须能够证明 我们已经体验到 我们正在说什么 坚持认为 我们详细说明 神圣灵为了拯救我们 如何以不同的方法 和步骤明显地与我们交往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 我们也必须懂得 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实践指什么 它并不是说 宣誓信仰基督教的人 是通常所说的诚实 或者正直之人 这绝不是表明 任何爱的工作和劳动 是以基督的名义表现出来 就像使徒说服宣过世的 希伯来人要诚实一样 必须有某种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人的可见行为的圣洁 这样一种生活 必须是上帝仆人的生活 我们必须表现出 我们效仿耶稣基督 我们必须把一些奇迹般的规则 提高到显著的高度 希伯来书第五六七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 以及西约全书许多部分 都对这些规则进行过描述 我们必须证明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处事 我们必须诚实清楚的证据 证明自我否定的精神 和为基督 为兄弟姐妹赴汤蹈火的意愿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没有任何外在的证据或者现象 可以一劳永逸地证明恩典 我们已经说过 这种证据只是一个属血气的人 能够拥有的最好的证据 但是恩典的外部表现和模仿 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人 确实是上帝的子民 在考察了基督徒的实践以后 现在我来进行另外一个考察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基督徒也拥有可靠的 与众不同的证据 证明恩典在他们的良心中 约翰一书二比三说得非常明白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 善的行为就是我们良心的保障 我的孩子们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属真理的 并且我们的心 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同样 使徒在西伯来书六比九谈到 西伯来的基督徒 已经证明了爱的工作和劳动 我们也有主的圣言 不是每个对我说 主啊 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天国 只有按照我天父 意志行事之人才 可进入天国 在那天 许多人将对我说主啊 主啊 那时 我将承认他们 但邪恶勾当之人 背离了我 我绝不承认你 不过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主题 我们首先表明 圣经中考察的基督徒的实践 如何成为一种可靠标志 证明我们在良心上是真正的基督徒 其次 我们将表明 这是一个主要的证据 证明一个人 有他自己虔诚的圣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当圣经谈论善的工作 善的果实 恪守基督的戒律时 并不是单纯地描述某种外在的东西 它们也涉及道物性或者意志 当谈到服从和果实时 并不仅仅涉及肉体的行为 而且也涉及灵魂的行为 因此 它们涉及恩典的每一种内在的运作 但是 除了这些内在的服从行为以外 也意志服从的意志的决定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我所说的意思 我们特别指出 有两种恩典的运作 第一 有一些内在的行为或者恩典在灵魂中运作 它们的实践 没有任何外部证据 当这种实践在内心中运作时 圣徒们处在磨岛状态中 第二种恩典活动是一种更实际 更有效的运作 恩典的行使是对意志的要求做出反响 也对外部活动产生指导作用 所以当一个圣徒给人一杯冷水时 他就是进行恩典的施舍 或者当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自愿承受迫害时 他正在行使对基督最高的爱 在这些例子中 恩典的实施 以一种实践和生产的方式 使某种外部行动产生影响 这恰恰就是意志的行为中恩典的运作 多德里奇博士已经观察到 意志的决定过程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活动过程 因为活动确实是我们的活动 恩典的有效实施 是达到很高程度的虚难者所体验到的 但是所有真正的圣徒 都过着这样一种虔诚的生活 主进入灵魂时 就是寻找这种服从和果实 因为主看到的东西非凡人所能 他看到人的内心深处 因此当服从 善行和善果被作为恩典原则的重要证据时 从他人的角度看 这些仍然是外在的 但是当他们的实践也是证据 向我们自己的良心证明基督教的现实性时 那么他的实践对于我们的良心来说 也是内在的可见的 于是我们看到 他不仅仅是外在的肉体的努力 而且是灵魂的内在努力 指导并且命令这些活动 这就是圣经的意义 在登山殉众的结论中 基督谈到 把他所说的话付诸实施 是真信徒的显著标志 他把真信徒比作在岩石上住房子的人 与在沙滩上建房子的人 迥然不同 他不仅以此比喻外部行为 而且比喻这一行为在心灵中的实施 所以基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因此我们在圣经中看到 诚实的更进一步证据取自内部 同时外部的东西也被包含在其中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它是恩典在世俗世界的实际实施 它指导支配着肉体的活动 外在的东西与内在的东西之间 必须有一致性 十四感情是主要证据 证明真宗教中的拯救的前程 基督徒的实践是拯救的证据 而不是骤然间的皈依 神秘的启蒙 或者纯粹情绪 安逸的体验 由末道开始 以末道告终 它的证据表现为下列六个论据 论据一 理性清楚地证明 一个人真正喜爱什么的准确测试时 当他做出选择时 他实际上抛弃了什么 我们已经观察到 宗教前程就在于确立上帝 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例如 如果上帝和其他东西 无论是世俗利益或快乐 处于相互冲突之中 人喜欢什么 依附什么 抛弃什么 就成为人的行为的试今时 于是前程在于 为了心中的基督 可以放弃一切 当基督呼唤时 为了基督 可以放弃一切 这就是测试 因此 前程不仅仅在于 拥有一颗 愿意按照上帝意志做事的心 而且拥有一颗 实际落实上帝意志的心 在《生命纪》 五毛号27-29 以色列人有一颗 想牢牢记住上帝命令的心 但是 上帝表明 这离他的期待还非常遥远 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牢记他们 当过着一种卑微的生活时 自称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是荒谬的 因为清楚体验到的事实 不可能受到质疑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圣经中经常用欺哄一词 描述这种自称 大雷拉对残孙说 你欺哄我 向我说谎言 凡人可以这样受骗 但是 伟大的法官 眼睛是血亮的 任何自称都不能欺哄他 误导他 没有黑暗 一亿能给作孽藏身 论据二 在圣经中 能够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通常可以测试 真信仰的真理性 考验或者诱惑 是至关重要的证明 凭借他确实可以确定 人们是否有意 依附上帝 你也要纪念 耶和华你的神 在旷野中 教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内心如何 是否啃守他的诫命 圣经常常把这些信仰的困难 称作测试人的信仰的诱惑 或者考验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 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 在百般的试验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同样 使徒保罗谈到 要祭贫 以证明基督徒之爱的前程 金银的冶炼 也可以证明这种测试 据说 以色列人 在迦南的旷野中 遇到敌人 上帝用困难考验他们 为的是知道 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他们是否记得 他的命令 同样 当上帝 用一个困难的命令 考验亚伯拉罕 让他用自己的儿子 做先祭时 上帝对他说 现在 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子 留下不给我 马太福音 十九章十六节中 基督对一个富有的年轻人 进行了同样的考验 这样的考验 并不是为了上帝的利益 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以这些方法考验 我们自己是最可靠的方法 通过它我们能够 对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一座建筑物是否牢固 当风猛烈地吹过来时 我们再看它 同样 当一个基督徒经 受天意的考验时 我们能够列举 它实践的现实 论据三 就我们已经解释的意义来看 这种圣洁的实践 是最好的证据 证明基督徒良心恩典的现实 对此 使徒雅各说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他行为才得权 或者像原词所说的 被完成的 因此 牢牢记住 上帝的命令 对上帝之爱便完成了 或者完善了 人若说 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 真理也不在他心中 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 在他里面 实在是完全的 据说 在圣洁的实践中 上帝的恩典 或者爱完成了 正像树结果实 才算完善一样 如果只把种子栽在土地上 甚至只是长出叶子 或者开花 那么他依然是不完善的 只有当他接出丰硕的成果 他才是完善的 因为他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就是实际运作中的恩典 论据四 圣经坚持认为 圣洁实践的重要性 是基本的证据 凭借他可以对我们自己 和他人的虔诚 做出平派 据此 你将知道 你知道上帝 据此可以证明上帝子民 也可以证明邪恶的子民 拥有这一实践 就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否则 基础就建立在沙滩上 我们以此确保我们的心 在一切真正圣洁的证据中 为彼此相爱 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 我们因为爱兄弟 就晓得是出生入死了 论据五 圣经也明白地 把基督徒的实践 说成是恩典真理的主要证明 无论对于他人 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良心来说 都是如此 它被描述为 独一无二的主要证明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 竹叶常常强调这一点 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五句说 你若爱我 必遵守我的命令 第二十三句说 人若爱我 就必须遵守我的道 第二十四句说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第十五章 他一再重复这些话 约翰一书 也反复强调同样的话 论据六 圣洁实践的重要证据 将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使用 在未来审判中 对宣誓入教者将公开考验 这些证据将被用于他们的审判 这种公开宣布的审判 将展示上帝对人自身的良心 对世界审判的正义 因此 末日审判被称作上帝公义的审判 圣经充分地教导我们 审判的主要证据 是人在尘世的工作或者实践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之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我们由此完全可以断定 人的工作是主要证据 现在应该凭借他进行考验 如果我们没有利用他们 进行自我审判 在末日审判之际 我们至高无上的法官 将充分利用他们 对我们进行审判 那时我们将站在他面前受审 如果上帝对我们进行的审判 不是以这种方法展示出来 不是凭借这些证据 那么某些属血气之人 也许会有疑问 我怎么知道 上帝期待 并且坚持进行最后的 决定性的审判 然而 由于上帝如此清楚 充分地展示出 这一证据是什么 因而凭借他进行自我测试 无疑是明智的 也是最重要的 于是基督徒的实践 是高于其他一切证据的证据 他核实了圣洁的物证 并且为其加冕 他也是准确的物证 证明了有关上帝的 真正的拯救的认识 我们据此知道 我们知道上帝 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 却不是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 那么我们的认识 就只能使我们受到谴责 而不是得到拯救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圣洁的实践是忏悔的最好证明 当犹太人自称忏悔时 向施习者约翰公开承认 自己的罪过 他用正确的方式 指导他们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辰 圣洁实践是拯救信仰的 恰当证明 使图亚各对亚伯拉罕 所言便是一例 实践是拯救信仰真理的 最好证明 有弟兄来证明 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慎喜乐 圣洁的实践是真正进入基督 得到他认可的最好证明 实际上 基督向我们承诺 一种永恒的生活 条件是我们进入他 实践也是相信 基督拯救我们的真正证据 这种深信依赖关系的实际现实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 然而 我不以为耻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圣洁的实践 也是对上帝和人恩典之爱的 真正证据 也是谦卑和恐惧上帝的证据 这是真正感恩的证据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诗篇的作者也指出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的找我的救恩 再者 实践是真正的证据 证明恩典期待和渴望 恩典希望 在圣洁的爱中实现上帝的意志 基督徒的刚毅和恩典的真理等 在我结束演讲之前 我要简要地回答两个质疑 他们不同意把基督徒实践作为拯救恩典的最高证据 第一个质疑是 历史信教的基督徒内在的属灵的体验 应该是真恩典的主要证据 心灵这种圣洁的实践 没有支配指导肉体的表现吗 实际上 这些内在的体验 绝不是基督徒体验 无俗轻重的方面 因为外部的行为 与它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 把基督徒的体验和实践 说成两个不同的东西 将做出不合理的区分 其实 一切基督徒的体验 严格说来 并不能够被称作实践 不过 一切基督徒的实践 都可以被称作体验的 把它们分开是不符合圣经的 耶利米问他的父亲 岂不是也吃 也喝 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 他为困苦和窘罚的人身冤 那时就得了福乐 认识我不在乎此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对上帝内在的认识 将支配我们的宗教体验 或者圣洁的实践 人们以用许多圣经的内容 来证明这一点 例如 约翰一书5比3 约翰二书6 诗篇34比11 诗篇119和其他地方 这样的说法 比比皆是 有一种外化的宗教实践 它没有任何内在体验 丝毫不重视上帝 它没有任何益处 也有一种体验 它没有任何实践 没有任何基督徒行为 这比无更糟糕 因为一个人 无论什么时候 发现自己的一颗心 与作为上帝的上帝相关联 无论何时经受考验 那么他永远会发现 他的意向 在实践经验中 是有效的 如果宗教主要由 圣洁的感情所组成 那么真正的宗教 在实际运用感情方面 是最突出的 陈世间朋友之间的友谊 主要在于感情 当这种强烈的感情 连接带着他们的经历 艰难困苦时 他们便在其中 掌握了真正友谊的证据 当神学家说 没有恩典可靠证据 便没有恩典的行动时 他们是说 我们在日常体验中 看到了什么 一个人一看见他的邻人 便获得了他存在的证明 不过 只有日常看见他 在多种环境下 经常与他交谈 才能够确定这一证明 例如 当信徒 在基督复活后 首先看到他时 他们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基督是活着的 但是 与他交谈四十天 看到艳明他证身的 许多可靠的证据以后 他们依然得到了 更多的证明 同样 我们在神圣灵 对心灵的影响中 看到了圣灵的证明和标志 由于恩典是被嵌入的 被实施的 因此 对他的体验 也会发展 圣灵在内心中的临在 是我们作为 上帝子民最充分的证明 主张基督徒的实践 是恩典现实的主要证据 认定这一主张 是合法的教义 也受到了质疑 过分拔高实践 在提高自我努力方面的重要性 就会使人们过多地采取行动 从而失去自由恩典的荣耀 这如何与仅凭信仰 进行裁定的伟大的福音教义相符合呢 这一反对意见是根本不合理的 作为上帝恩典标记的圣洁实践 如何可能与上帝恩典的自由不一致呢 用我们的工作换取上帝的喜爱 也许是不合理的 但是要说从事工作是恩典天赋的证明 则没有什么不一致的 卑鄙的人做任何公义之事 都要大书特书 其重要性 这是圣经不用工作进行辩护的意义 只有基督的公义 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 才能对我们进行审判 当工作在这方面与信仰相对立时 我们肯定会说 凭借信仰 而不是凭借工作进行判定 但是这并不是反对这一说法 即恩典将在圣洁的实践中表现出来 因为除非基督的好处 表现在更新的 圣洁的 超凡的内心中 这颗喜爱基督也喜欢上帝 因为他在圣灵中体验到了欢乐 否则把拯救的资格赋予人 与福音恩典的自由天赋不一致 因为我们不能凭借工作证明自己 便轻视工作 就等于轻视一切真正的宗教 一切恩典和圣洁 以及一切恩典的体验 人们轻视工作 不强调圣经证明是最重要的那些东西 这大大有随于真正的宗教 假定这一概念 就是强调合法性和契约是愚蠢的 不注重圣经给予和经常提到的证据 企图寻找圣洁的更好的证据 是徒劳无益的 正如雅基所说 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经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你不可添加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们不能相信我们自己辨别人心的能力 我们几乎看不到灵魂的现实性和人心的深处 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影响 个人感情也可以受到触动 埋没 遮蔽 影响感情的方式如此之多 以至于无法让人相信感情 相反 我们必须紧随上帝在圣经中给予我们的思路 上帝知道 他为什么坚持某些东西 并为我们阐明他们 让我们依靠他们 而不是依靠别的尺度进行自我测试 也许他知道什么东西不太复杂 什么东西几乎不会有欺骗性 他最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本质 他知道他自己运作的本质和方式 他最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安全之路 他知道为他的教会的不同状态 和每个人的不同秉性拥有什么余地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聪明的做法不是把他的工作从他的手里拿出来 而是按照他已经为我们指出的道路追随他 如果我们做别的 我们会困惑 混乱 受欺骗 若是这样 那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不过 如果我们养成一种习惯 格外看重基督 使徒和预言家曾经强调 坚持过的东西 而且 如果我们凭借恩典的实际运作和结果判定 我们自己和其他人 同时又不忽略其他东西 那么结果就将是好的 有福的 他将使误入歧途的伪君子福罪 阻止那些人的幻觉 这些人半信半疑地相信通向生活的 直接狭窄的道路 他将帮助我们从无数复杂事物中解救出来 从围绕着体验的种种不一致的图示中解救出来 他将使历史性教者的信仰 不至于忽略生活的严密性 他将促进基督徒生活中的热情和信仰 我们将在我们自己的一代人中 看到动态的信仰 基督徒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开始于 以一种方式共同交流他们的体验和舒适 这种方式将使基督徒变得更加谦卑 谦逊 增进彼此的长处 他们的舌头不是跑在他们的前头 而是落在他们的手脚后面 在精明的榜样有福的使徒的后面 因此一个大门将对邪恶关闭 与体验和强有力的信仰相对立的许多主要障碍 都将被克服 真正的宗教将以这种方式面世 根据这种方式 人们将越来越深信 在宗教中有现实性 而不是使旁观者 不论是怀疑主义的旁观者 还是无神论的旁观者变得刚硬 由于使他们的良心深信 真正宗教的重要性和至善至美 因而良心将向他们发起挑战 战胜他们 因此 这些证据之光 将在他们面前闪闪发光 看到他们善得工作的其他人 将使他们的天赋荣耀 天赋在天国 这些证据之旁观者变得更多了 这些证据之旁观者变得更多了